村民们大喜过望 赶紧跑到村子中心来分肉 换了以前 肯定是村长出来主持 然后村民们七手八脚地自己乱分一气 分完之后 多余地往高一叶家里一甩就跑 根本不成体统 甚至会有人偷偷多拿一份 但自从三十二来到高家村之后 原本无组织无童鼠一盘散沙的高家村 现在也渐渐地开始有组织架构了 村民们不再乱分 而是眼巴巴地看着高一叶和三十二 高一叶站在旁边扎长子 以圣女的身份正常 能随时提醒这伙村民 天尊在看着你们 使得有些不安分的家伙不敢乱来 三十二则主持具体事务 挥手指挥 高出五 你来操刀切肉 再拿个称过来称重量 高喇叭 领猪肉二两 三十二抱一声 就在纸上写个高喇叭的名字 打个勾表示 他领过了 王二狗 领臂 重大头 领臂 正阿牛 领臂 高三娃 领臂 一百多人排着队领完 三十二这才给高出五 高一叶和自己一家人分配 让几位管理层最后分东西 体现出他们的高风亮节 所有人分完了 这才轮到了两位雕塑师 这两人早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了 眼见着别人都有 就他们两人没有 心里颇为委屈 不知道为啥圣女和师爷 要把他们两人留到最后 高一叶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两人立即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圣女大人 你有什么吩咐 高一叶 天尊吩咐 剩下的猪肉 就全部赏给你们了 两位雕塑师同时棱住 眼睛瞪得滚圆 转头过去 看剩下的肉 虽然已经有一百多号人 每人切走了二两 但那剩下的肉 还有两个洗脸盆那么大呢 起码好几十斤 高出五 咧开嘴笑了笑 然后一刀剁下去 将那块巨大的鲤脊肉 分成了两半 来 剩下的 你们一人一半 两位雕塑师 这么多 都是给我们的 别的人 才二两 高一叶 天尊说 你们雕刻的斗战圣佛像 他老人家非常满意 这些肉 就是你们的特别恩赏 两位雕塑师大喜过望 匍匐在地 猛磕了几个头 多谢天尊 多谢天尊 三十二在旁边压着声音 语气严肃地道 今后 你二人当再接再厉 为天尊好好办事 两位雕塑师 一定的 一定的 小人一定好好办事 他们以前被妇人雇佣 去修庙祝佛 虽然也会得到一些赏赐 但也就几口饱饭 或者几个铜钱而已 哪有机会得到如此大一块猪肉 这肉就算他们吃不完 拿去和别的村民换东西 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天灾年间 没有什么东西 比食物更保值了 只是 鲜猪肉可放不了两天啊 两人一脸尴尬 能不能 三十二笑了 这里有两袋盐 拿去腌腊肉吧 两人大喜 赶紧谢过三十爷 然后拿着盐袋子 扛起自己的那份猪肉 向着自己的零食小窝跑去 婆娘 大娃 二娃 咱们家发财了 哈哈 咱们家发财了 没过多久 两人在村子后面的空地上 堆起松枝 熏制起腊肉来 熏腊肉那味道 大家都懂得 献杀了周围所有人 其余的村民都伸长了脖子 心里暗想 我什么时候能为天尊立个功 得到这种超额的赏赐呢 人心这东西 就是如此 没吃的时候 只盼一口吃的 但有吃的之后 却盼着自己的东西比别人更多 然后就会在这种心里的鼓励之下 不断地向上攀爬 当然 摆烂的也是有的 例如郑家村过来的郑大牛 现在就毫不羡慕 那两个正在熏腊肉的雕塑师 他不但吃饱了饭 还吃到了二两猪肉 摸着自己圆滚滚的肚皮 心情贼佳 反正都吃饱了 你们这些家伙 还在拼个啥命啊 还费那劲 向上爬个啥吗 躺下休息不好吗 只是 上次喝到的肥宅快乐水 真的好快乐 还想再喝一点呢 可惜现在没有了 糟糕 无法躺平 好想得到天尊的赏赐 好想喝快乐水 郑大牛刷的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扛着斧头冲出了高家村 趁着太阳还有最后一点余灰 照亮了山林 他冲进树林里一通乱找 不一会儿 还真给他找到了一棵粗壮的好树 郑大牛挥起大斧头 堵堵堵 吃饱了有劲 没用多少时间 就把一棵大树给堕倒在地 接着将最好的一节堕下来 差不多两米多长的一节粗树干 扛是扛不动的 又拖又滚又翘 好不容易把它弄下山来 他推着树干 一脸兴奋地冲到了高一叶面前 圣女大人 圣女大人 您看 我从山上弄回来的 这个用来雕刻下一次的神像 绝对好用 您看 我这个有用的吧 高一叶才不知道有没有用呢 但他仰起头 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脸上就挂起了笑容 郑大牛 你很棒 天尊大人夸你了 郑大牛大喜 高一叶 天尊大人 说可以赏你一些 郑大牛赶紧道 小人 小人斗胆 提个不情之请 高一叶 郑大牛 小人不要肉 就想 就想 喝一口 再喝一口肥宅快乐水 一口就可以了 高一叶冷了冷 随即笑了起来 天尊说 没有问题 你家有洗脸盆吗 快去拿脸盆来 郑大牛是从郑家村来的 刚过来的时候 虽然一穷二白啥也没有 但是过来之后 没两天 就自己用木头做了个木盆 现在文言 赶紧回家 端了洗脸盆过来摆在地上 他家的洗脸盆 看在李道玄的眼中 直径才三毫米 属实小得可怜 只能用针头 在自己的可乐瓶里吸了一点 然后轻轻推动针管 滴了一滴下去 只一滴 就把郑大牛的洗脸盆 装了个满 还有多余的溢了出来 郑大牛大声叫道 装不下了 流出来了 实在太多了 啊 糟糕了 多出来的快乐水 渗到地底去了 天啊 渗到地里去了 三十二在旁边大声骂道 你都有一脸盆了 多余的一点 一走了 又有什么关系 哭好个屁啊 快滚 李道玄一阵偷着乐 随后他确定了两件事 一 村庄外围不远处 有个树林 可惜自己的试据刚好看不到 二 以后给村民们发东西 可以让他们自带容器 这样可以更加节省资源 免得自己一出手 就是大浪费 天色已经全黑了 高家村进入了非静止画面 哦 不对 现在并不完全静止了 城墙上 已经有了24小时轮班巡逻的村民 昏黄的灯光摇割下 两个村民围着城墙一圈一圈地转悠 不过这个画面 也有够无聊的 没人能盯着一直看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李道玄也可以安心地将目光移开 回归到自己的现实生活中 电脑懒得开了 打开了手机 恰巧在这时候 蔡新子的消息发了过来 道玄 我和那顾客谈了几小时 终于谈好了 李道玄 哟 结果如何 蔡新子 咱们那个至尊宝的做工是很棒的 但可惜的是 至尊宝这个人物 在那个市场并不吃香 这东西太偏向于玩具性质 所以并不值钱 这位顾客花888元买下来 其实只是想送个见面礼 和我们搭上线 李道玄看懂了 也就是说 换个雕刻主题 就能赚钱了 蔡新子 是的 佛道两家的神像 可比至尊宝值钱多了 那才能摆脱玩具的性质 真正成为艺术品 李道玄乐 我弄个至尊宝 只是为了玩 佛道两家的神像 我也能弄的吗 他怎么报的价 蔡新子 主题正常 不恶搞 一厘米高的神像 如果和那个至尊宝 一样的精细度的话 他可以出48888元收购 李道玄安乐 哟 可以做两个客家为乌了 蔡新子哭笑不得 我给你做半米大的一个模型 又是轮胎 又是电机 还加遥控器 两百多个房间 铁皮和各种材料要用不少 才只能收你两千块 你一厘米大的小木头 居然卖48888元 我不服气 我要揍你 李道玄乐 哈哈 蔡新子 顾客还提了一个很变态的要求 看你接不接得住 李道玄 哦 说来听听 蔡新子 他还想要更小的货 比一厘米更小 五毫米 你能做到吗 李道玄 蔡新子看他打了一排省略号 还以为他搞不定了 哎 果然不行吗 他愿意为五毫米的货 出28888元呢 李道玄 你咋对我这么没信心 你肯定加了他微信的吧 你马上微信问问他 五毫米 是不是太大了点 我这边可以做一毫米的货 就怕太小了 他看不清 不肯收 蔡新子 我操 李道玄 好好说话 别说脏话 蔡新子 你他喵的一毫米也能做 那比米粒还小了吧 李道玄 帮我做至尊宝的那个师傅 就是搞米粒喂雕的大师 反正一毫米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你问问那顾客要不要 蔡新子 你等等 我问问他 两分钟后 蔡新子的消息再次发了过来 一毫米的货 如果精细程度 还有那个至尊宝的一半水准 他就可以出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李道玄 好 这单我接了 蔡新子 你他喵的真是个疯逼 这样的单子都接得住 我有点服你 李道玄 哈哈 说吧 他要定制个什么玩意儿 蔡新子 太上老君像 李道玄 一毫米的太上老君像能用来做啥 蔡新子 我也好奇 所以问了 他说 要用来做朱中圣像 李道玄 大骑 朱中圣像 又是什么鬼 蔡新子回道 没见识了吧 哈哈 好吧 我也没见识 我也是问了他才知道 谭香木的佛珠和道珠听说过吧 一粒一粒的 也可以串成一串 戴在手上 李道玄 这个倒是听说过 蔡新子回道 朱中圣像就是 把佛珠或者道珠中间挖空 放进一幅小小的神佛图画 然后用特制的液体注满 再把珠子封起来 上面留一个小小的窗口 可以向珠子里面看 当你拿起一颗珠子 眯起一只眼 向着珠子里面窥视时 看到一尊佛像图 在珠子里面漂浮着 那对信徒来说 简直就是宝贝 李道玄 我操 听起来确实有点牛逼 蔡新子 但是一般人的工艺 只能弄一幅很简陋的图画 放进珠子里 有了你这微雕手段 它就可以塞进去一个 栩栩如生的雕像 这可比一幅画立体多了 看起来会更有逼格 雕像甚至可以在液体里 悬浮和旋转 图片可做不到 李道玄这下是彻底明白了 这玩意儿 好像真有点唬弄人 蔡新子 我敢肯定 这货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拿走你的微雕 放进珠子里 转头就敢 把珠子 卖到三十万一颗 李道玄乐了 哈哈 有趣 他能卖多少是他的本事 咱们这边差不多了就行了 做人豁达点 蔡新子 做人可以豁达 但做商人不可以 我得再和他讲讲价 李道玄 成 你能讲到多少 都是你的本事 我这边只要能拿到十一万五千元就行了 多的都是你的提成 蔡新子 妈的 你这家伙真的是够豁达 要是在古代 你肯定是个仗义输财的豪杰 就像 《水浒传》里写的 那什么小旋风柴静一样 见人就送钱 也不管别人 对你有没有用 反正就是送钱 拿钱砸得远近好汉 都尽你三分 李道玄心想 你还真把我说对了 我前面大半个月 一直在小人们身上砸钱呢 现在小人们都尽我十分了 仗义输财 也不是什么贬义词 那就笑纳了吧 时间滴答滴答 就流逝了 一转眼 数日过去 最近几天 高家村里风头最近的人 除了高一夜和三十二之外 便是新来的两个雕塑师了 连续几个雕像供奉给天尊 使得两人得到了好几次大赏 除了最开始的两大块猪里脊之外 两人还得到了许多面粉 大米 菜籽油 一大坨白生生的猪油 这几样东西 在这旱灾年间 可比什么金银珠宝都还有用 他们用这些东西 在别的村民手里 交换了不少生活用品 甚至还雇佣了几个同村的村民 在搭建道玄天尊庙之后的休息时间里 给他们两家人搭了两个窝棚 两位雕塑师 成为了移民来高家村的村民中 最先拥有屋顶的男人 但是 有一个和他们一样勤奋 天天在拼命砍木头的郑大牛 却没能发得了财 虽然他也得到了赏赐 但他每次要赏赐 都只要肥宅快乐水 那东西喝起来虽然快乐 却没有村民 愿意用自己有限的物品去交换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能白得那就喝个快乐 如果要我花钱买 我死也不喝 郑大牛也乐得不卖 自己喝 一盆子喝完 再去弄木头来 再喝一盆子 别人愿意不愿意为这东西拼命他才不管 他只要自己快乐了就行 就在这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道玄天尊庙终于建好了 天启七年 八月初八 道玄天尊的庙宇建成了 其实这庙提前两天就已经建好 但是三十二 三夫人 高一夜 村长四个人 凑一块商量商量 八月初八才是良辰吉日 所以 明明建好了 也要说成没建好 非要拖到八月八 于是 八月初八这天 一百多位村民 全都换上了干净衣服 排着整的队列 就像好几个班的学生排队来参加生气仪式似的 高一夜又一次站在了C位 穿着热得要死的白衣服 化着浓装 跪在了道玄天尊洞的面前 明明是个庙 非要取名成洞 毫不夸张地说一句 道玄天尊洞 是当前的高家村里最豪华大气上档次的建筑物 这玩意儿居然还打了地基 然后用漂亮的石头垒了下半部分 再用精细的木工做出上半部分 油漆是李道玄提供的现代油漆 色彩鲜艳 光滑明亮 使得整个建筑物非常惹眼 放在战场上肯定很招工见手的惦记 里面的道玄天尊像雕刻得栩栩如生 除了比本人帅了32%和威延了320%之外 没什么别的毛病 李道玄在箱子外面看着自己的道观 真想伸手进去 把他挖出来 然后跑到蔡新子那里去估个好价钱 把他卖了 但是看到小人们一脸仰慕地对着他膜拜的模样 还是算了吧 做个人 高一叶又开始念叨导词了 上一次还磕磕绊绊 但这一次顺畅多了 最近这些日子 他跟着三夫人学读书识字 天天背诵导词 现在虽然还不能说滚瓜烂熟 但也已经不会出大毛病 一通台词念完 高一叶挥了挥手 敲钟 旁边的高出舞 轮起大锤 光 光 幽扬的钟声响起 是正常的钟声 幽远绵长 带着点神圣的气息 看来是李大 高一叶这两位铁匠 重新敲的一口好钟 李道玄不禁暗乐 叫你们打铁甲 大半个月了 我到现在为止 一副铁甲都还没看到 你们却先打出了一口好钟 他现在算是明白了 发号施令的卫免 与实际执行的卫免 相隔得有多远 就算自己天天盯着这箱子 但只要没有 专门去盯着两个铁匠 他们两人的工作进展 就会与自己的想法 不在一个波段上 一通一事搞完 道玄天尊洞 就算是正式开张大吉了 村民们开始轮流进洞 跪在天尊巷的面前 磕头磕得帮帮想 磕完头 当然要许愿 李道玄把放大镜 凑到窗口巷里看 一个村民跪在天尊巷前 连磕五个响头 求天尊保佑 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李道玄心想 这个许愿我本来 就要帮你们实现 天天给你们供应水 就算天下大汗 高家村也不会汗 他调皮兴起 对着高一叶道 一叶 告诉他 这个愿望 我恩准了 站在雕像旁边的高一叶 赶紧摆出一副端庄的模样 对那村民道 起来吧 你刚才许的愿望 天尊已经恩准了 村民冷了冷 大喜 真的 真的恩准了 高一叶 天尊刚才亲口恩准了 村民狂喜 向着庙外就跑 刚跑了两步 突然想起来 自己理数不全 又吓出一头汗 反回来 对着圣像扑通扑通 又磕了几个 然后再次跑出庙去 大叫道 天尊恩准了 来年能中庄稼了 哈哈哈哈 天尊恩准了 汗了三年了呀 三年了呀 这三年 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哈哈 来年终于可以中庄稼了 旁边跳出三夫人 逮着那村民骂道 来年要是真的中上了庄稼 有了收获 切莫忘了还愿 村民赶紧道 那是肯定要的 后面的村民见状 各个大喜 排着队 轮番开始了磕头许愿 求天尊保佑 来年我家的田地 比平常年份多收成几斗粮 李道全心想 这又有何难 给你安排点化肥就完事 一夜 告诉他 恩准了 高一夜拿枪拿掉地转续过去 那村民一冷 随即大喜 磕完头跑出了庙 站在村中狂笑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恩准了 我的愿望也被恩准了 哈哈哈哈 接下来出场居然是三十二 这家伙居然也学着村民的样子 排队到了天尊巷的面前 跪好 磕头 求天尊赐福 我想下面那玩意儿长大一点 时间能持续地更长一点 从此 龙惊虎猛 李道玄 我擦 叫他马上滚 高一夜冷了冷 干大地对三十二道 天尊生气了 叫你马上滚 三十二 抱头数串去 全村一百多人 连同李道玄在内 正玩得开心呢 突然 守在城墙上的两哨兵 敲响起了城门上挂着的两个大竹筒 发出空空空的声音 接着大声叫唤起来 哎呀 有人来了 外面有人来了 好多人来了 他们这么一喊 村子里的人 马上就往城墙边跑 李道玄本来正和村民们斗乐子呢 现在闻声也直起身子来 向着村子外面看 不过 有趣的是发生了 他的试距 只有五百米乘三百米的范围 也就勉强笼罩高家村 和周围的一圈田地 但村民 站在城墙上横着看出去 试距却能延伸出吉利 所以 村民都开始示警了 李道玄居然还看不到 有人走进箱子里来 妈的 好不方便 李道玄不禁又骂了一声 这该死的视野范围 究竟要怎样才能提升 村子里这时候 开始乱起来了 在没有组织度的情况下 村民们都是一盘散沙 面对突发情况时 根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倒是刚刚抱头鼠窜出去的三十二 现在又精神起来 爬上城墙 看了一眼远处 立即大声指挥道 有武器的都拿上武器 没武器的拿锅盖 扫帚 托把 镰刀 锄头 反正有什么拿什么 全部给我上城墙 村民们本来眉头苍蝇的窜 有个人出来指挥 立即无脑听从 也不管发号施令的是谁 立即就抄起各种乱七八糟的武器 爬上了城墙去 好一会儿之后 李道玄才明白了 少兵为什么那么慌 三十二为什么要让所有村民 拿上武器上城墙 原来 少兵看到的是一幅可怕的景象 一大群人托儿带女 哭爹喊娘在前面逃跑 后面则是大群贼军挥着刀子 追着前面人的乱砍 不时有人掉队 被追上来的贼军一刀剁斗 鲜血喷得老远 前面的人见状跑得更慌 后面的人跌血之后更加凶残 陷入癫狂 一边追砍 一边还发出疯狂的笑声 这谁看了能不慌 高家村的村民们 如果不是有个城墙保护着他们 还有个天尊悬浮在头顶上 看到这一幕 只怕已经吓尿 已经开始想着 怎么逃了 上城墙 快快快 所有人上城墙 弓箭 我有一把弓 上次从山贼那里捡来的 我有一把锈刀 都戴上 竹竿也拿上 村民们拿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往城墙上爬 铁匠府的李大 高一一两人 居然从屋脚里 翻出了两套两当甲 往身上一套 再拿上大铁锤 瞬间变成了 整个高家村里装备最好的战士 两人身体也强壮 披着甲 扛着铁锤 往城墙上一站 立即就有了 定海神针般的效果 不少身体弱的村民 聚在了两人身边 还有两个人虽然没装备 但牛高马大 也颇为威风 正是高出武和正大牛 两人各拿着一把斧头 身边也聚了几十个村民 就在他们完成了 站好防御位的同时 外面的人 也跑进李道玄的 视野范围里了 跑得最快的 不像是普通老百姓 像是一户有钱人家 他们居然有马车 只是马车 在这没有关道的地方 跑得很艰难 颠簸得很剧烈 所以并没有比用脚跑的人 快上许多 马车率先到了城门前 驾车的居然不是车夫 而是一个穿着青色长衫 一看就是有点身份地位的 中年男子 仰头就对着城墙上大叫 不知此处是何城 请开门 放我们进去躲一躲 后面山贼杀人 凶 他一句话没说完 三十二就叫道 咦 这不是白先生吗 那人抬头一看 啊 三师爷 我这是到了城城县城啊 不对啊 县城应该还远吧 三十二 快开城门 放白先生一家进来 村民赶紧搅动木盘 钓鱼线拉动两扇木门 向着两边缓缓打开 白先生双手一甩 马车赶紧冲进了村来 可以关门了吗 负责开门的村民 大声问道 三十二向外撇 白先生一家 因为有马车和后面的人拉开了许多距离 所以打开城门放他进来不难 来得及关城门 但是后面那些步行逃跑的人 和山贼之间距离相差不大 可以说是前脚跟着后脚 如果放前面的人进村 后面跟着的山贼 就有可能跟着一起冲杀进来 那可就 短短一瞬间 他的汗水就流了下来 是为了保护自己 下令立即关门 还是为了救更多人 让整个高家村 承担贼军杀进来的风险 三十二并不是武将 面对这种情况时 他根本无法冷静地判断 整个人慌得不行 好在李道玄并没有给他做出决断的机会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李道玄不希望用这种事 去把一个不算坏的人逼成坏人 咱有能力解决 就没必要考验人性 他鼓起腮帮子 对准村外的黄沙地 呼得一吹 漫天黄沙扬起 将后面的人与山贼笼罩 山贼们要追着砍人 需要看得到目标才行 但逃跑的人不用 他们只要对着正前方 笔直地跑就可以了 短短十几秒 逃跑的人就从黄色沙风中冲了出来 与山贼分开了一段距离 他们只要拉开了距离 李道玄就可以用手掌拍蚊子 或者给山贼们弹脑刮崩了 抬起手 想了想 又把手掌放了下来 拍死他们随时可以 不急在一时 而且太过惯着小人们也不好 得让村民们 有处理这种事的经验 否则每天自己不在的时候 全村都没一个有战斗经验的人 遇到点是全抓虾 空有奸诚 还是被人一波打穿 死无葬身之地 启动天尊冷眼看世间模式 先看看现在的高家村 如何操作 逃跑的那伙人 借着煞风之柱 与山贼拉开距离之后 三十二就不需要考验人性了 大声道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 再关城门 他才吼了一句 那白先生 居然也上了城墙来了 他家的马车冲进城池之后 他就立即跳下了马车 快步冲上了城墙 站到了三十二身边 大声吼道 手里有弓的 对准山贼乱射几箭 吓阻他们一下 他一个外来人 跳上城墙就开始指挥 挺不客气 但有趣的是 村民们也不管是谁指挥的 反正有人指挥就听呗 拉开从上一次的山贼那里得来的弓 对准外面的山贼刷刷射去 稀稀拉拉几只箭矢 有气无力 毛都没射中一根 但吓唬山贼也够了 那火山贼骑刷刷 停在了几十米的范围外 仰头看着眼前的巨大城墙 小声议论起来 前面逃跑的人 趁机涌进了城门 村民们赶紧转动脚盘 还有好几个人帮着推 轰的一声 将城门给关上了 白先生现在才松了口气 幸亏我君子六一学得还行 尤其是欲这一意没有丢下 亲自驾驭马车 一路逃亡过来 也幸亏这里有你 否则在下就命丧黄泉了 三十二有点慌 白先生 你这是什么个情况 白先生叹道 白家宝被贼人攻破了 三十二 大吃一惊 白家宝也就是白家的家宝 白家说不上是很厉害 低市家大族 只能算是一个小家族 祖上出过一位知府 一位县令 但到了这一带 家中已无人在朝中为官 凭着祖上留下的基业 白家在城城县 还是很吃得开的 家里有一个坚固的家宝 有几十号家丁护院 还有上百名店户 并且白家一直出钱出力 组织白家宝附近的村民们 成立民团 抵御盗匪 实力不弱 附近的小谷马贼山贼 从来都不敢惹白家宝 三十二真没想到 贼人居然攻得破白家宝 这他妈的 什么贼人这么厉害 白先生指着城外那些 正对着城墙议论纷纷的贼人 摇头叹道 追来的这几十个贼人 只是一小撮 后面还有数百上千人 我的白家宝只挡了他们 两个时辰不到 就被贼子攻破 名团完了 家丁护院也损失惨重 就逃出来这点人 三十二有点慌 数百上千 乃路贼人能有这样的规模 白先生摇头叹道 半个多月前 白水王二造反 杀进县城 这是你是知道的吧 三十二 当然知道 所以我现在躲在高家村呢 白先生 王二造反之后 立即带着几百个反贼 躲进了附近的山中 巡捡程序率兵去缉拿 在山里转了几天 却连王二的影子也摸不着 三十二 白先生常叹道 他这么一闹 成了个坏榜样 各地相继暴乱 许多交不起税的农民 学着王二的样子 反了 那巡捡程序手下 只有一百来个冰丁 又不会分身术 哪里管得了这许多地方的农民 一起造反 他一天到晚疲于奔命 按下东边的乱民 西边又起 按下西边的乱民 东边又起 据说他最近经常在感叹 他累得看见了太奶奶向他招手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禁扑的一声 差点笑出声来 程序就是上次被我放女鬼笑声下 跑得无关吧 原来最近这些天 他在到处打地数 三十二 我这些日子躲在小村子里 消息闭塞 倒是不知此事 乱民造反 成巡捡兵力不济 理应尚书朝廷 请大军来镇压吧 白先生哭笑不得地道 尚书了呀 好多官员 乡绅 士族 纷纷联名尚书 连我都去签了个名 但是陕西巡抚胡亭宴 年老昏代 害怕这事情 被上面知道了治他的罪 极力隐瞒此事 哪里愿意上报 把尚书求援的人 全部仗打二十 赶出了巡抚衙门 还说什么此籍蒙眼 略至明春自定乙 你听这说的人话吗 三十二将住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旁边高出五好奇地问道 略至明春自定乙 这句话我没有听懂 白先生瞥了高出五一眼 见是个浓眉大眼的年轻农民 不想理会 但三十二却低声道 这句话的意思是 让反贼们随便抢 抢到明年开春 他们自然就不抢了 该回家种庄稼去了 高出五 旁边的村民们 所有人瞬间无言 过了好几秒 高出五大怒 那我现在提把刀出去 见人就抢 也不会有人管我罗 我抢到明春 回来种庄稼 又是一个良民 没人答他 但是三十二和白先生 那沉重的表情 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高出五 我他妈的也反了算了 高一叶啪的给了高出五一巴掌 出五哥 醒醒 你气坏脑子了吗 高出五 被圣女抽了一巴掌 高出五这下冷静下来了 高家村的人不需要出去抢 他们有天尊庇护 而且 天尊不喜欢别人烧杀抢掠 他老人家对待贼人的态度 那可是一巴掌一个 全部拍成肉饼的 要是自己变成了贼 说不定就是下一个肉饼 白先生黑着一脸道 巡抚大人不管事 不上报 不派兵 这事情很快传开 那些反贼之道之后 更加嚣张 规模也越来越大 短短半个月间 就有好几只流寇作乱 动辄几百人 上千人的规模 横行十里八乡 愿意加入他们的 就全都裹挟着一起 不愿意地就杀个干净 抢走财物 众人 大伙说到这里 城外的那群山贼 突然鼓噪起来 不一会儿 山贼堆里钻出来一个人 仰着脖子 对着高家村大声喊叫道 这是哪个有钱人见的城池 让他出来说话 村民们的眼光 都转向高一夜 高一夜见状 正打算出来 三十二却挡住了他 高姑娘 您可是圣女 和这群人说话 辱没了您的身份 而辱没了您 就是辱没了天尊 可不敢这样 有什么话让我去说 您只削转续天尊的命令就好 高一夜便不说话了 安静站着 三十二站到了最前面 大声道 何妨刁民 犯我高家村 还不快滚 他做了多年师爷 在面对普通老百姓的时候 自有一股气势 那群贼人也不认识三十二 还以为他就是见这个城的 富家士绅 便大声吼道 你就是这里的画室人吧 很好 限你半个时辰之内 交出食食粮食 我们便饶你狗命 否则我债全数好汉齐来 管叫你这小小城池 和白家宝一样 土崩瓦解 李道玄听得乐 这伙人并没有直接杀过来 而是采取威胁谈判的态度 说明他们已经怕了这道城墙 他们知道 要攻破这种两丈高的城墙 会很困难 会有大量的伤亡 甚至有攻不下来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就不直接攻了 企图用恐吓的手段 直接获取粮食 这就是所谓的拳头大 别人就会和你讲道理 高家村的大城墙 把从不讲道理的贼人 变成了讲道理的贼人 32转向了白先生 他们人真的很多 白先生 很多 数百上千 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 反正攻过来的时候 铺天盖地 我的白家宝完全挡不住 32 白先生觉得如何 我们该是挤粮还是手 白先生冷了冷 看了看外面 又转头 看了看高家村这边 高大的城墙 让他有点小小惺惺 但是守在城墙上的村民们 感觉不怎么行啊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们没什么战斗经验 还不如自己 那几十个家丁 想了几秒 他低声道 如果你们不缺粮 给他食弹 消灾了事 此为上策 等这阵风头过了之后 在下送你们二十袋粮食 算是我白家的谢礼 你也知道 君子六义中 理这一义 我可是很讲究的 32却不答复他 转头看向了高一叶 眼神明显露出征询的味道 白先生微微一棱 咦 三师爷不是这里的画室人 这个姑娘才是 她究竟是何方神圣 高一叶侧耳听了听 扬声道 天尊说 怕他们的锤子 众人 三夫人在旁边抹了一把汗 低声道 圣女 您代表天尊说话 这潜词造句 需得雅致一点 高一叶 天尊大人 原话就是这样说的 怕他们的锤子 三夫人 诡异地僵硬 数秒之后 高初五突然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天尊都发话了 还怕他们的锤子 郑大牛也大笑 对对对 怕他们的锤子 两位铁匠举起了大锤 怕他们的锤子 村民们扑通扑通跪下 对着天空拜了一拜 齐声大叫 怕他们个锤子 上百人一起喊出同样的话 那声音就很响亮了 震得外面的山贼们 齐齐猛逼 这村子什么情况 给脸不要 敬礼不吃 要吃罚酒 白先生更是整个人都梦了 这是 怎么了 你们这村子 怎么有点不对劲 白先生看到村民们 狂热的举动 心里有点虚 结合刚才看到三师爷的表现 他马上就明白过来 邪教 这明显是邪教的做派啊 这少女应该是邪教的圣女 就好似白莲圣女一般 而他们嘴中的那个天尊和无声老母本质上没有区别 大明朝数百年来 一直都在狠狠地打击白莲教 从未有停止过 白先生作为一个君子 经言君子六亿 当然不会喜欢邪教 他一把拉住三十二 低声道 这村子搞邪教的 你居然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三十二 尊崇邪神的才是邪教 若是善神 不可称之为邪教 白先生 你听听他们喊的什么 怕他们的锤子 这样的口号 这不是邪教 又是什么 三十二 可 那是因为天尊 不拘一格 白先生 疯了 都疯了 三十二黑黑一笑 白先生 其实我懂你 我刚来这个村时 也和你一般想法 直到我亲眼看到了 天尊施法 白先生斜眼 邪教骗人都是这一套 总会有个圣女 或者神婆 能看到邪神施法 别的人则看不到 则 三十二 但是 天尊施法 刚当你也看到了 白先生头顶上 缓缓地跳出一个 巨大的问号 我何时看到 三十二指了指城外 刚才城外突然扬起杀风 帮助你家的家丁和店户 逃入高家村 但你可有感觉到狂风扑面 这句话一出口 白先生顿时棱住 刚才狼狈逃命 没有细想 现在回想 才发现诡异之处 城外杀风大作 但自己 站在数百米外 却感觉不到有风拍面 这事 真的是透着诡异之气啊 三十二 那风 就是天尊在施法 白先生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信 这时候 村外那群山贼 暂时按兵不动了 他们听到高家村人 齐声呐喊的声音 就知道这村子决定抵抗了 既然如此 那就撕破脸了呗 派两个跑腿回去通知老大 准备来攻打高家村 剩下的人就在外面坐着 冷眼看着眼前的高墙 而城里的村民们 则开始紧张起来 这些村民都没有什么战斗经验 碰上这事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看向三十二 后者也一样不会 只能摇头 一群人就只好去看高一夜 高一夜却贪手道 天尊叫我们先 自己准备准备 他有别的事要去忙一会儿 众人 三十二一把就抓住了白先生的胳膊 白先生 看来要靠你来指挥了 你是白家宝的团练教习 你是会打仗的 白先生哭笑不得 我可是打输了 被碾到这里的 三十二 所谓痴疑欠掌一致 你肯定比我们强 白先生仔细一想 罢了 我来吧 贼寇现在派人去搬救兵 而对方的主力部队 正在白家宝 抢掠自家的财物 那么一来一回 起码要四个时辰 贼寇最快也要傍晚十分才能到 时间还来得及 白先生首先清点人数 高家村里有150人左右 扣掉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 还有70人 而刚才跟着自己逃进高家村的家丁 还有十几人 店户六十余人 家丁全是能打的 店户里扣除老弱妇孺之后 能占的也有24人 把能占的全部加到一起 一百人出头 一百余人 靠着高家村这高达两丈的城墙 有生机 白先生精神一震 挥手指挥道 有力气的男子 动手搬石头 将村里所有的大石头小石头 都往城墙这边搬 大点的石头 用来顶在城门后方 堵死城门洞 让山贼就算破坏了木门 也无法冲进城里来 中小块的石头 用来砸那些爬城的敌人 尤其是城门上方 多堆点中型石头 如果对方想要强行来冲击城门洞 就扔石头下去砸死他们 石头若是不够 就拆石屋 他眼光在村里一扫 整个村子里 全是破烂茅草屋 只有一个建筑用上了石料 顶经一看 那建筑简直就是村子里的显眼包 道玄天尊洞 还崭新的呢 他正想说 可以拆这个 旁边的三十二抢先开口道 这可拆不得 你若想拆它 死无葬身之地 白先生冷了冷 心想 看来全村邪教徒 都要护着这个庙 我这外来人还是别闹了 实实物为俊杰 他又大声问道 村子有油吗 若是有油 可以将之主废 带贼寇爬城之时 滚油当头临下 这话刚说出去 就有点后悔 只看一眼这村子的房舍 就知道此村极穷 茅草该的破房子 衣衫蓝履的村民 沿着城墙内侧 还摆开几个窝棚 甚至许多人连窝棚都没有 是在地上铺干草 席地儿睡的 这种穷村子 哪里找油去 看来只能用烧开水来代替 但开水的效果 远不如油 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三十二大声吩咐道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十几个宿具仓库 把那一大盆油搬出来 准备过碗瓢盆 让富人们酱油烧滚 那几个被点到名的村民 应了一声 跑进一个破房子里 不一会儿就抬出来一大盆油 这个盆子 其实是一个矿泉水瓶盖 但放进箱子之后 变成了一个直径 接近一丈的巨大水盆 此时里面的油不到一半 不然十来个村民 还真搬不动它 这巨大一盆油 光当一声摆在了白先生的面前 看得他整个人都梦了一梦 这么多油 好像 这全是上好的菜籽油吧 这大汉年间 高家村如此富裕的吗 三十二黑黑笑 天尊恩赐的神物 够得你吃惊了 别发呆了 还有什么守成手段 速速拿出来 白先生赶紧一醒 现在要争分夺秒 确实不是玩震惊的时候 他赶紧把那一百多个 能站的人领上城墙 一队一队 手把手地给他们指定防御区域 讲解一会儿 山贼如果从这里攻过来要如何 从那边攻过来要如何 如果山贼攻上城头了 又该如何 拟定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对策 而与此同时 李道玄却已经下了楼 站在一个小孩子的玩具店里 对着柜台上一排排的小玩具 筛选过去 玩具店里 各种玩具武器琳琅满目 但是李道玄一排排看过去 几乎一个能用的都没有 小孩子用的玩具枪 是没法用的 这玩意儿 放进箱子 就长几百米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把披荆枪 也有十厘米长 这玩意儿 放进箱子变成二十米 也不是小人们能用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 什么能用的现代武器 那他就只能把牙签剖戏 再掰断成一厘米左右的短节 放进箱子里 给小人们荡枪用 但是 村民们没有吸过武艺 没有训练过阵法 就算有长枪在手 依旧是战武渣 必须有投射型的武器 才能帮助他们 安全地对抗敌人 投射型 投射型 李道玄突然双眼一亮 玩具店最角落 不起眼的货架上 居然有一盒微型塑料投尸机 请看断屏里的图 它只有三厘米的边长 做工非常简陋 全塑料结构 机阔也做得极简单 完全就是利用塑料的韧性 来制成的投尸机 小孩子用手指将投币压下来 手一松 塑料的回弹力 就会让投币弹起来 李道玄乐了 好玩好玩 我小时候怎么没见过 这么有趣的小玩具呢 干脆就一整盒都端了起来 走到收银台 老板 这投射机多少钱 老板瞥了一眼 一块钱一个 李道玄不禁土个槽 就这点塑料 这做工 你也卖一块钱 老板 那你整盒拿走呗 五十个 我只收你二十五块钱 李道玄拿出手机 扫码 付款 回到家里 刚坐到造景箱前面 就见到高家村里 正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 所有小人都在卖里的干活 女性小人们分成了两批 一批在煮饭 要给男人们吃顿饱饭 再上战场 另一批则在烧油 两毫米直径的小锅里 菜籽油正在翻滚着呢 男性小人们 则在做着下力气的活 他们把修建道玄天尊洞 多余的食料和木料 搬向城墙边 用来当滚木雷石 城墙上还有一群小人 在认真的听白先生讲话 李道玄把耳朵竖起来听 拿枪要这样拿 手掌稳 下面有贼寇爬上来 你就这样 捅下去 好玩 还有一群老人和孩子 正在刚刚建成的 道玄天尊洞里 跪在圣像之前 忠心祷告 祈求天尊保佑 所有人平安 不要受伤 这箱子中的热闹 正是李道玄喜欢看的 暗自庆幸 自己没有伸手 把山贼拳拍死 不然就没有 这么可乐的事情 可看了 好了 该给他们一点 小小的帮助了 李道玄开口道 高一夜 叫大家准备好 我要送武器下来了 高一夜文言一阵 大喜 赶紧大声宣布 大家注意了 天尊要赐给我们武器了 此话一出 高家村原本的一百多号人 全都肃然起来 本来还在听白先生讲 怎么守城的一群年轻人 全都不听了 抬起头来 脸上露出仰慕的表情 白先生好生气呢 我教你们这些家伙怎么打仗 你们应该对我恭恭敬敬才是 听着听着 突然转头看天上去了 岂有此理 那邪教妖女还说什么 天尊要赐武器 骗人的玩意儿吧 一会儿装神弄鬼表演一番 跳跳大神 然后就从仓库里 爆出一堆生锈的破刀破剑 给大家发一发 却说成是邪神赐的 像这种把戏 白先生耳朵都听起剪子了 他正想到这里 就听到身边的高处大声叫道 来了来了 快看 下来了 拜见天尊 高家村的原住民 扑通扑通 一个接一个地向地上跪 白先生带来的一伙人 却傻乎乎地 不知道什么情况 白先生定睛向天上一看 终于看到了 头顶上不知道何时出现了一片矮云 离地仅仅只有70丈左右的高度 云层中有一个庞然大雾 正在缓缓降落下来 绿色的 方方正正的 带着个巨大的勺子 白先生一时半会 居然认不出这什么东西 不 这是什么东西都不重要了 关键问题是 他怎么从云层中缓缓落下来的 怎么做到的 莫非 真是天上的神仙赐下来的 整个人都看待 那庞然大雾缓缓落地之后 放稳了 白先生这时候才看清楚 他的主体长两丈 宽两丈 方方正正 而上面那个勺子 装在一个长臂上 由基阔固定 头 头是剑 白先生大吃一惊 这是一个模样古怪的头石鸡 他能一眼认出头石鸡 别的人可不能 高家村的村民们 白家宝的店户们 还傻乎乎地发冷呢 完全不明白 天尊赐了个什么玩意儿给他们 高一叶扯开了嗓子 大声道 大家听好了 天尊赐给咱们的这玩意儿 名叫头石鸡 先将石头放进头壁上的勺子里 然后搬动旁边那个基阔 他就会将石头投出去了 众人 高一叶大声道 李大 天尊令你拿着铁锤过来 站到那基阔旁边 一会儿我让敲 你就抡起锤子 用力敲那个基阔 李大赶紧应了一声 拧着大铁锤 站到了头石鸡旁边 李道玄轻轻捡起一块石头 放进了头石鸡的勺子里 那石头对他来说小得可爱 像磕六味地黄丸 但村民们眼中看到的 却是一块大石头 凭空悬浮起来 飞进了勺子里面 众人 哇 白先生 刚刚还在满脑子鄙视邪叫的他 现在已经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高一夜大声道 敲 李大使出全身力气 轮起手里的大铁锤 碰的一声 敲在了基阔上 头石鸡的基阔松开 巨大的头壁 呼的一声震了起来 装在勺子里的巨石飞起 划过长空 声势骇然 从村子这一头 飞到了另一头 砸落地面 轰的一声 飞沙走石 惊心动魄 村民们愣了一愣之后 起身欢呼 太厉害了 仙家法宝 仙家法宝 白先生啼笑皆非 一群没见识的傻子 战场上的头石鸡 就是这般威力 嘴里这样说 他却看了一眼天空 心中生起了敬畏之情 天上这朵云里 确实有仙人 这头石鸡模样古怪 搞不好真是仙家法宝 白先生是真的被惊到了 就和三十二第一次进村一样 他本来不信什么道玄天尊 还以为是个和无声老母一样的货色 但现在开始信了 说到底 古人就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无神论者 只要一点点神迹显现出来 就能让一个古人信仰动摇 这时候 高初五 郑大牛等人 都围到了头石鸡边 对着那个头臂 已经竖起来的头石鸡 议论纷纷 高初五憨憨地道 这东西投了一次 大勺子就立起来了 似乎没法用了吧 李大作为官方工匠 见过的机器最多 一眼就看出问题关键 要把大勺子按下来 让他卡在这个机阔里 才能再用第二次 怎么将他弄下来 这不废话吗 高初五 你爬树厉害 你先爬上去 把神神捆在勺子的脖子那 然后咱们几个人一起用力拉 将他拉下来 就能卡住机阔了 好办法 高初五像得猴子似的 沿着头臂爬了上去 这头臂竖起来的时候 接近两丈多高 对他来说 也就是一棵大树罢了 三下五除二 就爬到了勺子处 将制造城门时 剩下的神神捆在上面 然后滑了下来 数个村民拉住绳子 像拔河一般 一起发力 嗨呦 嗨呦 一 二 三 喊起耗子 一起扯绳子 还真把那头臂给拉下来了 李大和高一一两个铁匠一起发力 用锤子用力一砸 咣当 头臂重新卡在了机阔上 成功了 村民们欢呼起来 我们学会怎么用仙家兵器了 白先生从震惊中醒了过来 现在不论是嘴里还是心里 都不骂什么邪叫不邪叫了 对村民们挥了挥手道 多来点人 大家一起发力 把这个投尸机 推到城门后面的空地上 瞄准城外 等山贼杀过来时 咱们就投石头出去 砸死他们 村民们欢呼 好脸 一大群人跑过来推 李道玄还在担心 他们推不动呢 却见村民们找来了壁粗的树枝 一排排摆在地上 就成了滚轮 先将投尸机推到树枝上 便能很轻松地推走了 好吧 这些村民虽然没读过书 没见识 但他们在干力气活的时候 经验丰富得很呢 无需李道玄干预 甚至比李道玄专业 见到村民们推投石机 白先生心里则在想 仙家 投石机虽然好用 但只有一台的话 感觉不是很够啊 念头刚起 高一夜大声道 天尊说 既然大家已经学会了怎么用了 那就再次给我们几台 城墙后面那几个人 让一让 白先生猛地一惊 赶紧转头过去看 城墙后面的村民们 向着四面散开 天空中又降下来 一台投石机 这次直接就帮他们摆好了位置 落地激起一棚尘土 接着又一台 又一台 再一台 一转眼的功夫 城墙后面排了一排 足足二十台投石机 颜色还各不相同 有绿色的 有蓝色的 有灰色的 还有红色的 五彩斑斓 就像那不正经的城墙颜色一样 花里胡哨 白先生 此等奇景 当真是让他开了眼界 他看到这些投石机五彩的颜色之后 马上就明白了 高家村这莫名其妙的大城墙 看来也是神仙次的 所以一脉相承的五颜六色 才智古怪 这时候 村民们又习惯性地开始跪了 高家村的村民 哗啦啦跪下了一片 对着天空膜拜 拜谢天尊 白先生转头一看 才发现自家的店户们 也跪了一片 跟着高家村的人一起 对天空大喊 拜谢天尊 就连那十几个家丁 现在也是膝盖打闪 看看就快要跪下去了 白先生正发猛呢 三十二拉拉拉他的衣袖 白先生 现在多了二十台投尸机 需有人操控 你得重新安排一下了 啊 白先生这才脑门一醒 将头顶上飘出来的惊叹号 塞回脑子里 振作起精神来 大声指挥道 那辆铁匠 一会儿战斗刚开始时 你们就不要上城墙了 留在城墙后面 守着这些投尸机 我喊你们砸 你们就用锤子 用力敲下投尸机的机框 李大和高一一赶紧应了一声 白先生皱起眉头响了一会儿 伸手指了指村子里的一群老人和女人 你们几个加入铁匠这一组 负责给投尸机的大勺子里 重新放石头 老人和女人有点猛 他们可是老弱妇孺呀 哪来的力气干这活 白先生指着绑在投尸机上 那一根绳绳 虽然你们没什么力气 但合在一起 拉动这根绳子 应该还是可以将它拉下来的 再搬一块小点的石头 放进勺子里就可以了 那群老人和女人 赶紧去试了一下 别说 只要拉绳的人数够多 还真行 李大和高一一两人 看了一眼自己新的站位 又抬头看了一眼 站在城墙上 战斗第一线的高初五和正大牛 两人干脆 把身上的两当甲给扒了下来 大声招呼 初五 大牛 你们过来 这两套两当甲 给你们穿 两个年轻人也不客气 乐呵呵地劈起了两当甲 他们本就年轻力壮 身材高大 现在劈上甲 看起来真有点威武 白先生在旁边瞅着 心里直犯嘀咕 私藏铁甲 是杀头大罪呀 不过 转念想了想 攻打白家宝的贼军 那又是什么罪 根本没人管 巡抚大人亲口说的略自明春自定 高家村这两幅铁甲 就算被巡抚大人知道了 估计也就一句 村民驻甲鸡贼 待明春贼寇自定 驻甲之事急定 时间滴答滴答就流逝了 傍晚 夕阳西下 太阳在天空中打醉拳 步伐凌乱 随时有可能摔下地平线 李道玄的外卖送到了 鱼香肉丝盖饭 而且又有附赠三百毫升的小可乐 他一口饭一口可乐 嗨得不行 高家村里的小人们 却突然吵闹了起来 闹哄哄的声音 从箱子里飘了出来 李道玄向着箱子里一看 贼军主力来了 贼军的主力部队 来了 好多 好多啊 高家村的哨兵 率先惊叫起来 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一个小村庄 从来没出去见过世面的村民来说 一千人走在一起的画面 实在太过震撼 但李道玄瞥了一眼 一般班吧 就和高中运动会时 三十个班的学生 排列整齐出席运动会开幕式的规模差不多 而且这些山贼的组织纪律 比高中生可差得远了 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对立可言 也缺乏统一的号令 就是一大群乱七八糟的家伙 凑在一块乱跑 经过主席台时 也没有喊一声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他们的身体素质 也明显不如现代高中生 毕竟旱灾呢 这伙人也没怎么吃过饱饭 各个面黄鸡兽 营养不良 和高家村这伙 连续大半个月来 天天有米有面 有有有肉有菜的村民比起来 身体强度不在一个位面上 但是 他们有一样是高家村里的人比不上的 那就是气势 他们是山贼 是强盗 他们已经抢劫过数个村庄 杀了不少人 甚至攻破了十里八乡文明的白家堡 他们已经有了战斗经验 有了自信 有了把一个活生生的敌人 砍死的凶狠劲 就算自己溅了一身鲜血 也不会恶心反胃呕吐 就算欺辱妇女 烹食婴儿 也不会内心愧疚的铁石心肠 而这些东西 在战场上 是能提高战斗力的 高家村民们 没有这些东西 看到近千名敌人靠近 从没打过仗的村民们 吓得瑟瑟发抖 哪怕有三十二和高一夜 不停的安慰 大家别怕 我们有天尊保佑 村民们也依旧抖个不停 贼军在离城百米外站定 一个提着鬼头大刀 看脸 就是坏人的家伙站了出来 大声吼道 老子名叫吴上名王 高家村的闷耸们 听说你们仗着有个高墙 就给脸不要脸 本来交出食食粮食 我就可以放过 你们这破村子 但是现在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城破之时 管叫你高家村鸡犬不留 是你北的 一千多贼军 把他的话齐声吼了一遍 声震四眼 村民们 三十二这时候 也开始怂了 身子有点轻微颤抖 白先生却冷笑了一声 一群蠢货 开战前说这种话 不就是在告诉高家村民 你们一定要拼命抵抗吗 果然 山贼就是山贼 连攻心都不会 要打这样的高城 须得先许诺好处 放软化诱惑村民 开城投降叛变才对 三十二 能吓到我们 也是一样有用啊 我现在就感觉到 胆战心惊 白先生没好气地道 不要为了点这事就吓到 三十二 我可是文人 白先生音量放大三分 我也是 算了 我和你吼个什么劲 他转向旁边 大声道 两位铁匠 我喊杂 你们就杂 李大和高一一 大声应道 好的 白先生又对着城墙上吼道 白家子弟 你们打第一波 白家那十几名家丁 大声应道 遵命 白先生 高出五 正大牛 你们第二波顶上 两个壮士的年轻人一起应道 遵命 白先生大吼 所有人都知道该做什么了吧 知道 知道 好像 知道 一群人大声 一群人大声回应 有的声音坚定 有的声音却迟疑 这一百个能守成的轻壮 训练程序不一 勇气程度也不一 其混乱程度 不比外面的贼军墙多少 李道玄这时候 已经搬好了小板凳 端着自己的盖饭 拿好了放大镜 坐在造景箱外 准备好看一场古代战争大戏了 城外的贼囚 无上名王将手一挥 大声道 冲 他旁边的二当家 有点小尴尬地问道 这么高的城墙 冲哪里啊 哪都冲不上去吧 无上名王怒 叫你们准备的梯子呢 一会儿搭到城墙边 爬上去 我们就赢了 哦 还有削尖了的大木头呢 无上名王怒道 撞开他们的破木板门 冲进去 我们就赢了 哦 无上名王 一千多人打一百多 怎么说 还等啥 给我冲呀 就像打白甲宝一样 我们一冲就赢了 他手里鬼头刀一挥 大群贼军齐声呐喊 挥舞着各种乱 七八糟的武器 扛着临时制造的 撞成木合云梯 对着高家村 冲杀了过来 他们这一冲 高家村民就更怕了 全都耸成了一团 高一夜也害怕 站在城墙上 脚都有点闪 但他想到 三夫人上次 对他说过的一句话 你的仪态越是端庄 别人就会越尊敬天尊 虽然害怕 却咬着牙一动不动 尽量让自己 看起来淡定一点 就在这时候 高家村上空 想起了白先生的嘶吼 两个铁匠 敲 站在城墙后面的李大 高一一两人 因为城墙挡着的关系 并没有看到贼军们 齐声呐喊冲锋的画面 他们两人倒是没觉得害怕 手脚也不抖 拿着铁锤的双手 还有立着呢 一听到白先生的喊声 两人同时抡起了大锤 对着身前的投石机机阔 狠狠地砸了下去 大锤与机阔相撞 发出沉闷的声音 两台塑料投石机 猛地一振臂 将两颗巨大的石头 抛了起来 石头首先从城墙上空飞过 滑破空气 发出呼呼的风声 站在城墙上的高出五等人 不禁抬起头来 看着头顶上空飞过的大石 然后一群人的眼光 便追着那两块石头 一起飞出城去 目送你离开 有无限感慨 哄 大石头落在了贼军之中 瞬间将正面击中的贼人砸扁 两块石头去世不停 还在继续向前翻滚 滚动的路上见人杀人 见鬼杀鬼 在人丛中离出了两条血路 贼军大滑 我的妈 张三就在我面前 被砸成了肉酱 哇哇哇哇 我的脸上全是血 贼你妈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飞出来的大石头 贼军瞬间大乱 然而 投石机还有十八台呢 两个铁匠又换到了下面两台投石机前 抡起大锤 狠狠砸下 又是两块巨石飞起 又一次越过城墙 这一次扬起头来看 巨石滑空的人更多了 哄 哄 两块大石头再次落入贼军阵中 砸得一片鬼哭狼嚎 贼军冲锋之势 为之一缓 不少人心声退役 村民们看到这一幕 一下子胆气就上来了 不少人刚刚还吓得瑟瑟发抖呢 现在手不抖了 心不慌了 扯开嗓子就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豪爽 砸死这帮子刮耸 继续 李大 高一一 继续啊 不用他们喊 李大和高一一早 已经跑到下面两台投尸机前 又一次轮起了大锤 城头上驻守的村民 连同白家的家丁们 都忍不住回过头来 看两个铁匠 白先生大怒 你们在看哪里 眼睛看着城外 弓箭手 准备放箭了 他这一吼 才把村民们的注意力拉了回来 转头 向城墙外一看 乖乖不得了 一群最彪悍的贼人 冲得离城墙 只有十来步的距离了 放箭 放箭 白先生撕心裂肺地大叫 白家的家丁反应最快 转眼就拉开了弓 四五只箭矢飞了出去 扑扑扑 射中几个贼人 李道玄 鼓掌 好剑法 不过 他马上就发现 中了剑的贼人并没有倒下 还在继续向前冲 电视里演的一个人 中剑立即就死 那都是瞎掰 真实的情况是 三剑不如一刀 三刀不如一枪 剑的威力 简直是来搞笑的 村民们的轻功 就只能给贼兵身上 添一个小小的血窟窿罢了 数名山贼也拉开了弓 对着城墙还击 刷刷刷 几十只有气无力的箭矢飞起 李道玄本来打定主意旁观的 但是看到山贼射箭 又忍不住了 我的村民小人们 还没几副甲呢 身上被射个血窟窿多痛 护短之心发作 忍不住就伸出去手 在村民们身前一挡 贼兵的箭矢射 射在了他的手掌上 被他变厚了200倍的皮肤弹落 PS 小之时 人类手掌和脚掌皮肤最后 可达三至四毫米 变厚200倍之后 就是60至80厘米的超级厚皮 巨手帮村民挡剑的画面 只有高一夜看得到 山贼们却以为自己的箭矢 是被城墙挡住的 根本不知道 村民们已经开启了金手指 抱住了粗大腿 正在疯狂作弊 头顶上又有两块巨石飞过 后面的贼兵 又一次被砸得抱头鼠窜 但最前面的汉贼 已经冲到了城墙下了 数名贼兵一起发力 将一个长长的云梯 对着城墙搭了过来 白先生大吼 扔石头 倒滚油 白家家丁 立即抱起事先准备好的石头 对着城墙下乱砸 这石头的威力 就比弓箭强多了 砸中一个脑袋瓜子 就开花一个 城墙下的汉贼 被砸得惨不堪言 后面早已经组织好的村妇们 勾搂着腰 踢桌装满了滚油的油壶 爬上城墙 将油壶递给家丁 家丁们接过油壶 对着下面就一阵乱泼 泼完 把空壶往身后一摆 村妇们赶紧又拿着油壶 撤下城墙去 墙后面大锅小锅架着 正拼命地烧滚油呢 村妇回到锅边 又满满地装上一壶 然后再次送上城墙去 这可是上好的菜籽油 这样拿去泼人 村妇心里颇为心疼 每送一壶上去 都像被小刀刮着心 几个回合一打 原本怂怂的普通村民们 现在也终于定下神了 喊沙声在身边响起 天空中巨石飞过 他们原本抖呀抖的手脚 不知道为啥 慢慢地有了力气 高处一个箭步 就串到了城墙边 抱起一块大石头 用力砸了下去 我来也 郑大妞 我也来 身后几十个村民一涌而上 我们也来帮忙了 原本十几个家丁兵 在那里瞎打 威力明显不足 但村民们一跟上 情况马上就变了 大石头小石头 大胡油小胡油 对着城墙下疯狂乱砸 第一批冲到城墙边的汉贼 马上就被打得溃不成军 抬着撞成木 过来打算强行开门的那一队人 被砸得连撞成木都不要了 丢下木头 抱头鼠窜 但是扛云梯的贼兵还在 他们并没有直接来到城墙下 而是在离城墙数米外 开始竖起云梯 在这种距离下 头石鸡打不到他们 落石砸不到他们 滚油也扑不到他们 还真让他们把云梯给竖了起来 然后向前一轻 光当一声 粗竹子扎成的云梯 搭在了城墙边上 好几个村民立即跑过去 想要推倒云梯 白先生大吼 别去推 那东西推得洞才怪了 拿长枪的靠近过去 准备捅翻云梯爬上来的人 他在开战之前 给这些村民们讲了无数遍 应付各种情况该怎么办 但实际上一打起来 这些家伙全都抛到了脑后 没几个按他说的做 气得白先生跳来跳去 不停地骂人 好在地形优势极大 贼军也一样 没什么组织纪律 都是瞎搞一气的 一阵混乱中 一个汉贼顺着云梯爬了上来 一只手抓着梯子 另一只手拿着一把柴刀 刷刷乱挥 但那柴刀才多点长 村民提起一把削尖了头部的长竹枪 对着那汉贼一枪捅下去 那人就惨叫一声 从两丈高处跌落 后背落地 发出彭的一声闷响 枪伤加上摔伤 这货眼看是不能活了 但是 下一个爬上来的贼兵 就有点不对劲了 这人牛高马上大 身上居然还裹了一块厚牛皮 村民提起竹枪 一枪捅过去 那人居然连躲都懒得躲 肖剑的竹子捅在那人胸口 根本捅不穿那厚牛皮 村民手上的力量也不够 竹毛一捅之力 居然没能把那人从云梯上顶翻下去 他一只手抓着梯子 另一只手的坡刀挥起 咔嚓一声 就将竹毛斩断 村民吓了一大跳 赶紧后退 那人刷的一下跳上了城墙来 哈哈大笑 老子外号一把刀 你们给老子记清楚了 今儿个把你们全部杀的金光 眼前人影晃动 有几个村民对着他杀过来了 一把刀一点也不虚 他裹着厚牛皮 等险武器根本伤不了他 打一群村民 根本不带怕的 昨天攻打白家宝时 一个人就砍翻了五个家丁 就有这么猛 他对着迎头冲过来的第一个村民 一刀就剁了过去 真 这一刀明明砍在了对方胸口 却发出了金属交击之声 一把刀大吃一惊 铁甲 来人正是正大牛 他根本不会武艺 对方一刀砍过来 他硬是没来的急闪 被端端正正地砍中了胸口 但他穿着高衣衣给他的两当甲 整个前胸都是一块大铁板 坡刀砍在大铁板上的结果 那当然是 哇 吓老子一跳 正大牛被这一刀吓坏了 但当他发现自己毫发无伤时 嘴巴又咧了开来 傻笑 一把刀挥起了刀 又斩向正大牛的脖子 你他妈的脖子 总没有铁甲护着了吧 但他一刀斩住 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自己的刀在半空中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 动弹不得 咦 咦咦 为啥 明明半空中啥也没有 什么东西 抓住了我的刀 抓住他刀的 当然是李道玄了 天心天尊 自家小人的命 比别家小人的命 珍贵一万倍 何况正大牛为他的微雕收入 做出了汗马功劳 这个小人是绝不能让别人伤到的 看到一把刀砍正大牛脖子 李道玄便伸出两根手指 在半空中一钳 将他的刀钳住了 一把刀发力 想把刀收回来 但并没有什么卵用 远处的高一夜大声道 郑大牛 天尊帮你定住了敌人的刀 你还在傻笑什么 郑大牛 哎 哎哎哎 他猛地一醒 挥起自己的斧头 他抡斧头的功夫 可是练过的 最近这些天 天天在山坡上砍树 把木头拖回来 给两位雕塑师用来雕刻各种木像 然后就能得到天尊的恩赏 一大盆肥宅快乐水 报应之下 短短十几天 这货长胖了不少 他一斧头横扫之威 百年老树都要下的 把根从地里拔出来 撒腿逃跑 一把刀身上裹的那块厚皮甲 哪里够斧头砍 破 一声闷响 一把刀感觉到自己的胸腹间 传来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夫人将他的厚牛皮 切开一个大口子 鲜血从里面鼓鼓而出 他不敢置信地抬起头来 看了天空一眼 仰天倒下 郑大牛举起斧头大吼 天尊保佑 旁边的村民 也不自禁地跟着大吼 天尊保佑 费军首领无上名王 现在开始 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他是领头的 当然冲得比较快 带着一群最彪悍的手下 冲在最前面 所以 大石头飞过来的时候 都落到了他的背后 没砸着他 他就不怕 到了城墙下之后 他也没跟着往城上爬 只是不断地挥手 督促自己最彪悍的 那几个汉贼往上冲 所以 石头 滚油 都没落到他头上 还是那句话 没砸着他 他就不怕 他继续挥着手里的鬼头大刀 吆喝着 督促身边的人爬云梯 杀上城墙 但是指挥着指挥着 就发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咦 我一千两百大军呢 无上名王转头过去一看 身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大军 只有稀稀拉拉几十个人了 原来 投石机投出的巨石 连续不停地砸在他身后的贼军阵中 第一波一共砸了二十块大石头 这些石头连续不断地落下 直接就把贼军们的士气给打崩了 后面的贼军 根本就不愿意再向前冲 反而是退得离城墙越来越远 最后干脆四散而逃 跑得没了影 这样一来 最先一波冲到城墙下的贼军 就成了孤军了 被石头砸翻一个就少一个 被滚油 烫爬又少一个 爬上云梯被捅下来 又少一个 而不是站在阵前 而不是站在阵后 身边又闹又吵又乱 所以 他根本就不知道 直到这时候 猛地一回头 才发现大事不妙 在这一刻 无上名王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守城方优势很大 毕竟 这辈子他也是第一次攻城呢 从评书相声里 学了一点点攻城扎个云梯 就能爬上去的知识 在实战时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布下的士气 也不是他一个土匪山贼 有能力掌控的 无上名王大吼一声 退 退退 撤退 说完 他撒腿就往后跑 他身边仅剩下的那几十个汉贼 也跟着他转身就跑 白先生将手一伸 大声道 拿弓来 旁边的家丁 立即给他递上一把猎弓 并且做好了大喊好剑法 拍自家老爷马屁的准备 只见白先生拈弓搭剑 瞄准无上名王的背心要害 然后右手一松 嗡的一声弓弦阵鸣之声 剑矢屈若惊鸿 刷 在距离无上名王半丈远的地方 飞了过去 准备喊好剑法的家丁 尬住了 旁边的人 白先生轻咳了一声 老脸微红 赶紧把弓往旁边的家丁手里一塞 拍了拍手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本老爷还是专心指挥吧 君子六亿的设这一意 滑掉滑掉 当然 他这小小的出丑 并不影响大局 贼军开始退去 城头上压力顿轻 村民们开始欢呼起来 我们赢了 挡住贼人了 高家村守下来了 安全了 天尊保佑 天尊保佑 白先生左右前后看了一圈 大声道 你们高兴个什么劲 走脱了贼囚 那无上名王肯定记恨我等 今后说不准什么时候 又回抽棱子 杀个回马枪 村民们齐齐一棱 仔细一想 咦 对啊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高家村民都是些良善之辈 怕是小民 还真不喜欢被贼子记恨着 那滋味可不怎么好受啊 躲在高家村城墙里还好 万一以后上山采药 去县城买东西 或者走个邻村什么的 半路上被这无上名王埋伏 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 就在这时候 他们突然听到了高一夜的声音 他伸手 背着无上名拜的背影一指 大叫道 各位看好了 天尊马上就要事先法 为我们根除后患了 村民们顿时大喜 白先生 突然 天空中风雷声动 似有什么庞然大雾 分开云层 急速降下 看不见的威压 使得城外的空地上 卷起一道狂暴的旋风 灰尘尘环形 向着周围扩散开来 接着 哄 一声巨响 地动山摇 正在向着远处奔逃的 无上名王 和他身边三丈之内的手下 全部变成了肉饼 他们站立之处的地面 凹陷了下去 凹出了一个巨大的手掌印 无上名王的肉饼 就躺在手掌印的中心 沙尘飞扬 无上名王的尸体 与巨大的手印 在沙尘中慢慢地越来越清晰 尤其是站在城墙上看 那画面当真是太过震撼 高家村最初的42个原住民 早就见过这一幕 但再次看到 依旧被震撼得不要不要的 扑通扑通 一转眼就跪了一地 然后就是新来的村民 白家的店户 白家的家丁 一个接一个的相继跪倒 以头抢地 白先生也被这一幕震住了 一直都保持着骄傲的他 这一刻受到的震动 甚至远超过那些 平凡普通的村民 他转头一看 三十二夫妻两人 居然也和普通村民们一样 乖乖地跪好了 所有人都在嘴里 喃喃地念叨着 天尊威武 就在这时候 白家那辆庄家郡的大马车 不连掀起 一个中年女子 带着个年轻男子 从马车上跳出来 正是白先生的夫人和儿子 他们两人一跳下马车 就果断地跪了下去 身子浮在地面上 衣服上沾满了泥沉 也毫不在意 白先生环顾四周 整个高家村里 就只有自己一人还站着 显得格格不入 白先生努力说服了自己一句 他不是邪神 也不是伪神 是真正的神仙 刚刚才显过灵 而且他的名字像是道教的 我跪拜一下道教神仙 也没什么关系的吧 这不算是加入了邪教 实际上 明朝文士 多以穿道袍为时尚 道教在所有人心中 都是正经教派 道教的神仙 当然是贵德的 这样说服一下自己之后 膝盖就没那么硬了 白先生也跟着跪了下去 天尊威武 李道玄在天空中 看着下面满村贵妇的小人 嘴角微翘 正打算叫他们起来 突然 他感觉到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每个小人的身上 都升起了一团隐隐的光点 就像萤火虫的光芒一样 虚旋于天空 然后 这些萤火虫光点 对着村子正中间的 道玄天尊洞 汇聚了过去 村子里150多号人 加上白先生 带来的100多号人 人数接近300 每人一枚光点 就是近300枚光点 他们先先后后 飞入道玄天尊洞 汇聚在了道观之中 接着 道观金光大放 就像在造景箱里 点亮了一个巨大的金灯 那些小人似乎看不到这股金光 他们连眼都没眨一下 但李道玄却被这道金光闪的眼睛眨了一眨 等他眨完眼 才惊讶地发现 箱子的边角上 多了五个按钮 上面分别写着 东 南 西 北 中 一股奇怪的感觉 从李道玄的心底里升起 就像在玩游戏的时候 突然领悟了一个关键性的操作 这五个按钮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作用吧 起来试试看 他对着东按钮点了下去 箱子里的村庄 似乎刷的一下 整体向箱子的左边移动了一点点 村子左边的视野 明显便少了一截 右边的视野 却明显多出来了一截 他再点了一下东按钮 防射和小人们刷的一下 似乎又向左移动了一点点 右边的视野 又多出来一截 他刷刷刷连点了几下北按钮 整个村子似乎向着南边移动了一点点 而村子北方视野扩大 出现一个小山坡 坡上还长着一片树林 全是树皮都被包光了的枯树 这就是上次郑大牛砍树的山坡 当时他还看不到 但现在能看到了 忘了的朋友 请看三十九章最后几段 视野可以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移动了 李道玄大喜 哈哈 视野终于变大了 原来如此 我懂了 我懂了 造神庙开局的玩法是正确的 以庙为中心 以信徒的数量来决定半径 形成我能看到的视野范围 本来一百多个信徒 还达不到开视野的最低要求 但现在多出来了一百多个 达到了开视野的条件 箱子上面就多出来了东南西北中五个按钮 让我可以靠着点击按钮 来看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视野范围 李道玄兴奋地对着北夷正乱按 但是很快 他就发现 按不动了 应该说是 按了没反应了 视野并不再向北方移动 视野向北移到极限了 点一下中 视野瞬间居中 回到道玄天尊洞上空 再把东南西北按了一个遍 拿尺子出来量了量 用一笔二百的比例进行换算 很快就计算出来 村子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各多了大约五百米左右的视野 提高的并不多 这当然是因为 信徒增加的不多 但这没关系 只要知道扩展视野的方法 就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今后只要想办法增加信徒 视野即可继续扩大 等等 如果我卡巴克利用规则漏洞 自己用手抓起道玄天尊洞 将他在视野边缘摆下来 是否就又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了呢 想到就是 李道玄伸手就抓向了自己的道观 然而并不能 那小小的道观 居然有一个奇异的保护罩 让他的手 无法将道观抓起来 李道玄在电脑上 打开一个记事本文件 将今天的发现 记录在了里面 一 箱子的视野中心是道玄天尊洞 而视野半径 由信徒的数量决定 二 视野可以用东南西北中 五个按钮来移动 但里面的物品和小人 与真实世界的比例 依旧保持着200比1 三 箱子有防漏洞机制 不允许我本人移动道观 记好这些 身个长长的懒腰 心中颇有些开心 再低头回去看箱子里面的高家村 就见到村民们正在忙碌 他们就和上次山贼进村一样 要开始收拾残局了 一群村民正在清理贼人的尸体 衣服当然是要扒下来 一块布也不能浪费 武器全部手脚瓜分 有些贼身上 还有点散碎铜钱 谁摸到就归谁 全凭一个运气 扒得赤条条的贼人尸体 抬出城去 山坡上挖个大坑 扔进去买好 由于李道玄的偏心帮忙 全村人都没吃什么亏 伤得最重的 居然是一个白家的家丁 他在踢着油壶向城下道的时候 不小心把滚油撒了一点出来 撒在了自己的腿上 现在腿上一块皮烫起了泡 痛得直哼哼 几个村民正在拿冷水给他冲 想帮他降降温 但是村民们并没有什么处理烫伤的药物 除了拿冷水冲一冲之外 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李道玄打开自己的抽屉 找到了一管强烈牌烧烫伤膏 挤出来比芝麻粒还小得一丢丢 递了下去 高一叶现在基本上是个大花瓶角色 站着保持端庄 啥也不能做 看到受伤的家丁腿上一片烫出来的大水泡 他也蛮想去帮忙 但是想到三夫人说的那句你越是端庄 别人对天尊也会越尊敬 他就不方便动了 他可不想丢了天尊的脸面 正纠结呢 天空中云层开出 天尊那张威严的脸出现了 一只巨手伸下来 递到了高一叶的面前 天尊又要给自己东西了 但是他定睛一看 齐了 天尊递下来的居然是一团颜色黄黄的 软绵绵的 黏乎乎的奇怪巫师 高一叶 哎 这是什么好吃的 李道玄啼笑皆非 又吃 上次给你们铁板 你第一个念头也是吃 高一叶的小脸 飞快地红了起来 这是药 制烫伤的 你接过去吧 高一叶大喜 刚刚还在未受伤的同伴给心疼呢 天尊赐下神药了 那还不赶紧接过 他赶紧伸双手来接 那药膏在李道玄的手指头肩上 比芝麻力还小 但对于高一叶来说 却是老大老大的一坨 太沉了 他伸手一接 居然没脱稳 直往地上落 幸亏三夫人一直在旁边护着神使 见他要摔 赶紧伸手帮忙 两个女人一起发力 把那一大坨的药给拖住了 三夫人听不到刚才那番对话 所以对于这团凭空出现的奇怪物事 也有点猛 这是什么东西 怎么突然出现在你手上 好浓郁的要香味 高一叶道 这是天尊恩赐的烫烧药 快给那位受伤的家丁涂上 三夫人大喜 神药 哎呀 不得了 不得了 他大声喊叫起来 来人 来人啊 快拿个空罐子过来 由于刚才打仗的关系 城墙后面有许多女人 堆着一大堆罐子 随时准备装油呢 现在空罐子多得很 三家的丫鬟 赶紧拿了一个大罐子来 三夫人一脸肃穆表情 将那一大坨膏药 小心翼翼地放进了罐子里 装得妥妥的 还用最快速度找了张油纸 把罐子的口给封住 缠上绳子扎好 一副谁也别来乱碰的模样 高一叶道 哎 怎么封口了 还要治那位家丁呢 三夫人道 天上神药 当然要好好保存 至于那位受伤的家丁 用您手上残留的那些药 给他随便抹一抹就好了 高一叶低头一看 好吧 自己手上确实残留着许多药膏 黏乎乎 冰凉凉的 他走到受伤的家丁身边 努力保持着端庄的模样 别乱动 天尊恩赐你神药 家丁冷了冷 大喜 赶紧想要磕头 但他脚上有伤 还真是不方便乱动 赶紧对着天空 须做了一个大衣 天尊人善 高一叶缓缓蹲下身去 把自己手上残留的药膏 护在了家丁的伤口处 他手上到处试药 只好琢磨一把 又抹一把 还反手再抹一把 动作那是一点也不专业 家丁痛得撕 连抽了好几口凉气 心想 好痛 我还不如不涂这药呢 不过 当高一叶抹完了药 站起身来时 家丁才感觉到 咦 伤口好像没那么痛了 原本起泡的地方火辣辣的 但那神仙药膏 散发出丝丝清凉 震住了伤口的刺痛 让他感觉好多了 家丁大喜过望 仙界神药 真是不得了 我感觉好多了 旁边的人露出羡慕的眼神 真好 你居然能享用到仙界神药 家丁 贼你北的 要不我给你们淋一罐滚油 你们也来享受享受 旁人笑了起来 这个我们无福消受 有你带我们享受了就够了 白先生分开人群走过来 你这伤 真不痛了 家丁 还有一点点痛 但比没涂药的时候好多了 白先生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了 他这种大老爷 关心家丁一句 已经算是 没必要表现得太多 转头过去 看了一眼村子中心的道玄天尊洞 心中更加敬畏 这位道玄天尊 并不是白莲邪教编出来的那种 根本不存在的伟神 也不像道教诸神那么神神秘秘 眼眼盖盖的 谁也没见过 天知道遗门存不存在 眼前这位是真神 看来 我也得去庙里好好摆摆 此时威胁已去 所有人心情都轻松了 也就脑子 来考虑别的事了 三十二过来拉了白先生 走到了高一叶面前 这位是高一叶 道玄天尊教的神使 圣女 天尊所有的命令 都是通过他转达的 白先生其实早已经看出来 但这时候 还是抱权为理 在下有礼了 这位名叫白渊 诚诚献远近文明的君子 善人 组织民团 守护一方 多得百姓爱戴 高一叶以前见到这种大老爷 肯定吓一大跳 贵妇路边都是有可能的 但现在的他胆气足了 代表的又是天尊 不能折了天尊的身份 只是微微点头回礼 白渊环视了一圈高家村 又将目光收了回来 这高家村得天尊保佑 可真是个厉害地方啊 有高大的城墙 干净清澈的大水塘 不愁吃喝 在这天灾年景 着实难得 三十二得意地笑 那当然 不然我为啥放着县城不带 非要跑到这里来住着呢 这就叫 良情择目而期 白渊哭笑不得 开口骂道 你这三师爷 有点学问但不多 经常乱用成语 又把自己比喻成禽兽了 三十二 白渊 所以你只能当个师爷 一直考不上功名 三十二被吐了槽 有点小不服 低声回了一句 你不也考不上 白渊听到这话 就如同被点了穴道 整个人一将 过了好几秒 叹了口气 是的 我也是个半桶水 学问不够 君子六义中书这一项 滑掉滑掉 三十二又低声道 书是指书法 又不是指学问 白渊 诡异地安静 好几秒后 白渊突然大喜 书这一项 家回来 不用化掉了 众人 李道玄听到这里 不由得也乐了 这个叫白渊的 先前还以为是个逼格很高的人 结果却是个乐子人 话说回来 书这一项 究竟指的书法 还是学问呢 李道玄想了半天 发现自己也搞不清楚 果然 还是滑掉滑掉吧 此时天色已晚了 贼军来时已是傍晚 打完一仗 天色已开始黑下来 白家一行人 今天肯定走不了 只能在这高家村暂住 村中防射有限 也住不了这么许多人 从白家保过来的店户们 都是吃惯了苦的农民 倒是没啥讲究 跑到城墙边 和那些挤在城墙后面过活的难民们一挤 将就凑合了 但是白渊 白夫人 白家少爷 可不能和那些难民挤一块 三人犹豫一番之后 眼光看向了崭新的道玄天尊洞 古时行路 借宿寺庙道观 乃是常事 若是没有出家人管理的空四空道观 直接进去住就完事 但在高家村 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 天尊就在头顶上悬着 不久前还显了灵呢 这种情况下 谁敢没心没肺 直接往他的道观里住 白渊这一犹豫 别的人看不懂 三十二却看懂了 笑着对高一夜道 白先生想住进天尊洞府 也不知道天尊是否恩准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微笑 天尊恩准了 白渊大喜 赶紧对空一了一一 今日在下落难 多有得罪 来日定为天尊修庙住身 高一夜又到 天尊有令 一个时辰之后 待村民们都已休息 三十二 三夫人 白渊 都到天尊庙里 他老人家有些事 要令你们去做 被点到名的人精神一阵 尤其是三夫人 他没想到 自己一个父道人家 居然能被天尊点名 要交代事情 给他 兴奋的全身颤抖 名女 名女 能得天尊器重 三生修来的福气 一伙人开始盼着一个时辰 快快过去了 天黑得很快 太阳摔下地平线之后 整个世界瞬间陷入黑暗之中 只有天上的月亮 和城墙上的一圈灯笼 还在散发着昏暗的光线 村民们都休息了 只有两个哨兵 还在城墙上转悠 道玄天尊洞里 点起了几盏油灯 高一夜 三十二 三夫人 白渊四人 围着油灯坐了一圈 至于白夫人和白公子 没有被点到名 没资格参与 连靠近过来都不敢 高一夜侧耳听了听 喜悼 天尊来了 另外几人赶紧肃容 端坐 腰背挺得笔直 李道玄从窗户看着里面的人 只叫你们几个来 是因为高家村里 只有你们几个 能做成这件事 这是一个光荣 而又艰巨的任务 高一夜刚转续完 三十二便抢达道 不管多艰巨的事 在下都会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白渊也对着旁边李道玄的雕像 行了一个大礼 在下的命 是天尊旧的 天尊但有吩咐 莫敢不从 李道玄 我需要姓氏 希望你们 能让更加多的人 成为道玄天尊教的姓氏 两个男人 微微一愣 这时候 反倒是三夫人精神了 他可比两个男人 更懂宗教那一套 对着旁边两个男人道 你们发什么了 天尊的要求 不是很正常吗 香火 香火 你们这都不懂 两个男人恍然大悟 对啊 哪个神仙不希望 自己的寺庙香火鼎盛呢 虽然不明白 神仙拿香火去干嘛 但却知道 香火这东西 多多益善 所有神仙都喜欢 但是 具体怎么传播这事 两个男人都有点抓虾 不禁同时看向三夫人 心想 难怪天尊要把她也叫来说话 她比我们两个懂得多 三夫人一脸严肃地道 增加姓氏嘛 名女道知道一些手段 在天下各处修建道观 铸造精神 在各个道观派驻 道士为姓氏奖精解惑 还得派出道士云游四方 将天尊的恩泽变洒天下 她这一说 两个男人顿时抹了一把汗 我们 我们有着实力做得到这事 李道玄校 不然怎么说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不扫一污 何以扫天下 实力不计时 就从周边做起 一点一点地慢慢扩大便可 三十二和白渊一一道地 天尊所言 即是 李道玄陈声道 我可不是那些招摇撞骗的邪神 你们需注意一点 不要装神弄鬼地骗人 要给予老百姓们实质上的帮助 要让他们自发地加入 而不是拿刀子 逼着他们加入 三十二和白渊两人赶紧道 不敢 李道玄道 白渊 你明天就要返回白家宝吧 白渊 是的 贼囚已被天尊神掌拍杀 与贼不足为惧 在下想返回白家宝 收拾一下那边的烂摊子 李道玄 白家宝周围的老百姓 肯定惨不堪言 而你的白家宝 已被贼人截掠一空 你两手空空地回去 根本无力帮助老百姓的生活 重归正轨 白渊 李道玄 你出去看一眼你的马车 白渊冷了冷 赶紧快步走了出去 马车就停在道玄天尊洞的门口 他三步并坐两步到了车前 掀开帘子一看 里面居然堆了半车面粉球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装进去的 李道玄 带着这些粮食 回去救济白家宝周边村民 当然 这点粮食肯定不够 你回去之后 再派人派车 来高家村取粮 务必让所有老百姓 安然渡过难关 白渊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天长衣 天尊人善 李道玄又道 三夫人 你那里已经有一罐烫伤药了 明天你再准备些瓶瓶罐罐 我再赐你各种功效的神药 你携这些药物去拯救世人 三夫人马上就明白过来 每治好一人 名女都会告诉他 这是天尊的恩泽 这女人果然是懂宗教的 白渊听到他这句话 才猛然一醒 赶紧跟了一句 在下帮助白家宝周围的村民时 也会告诉他们 这都是天尊恩赐的粮食 李道玄 嗯 就这样去办吧 说完 他便消失在了云层之外 高一夜 天尊他老人家 返回天界去了 众人呼同时松了一口气 白渊摇了摇头 叹道 幸亏三夫人体点 在下险些酿成大错 哎 对天尊太过失礼了 这君子六亿中的理智一项 化掉滑掉 天光刚刚亮起 白渊一家人就准备出发了 白家的十几名家丁 几十名店户 都要跟着他一起返回白家宝 从高家村前往白家宝 足足两个时辰的路程 所以出发前 大伙都得好好饱餐一顿 三十二给他们借来锅碗瓢盆 又张罗了一些大白米 大白菜 鸡肉条 煮了好大几锅鸡肉白菜粥 香喷喷的 一人吃上两大碗 白家宝的店户们 以前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不少人吃得直掉眼泪 心想 我被贼人追杀几十里 逃难中吃的饭 居然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这算什么事 一伙人看着村子中心 最显眼包的建筑物 道悬天尊洞 心中不禁暗响 高家村的人能吃这么好 还有这么高大的城墙保护 都是因为天尊照服 我等回了白家宝之后 砸锅卖铁 也见个这样的道观出来 每日鼎礼膜拜 祈求天尊保佑 那我等岂不是也能过上一样的好日子 好 回去就这样干 临行前 白夫人和白公子爬上了马车 但是很快 两人就从车里探出了头 惊叫道 老爷 这车里全是面粉 我们在车里待不住啊 白云哼了一声 忍着 白夫人和白公子就只能忍着了 车厢里堆了半车面粉球 车子行驶起来 微微一颠簸 面粉球滚动 白色的粉尘飞起 搞得整个车厢里白灰乱舞 白夫人和白公子 好几次想 跳下车去步行 但他们这种娇生惯养的大户人家 哪里受得了步行几十里的苦 只好在车里强忍着 等到了白家宝 两人钻出车来时 已经变成了两个白人 白家宝果然已经被贼子劫掠一空 白家的财物全部被抢光 家具 布匹 粮食 金钱 一样不留 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大宅子 不过 这倒难不倒白渊 他挥退家丁们 只带着儿子走到后院 撬开地上一块大青石 下面出现一个长长的通道 沿着通道走到最下面 有一个地下室 里面金银珠宝 堆了不少 随手抓了一袋金银在手 走出暗室 隔好青石 我白家又复活了 白渊站在白家宝前 将手一挥 对家丁店户们下令道 每人领一两银子 领两斤面粉 然后去把逃散的乡亲们叫回来 我们来重建白家宝 都记住了 我们能有机会站在这里 都是天尊的恩赐 所有人齐声应道 天尊保佑 白渊暗想 我这次把天尊的恩威竖起来了 礼数作全 那君子六亿中的礼这一项 可以给我加回来了吧 高家村的天 是晴朗的天 三夫人抱着一大堆瓶瓶罐罐 正在狂喜 这些瓶瓶里面 装的都是药 天尊大人用手指头尖交给他的 他很小心很谨慎地 用家里最好的罐子装了起来 还在每一罐药上标注了名字 烫伤 金疮 皮血 感冒伤风 肠胃 这里面中药西药都有 乱七八糟的 李道玄本身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 只是把家里的常备药品 每一样给他弄了一点点 膏状的药很方便 撬一坨给他便是 但有些药是颗粒状的 例如感冒药 消炎药 李道玄只能切下一小块 交给三夫人自己碾磨成粉 这事折腾了两天 三夫人装了十几个罐子 李道玄千丁万主 要他注意用量 外敷的药还好 敷多了 也问题不太大 但是内敷的药 吃多是要人命的 李道玄无法告诉他 哪种药该吃多少克 因为古人并没有克这个概念 要让他换算成古代的什么斤两钱 也很难换算 他只能一边看药盒子里的说服书 一边叮嘱三夫人 这种感冒伤风药 明少物多 每次服用 最多只能给病人半个小指盖 那么一丁点 一日三次 饭后半小时服用 切勿空腹服用 否则会腹痛难当 三夫人恭敬记好 还补充一句 天尊放心 小女子舍不得多用 绝不会给多了 这种清热解毒药 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使用 也是半个小指盖的分量 一日两次 明少物多 三夫人也恭敬地记好 十几张纸 每张纸上 记好了对应的药物使用方法 贴在罐子上面 三夫人抱着这些瓶瓶罐罐 就像抱住了整个世界 整整两天时间 她都是疯的 见人 就把药罐子往身后护 连三十二想要摸一下 也被她一通母老虎拳法 打了个鼻青脸肿 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三夫人对着三十二咆哮 这是天上的仙丹 仙丹 天尊亲手交给我 要我用性命保管的 你居然伸手乱摸 你这只手快快 拿去剁掉 三十二当然不会去剁手 只好向夫人赔礼道歉 只差一点就要跪下磕头了 才终于安抚下了夫人的怒气 两夫妻重归于好 三十二离那些罐子远远的 压低声道 夫人 你拿到了这十几罐仙药 接下来打算如何 这还用问 当然是回现场了 三夫人道 天尊命令我们广大姓氏 你在这小小高家村里 能拿到什么姓氏 这里的人 全都是天尊最忠诚的姓氏了 我得回县城 在那里才能将天尊的恩义 撒向百姓 三十二的眉头深深皱起 县城 那边情况混乱 现在回去 还是挺不安全的 万一又有疯子冲杀进县城 那就危险了 天尊又不会在县城帮你 你可能还没注意到吧 他老人家偏爱高家村 只愿意在此地写胜 这话吓了三夫人一跳 他其实也是怕死的 但几秒之后 他的眼神又转为坚定 自己给自己上了一个狂热的信仰buff 怕死之心就淡了 三夫人道 我奉天道以救世人 虽非圣女 也是神使 世间邪魔外道 师妹王俩都该绕着我走才是 何惧之有 三十二 这话怎么见 饶氏三十二自诩脑子灵活 这一刻也失去了应对能力 他只好叹了口气道 罢了 过几天 我把村子里的事情处理一下之后 带上几个村里的年轻后生 一路护送你回县城 把你安排好了 我再回高家村 来为天尊处理杂物 重要通知 今天作者和编辑小姐姐 培根讨论了一下 因为一些政策上的原因 不得不修改核心设定 所以修改了五十章里 视野扩大的设定 从信徒数量决定视野半径 改为了拯救指数 决定设视野半径 麻烦书友们翻回去重新看一下 否则这么重大的设定修改 会造成你后续的阅读矛盾 五十章后面的几章也有微调 给大家带来的麻烦 申表抱歉 如果你看到五十章时 已经是拯救指数的设定 就不需要重看了 第二天大早 李道玄刚刚起床 就看到三十二正 站在高一一的家门口 骂人 李大 高一一 你们这两个光吃饭 不干活的废物 三十二插着腰指着两人的鼻子骂 天尊让你们打造铁甲 一眨眼 时间都过了大半个月了 前几天贼人来袭 你们却只拿出来了两副两当甲 天尊要你们何用 吃天尊赏的饭时 你们自己不脸红吗 这话骂的 两个铁匠还真有点脸红 两人身后还有一些 从王家村 郑家村 崇家村等地来村子的铁匠 也跟着一起脸红 好一会儿 才见高一一站了出来 低头道 这是不赖李大师傅 天尊给他的命令 是打造奇怪的新式火冲 给我的命令 才是打造铁甲 我先前 没想到贼人真的会来 而且一来就这么多 所以 我就只打了两剑两当甲 然后就一直在慢吞吞地学习造各种铁甲的技术 甲片倒是打造了许多 但是都没来得及拼成甲 那群新来的铁匠 也跟着一起认错 也是打造了一大堆铁片 但是没拼接 三十二骂道 少糊弄我 假片很多是吧 拿出来我看看 高一一返回家里 不一会儿捧了个大波及出来 里面还真装着许多假片 形状各异 能看出来 他们有的是装在肩部的 有的是装在手臂上的 有的是装在胸前的 三十二 既然都这么多了 为何不拼起来 高一一抠了抠头 露出尴尬笑容 不知道怎么解释 李大把话头接了过去 三十爷 这却是我们的错 一来 二来我们也没想到 贼人真的会来 而且这么多 以为高家村一事半会 用不上铁甲 疏忽大意了 二来 我们也缺乏 把这些铁片 拼接起来的材料 村长从旁边溜达过来 天尊给了你们这么多铁 你们还缺材料 是铁不够了吗 李大摇了摇头 铁是够的 但是铁甲 并不是全部用铁制成 您想想 全用铁拼的话 那多重啊 都不用穿上阵去打仗了 铁甲就能把咱们压死在地 村长忍不住问道 那用啥 李大道 棉 他这一说 箱子外的李道玄 倒是明白过来了 棉 或者说成棉布比较准确 依稀记得在某个资料里看到过 现存出土的明朝铠甲 没有一件是纯铁打造的 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棉布 铁甲片 都是靠棉布条来连接在一起的 有些铁甲 甚至棉布用的笔铁片还多 因此 叫做棉甲 棉甲相对传统铁甲来说 优势很多 首先就是轻 不至于还没打仗 就压扁了士兵 其次是价格低廉 保养容易 不易腐朽 保暖性好 特别适合气候寒冷的北方冬天 不像传统重型铁甲 需要量身定做 对早期火器 还有很强的防护力 这是传统铁甲 如扎甲 锁子甲 鱼鳞甲 所欠缺的优势 听李大这么一说 三十二的表情倒是缓解了 没那么生气了 你既然缺棉布 早说嘛 我就安排人 带上面粉去县城 换一些棉布回来给你便是 李大和高一一 有点尴尬地抠了抠头 实在没想到 贼子来得这么快 这么多 就没急着说 嗨呀 三十二摇头 蠢不可及 听到他们聊到这里 李道玄倒是乐起来 我倒是有一件老棉袄 本来就不想要了 从里面薅一团棉花出来给他们 但是 棉花纤维变粗二百倍之后 还能用来织布吗 再仔细一想 这里有古怪 回想自己放进箱子里的各种东西 他依稀感觉到 这个箱子的规则 并没有这么简单 好像肉眼看不见的微观物品 放进箱子 也不会变大 举个例子 他放进箱子里的白菜叶子 如果菜叶里的纤维 也变粗二百倍 那小人们根本无法食用 还有鸡蛋 白米里面的分子 原子 这一类的东西 如果也变大二百倍 那早就出乱子了 还有水里的细菌 如果也变大两百倍 那池水还能喝吗 这样一想的话 他倒是依稀感觉到 像细菌 分子 纤维 这一类微观的东西 放进箱子之后 并不会变大两百倍 多想无意 不如试一试 像这种事情 一试变之 李道玄打开衣柜 翻出早已经不想要的老棉衣 从衣角的破洞伸手进去 抓住里面一团棉花 用力一扯 将它薅了出来 然后轻轻地 将它放到了高一一等人的面前 这时候 三十二正在琢磨 去哪里买棉花呢 突然一团棉花 从天而降 轻飘飘地落到了高一一面前 众人一看 好大一团棉花 一幢房子那么大 这当然是天尊恩赐的了 所有人赶紧跪下 向天磕头 三十二 磕完爬起身来 伸手到半幢房子 那么大的棉花团上 薅了一把下来 在手里搓了搓 一脸兴奋 天上的鲜棉 真是好啊 又白又细又长 这不废话吗 李道玄暗乐 我这可是一流的新疆长绒棉 是1955年 从苏联引入的中亚型长绒棉品种 在明朝肯定是没有的 你看了 当然觉得稀罕 他看出来了 棉花纤维并没有变粗 依旧保持着很细腻的特质 这就说明 微观的东西 放进箱子 并不会变大两百倍 在棉花纤维没有变大的前提下 整个棉花团却变大了二百倍 那说明 棉花纤维的数量增加了二百倍 从这里看来 放进箱子里的微观物品 例如粪子 原子 纤维 细胞这一类的东西 并不是体积变大 而是等比例数量变多 才使得物品整体变大 这样一想 先前想不明白的事情 现在就豁然开朗了 32抓着一把长绒棉 喜道 村长 你快去把村里的女人们都叫来 凡事会织布的 都有活干了 村长看到这么多棉花 早就已经喜不自胜了 咱们全村人 好像都可以换新衣服了呢 高家村所有的妇女 都激动了起来 自从天尊降临 保佑高家村 高家村的男人们 倒是懒上了活 今天帮着铁匠府干活 明天建城门 后天又建道观 但是女人们就尴尬了 没事可做呀 现在突然有了一大团棉花 女人们的激动可想而知 家里的织布机 总算可以拿出来用了 三娃她娘 你可是才艺的一把好手 这下 你有用武之地了 是啊是啊 要是能帮上天尊的忙 说不定我也能得到一些恩赐呢 女人们七嘴八舌 围着那半壮房子大的棉花 叽叽喳喳 吵得李道玄哪怕竖起耳朵来 也很难听得清楚 他们在说什么 三十二怒吼 捅捅住嘴 女人们刷的一下 安静下来 安静了两秒 然后轰的一声 又开始叽叽喳喳 三十二 李道玄 扑 哈哈哈哈 三十二身吸了一口气 大吼 谁在说话 不发给她棉花 杀 瞬间 安静的落针可闻 李道玄笑得差点满地打滚 果然 只有用利益才能控制别人 威严什么的 都是假的 就像公司老板 想要控制员工 唯一的办法 就是发钱或者扣钱 别的招式 没有一个管用的 三十二 天尊要你们把这些棉花 做成棉布 然后配合铁匠们制假 我就懒得多说别的废话了 总之 谁干的活多 做出来的棉布好 能尽快 帮铁匠们做出假 就给谁家多发些棉花 让她可以给自家人做两件衣服 这句话管用 女人们大喜 顿时摩拳擦掌 三十二让他们排好队 一个人抱一大团棉花回去 尽快做成棉布上交 每一个人来领棉花 她都要黑着脸 凶巴巴地威胁一句 别忘了天尊看着你们 谁要是私吞天尊的棉花 明明做了两尺棉布 却只交上来一尺 必定天诛地面 她很明白 少数乡下富人的习性 喜欢贪小便宜 要是不吓吓他们 还真会被这些家伙偷走不少 有少数几个女人 还真有偷偷私藏棉花的打算 被三十二黑着脸吓唬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天空 心里虚了 按想 举头三尺有神明 给天尊办事 可不必得给普通老爷办事 我还是老实点吧 一个女人领了棉花退开 下一个站到前面来 三十二正打算给她发一坨棉花 但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定睛一看 站在面前的 居然是高一夜 三十二 高一夜小脸微红 也会织布 三十二 扑 一夜姑娘 你来凑什么热闹 你是天尊的神使 跑来织什么布 简直是 乳身败名 高一夜 织布也是为了天尊分忧 我也想为天尊做点事啊 我会尽量保持着 端庄点的动作之步 不会弱了天尊的威名 三十二 以手扶额 头晕 头晕 李道玄看到这里 笑得不行 三十二长叹 拔剑四股心茫然 高一夜祈祷 三十爷 你突然背一句诗 是什么意思 三十二 没事 我就瞎感叹呢 李道玄倒是能明白 他在感叹什么 这诺大的高家村 以前是李道玄一个人操心 心累 现在变成了三十二代 他操心 没别的人能替他分忧 连身为圣女的高一夜 也是个胡来的 那当然是拔剑四股心茫然了 高家村最缺的东西 依旧是人才 然而 人才哪有这么容易得到 水浒传 李诺大的梁山坡 会读书十字的一个巴掌 都数得过来 无用只是一个破书生 就能当军师 可想这个年头人才的携手 李道玄心想 人才这东西 还是得自己培养一些的 就在这时候 三夫人带着女儿和丫鬟 走了过来 他最近这两天都在收拾东西 打算回县城去传播道玄天尊教 要准备的事情还挺多的 快步走到三十二身边 压低声道 死鬼 我过两天就要去县城了 但我们的女儿 不能跟着去县城 那边没有高家村安全 三十二点头 那是自然 三夫人低声道 你忙着做正经事 我又不在县城 女儿的读书十字 女德女工 谁来教她 这个问题问得三十二愣住 对啊 夫人走了之后 女儿的教育怎么办 女德女工也就罢了 读书十字 是万万不能停的 不然将来女儿长大 也成个文盲 那可如何是好 三十二抱头蹲下 苦恼万分 李道玄被他们两人这么一提醒 倒是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了 开口道 姨爷 你去带我和三十爷说两句话 高姨爷听到天上声音 赶紧抬头 就见天尊的脸 隐隐地出现在了云层之中 赶紧行了一个大礼 跑到三十二和三夫人面前 开始充当传声筒 李道玄 三十爷 过两天你夫人回县城时 你会护送他回去 也会跟着去一趟县城 对吧 三十二赶紧回应 在下却有回去一趟的打算 但只稍作停留 顶多一两日 便立即返回高家村来 为您处理事务 李道玄 我想问问你 花钱请一个教书先生来高家村 有可能做到吗 三十二将住 愣了半想 低下头 略带惭愧地道 启禀天尊 教书先生都傲气得很 想要请他们来到这里 县城三十余里的山沟里教书 颇为困难 傲气 李道玄 究竟有多傲气 你多花点钱试试看 三十二探道 读书人这个东西吗 你也知道的 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哪怕花很多钱 他们也不一定肯 五斗米当然不行 李道玄 你且给他看看这个 看他折不折腰 说完 李道玄从抽屉里 翻出了一根纯银999的项链 男士的 巨粗 当初他还是个中二少男时 玩飞主流 搞了一套很傻叉的皮衣 染了头发 然后配上这根大银链子 把自己搞得像个蛊惑仔 后来中二毕业 这根银链子不但没了用处 反而成了黑历史 从项链上面 取下一个小环扣 大约一厘米直径的一个小银环 将它放到了三十二的面前 三十二只觉得眼前一亮 一个直径比人还高一头的巨大银环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上好的白银 闪闪发光 亮瞎狗眼的那种 三十二 三夫人 高一夜 连同周围所有看到银环的人 全都张大了嘴巴 可以塞进去 一个猕猴桃那么大 久久都避不上来 虽然他们已经见过天尊 拿出来许多巨大的食物 但是 看到这一大块银子 依旧再次被震撼 这可是银子啊 不是一颗米 或者一块猪肉 是银子啊 李道玄 你再说说 他折不折腰 三十二结结巴巴地道 他会用棍子打断自己的腰 直径比人还高一头的银环 三十二等人 显然是没法用 李道玄放进去 就是为了装个逼 装完了 还是得处理成 他们可以正常 操作的大小 把银环拿出来 拿出家庭常备工具箱 找了一把钳子 咔嚓 剪下很小很小的一个颗粒 再放进箱子里 出现在三十二面前的 就成了一个拳头大的银块 贼尘 三十二 双手捧着巨大的银块 一脸惋惜 那么好的铅环 剪成这样的小块 多可惜啊 李道玄笑骂道 不剪的话 你搬得走吗 嗯 这 还是感觉好可惜啊 李道玄 你把夫人送回县城之后 不必急着回来 带上银子 去找一个教书先生回来 如果他不肯来 你就拿拳头大的银块砸他 如果他还是不肯来 你就砸他两块 说完 他又放了一块银子进去 如果他还是不肯来 三十二这下懂啊 我就再砸他两块 不 第二块砸下去还不来的话 就不砸了 李道玄 直接带上银块离开 让他懊恼错过了发财机会 就会追出来 追着你一路认错 放下身段 求你雇佣他 三十二 天尊偶尔也会捉弄世人呢 三十二对空长衣 多谢天尊 为了我女儿能读书 把仙环都捡了 大恩大德 小人莫齿难忘 李道玄悠悠地道 不只是为了你的女儿 我要拿教书先生来高家村 教所有人读书识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 只要自己愿意学 都教 三十二愣了一瞬间之后 马上又明白了过来 长衣道地 小人定不如命 叮叮叮 李道玄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把注意力从箱子里收回来 接通电话 就听到了蔡新子急吼吼的声音 道玄 你压得现在QQ不回 微信不回 天天见不着个人 要联系你 就非得打电话吗 我最讨厌打电话了 李道玄 哎呀 最近沉迷 模拟城市1627 所以没时间看QQ和微信 怎么了 这么急吼吼的 做啥呢 模拟城市1627 什么鬼 我只听说过 模拟城市2000 没听说过 还有1627啊 冷门mod 哦 好吧 这个不重要 说正事 蔡新子道 我这边 有个奇怪的顾客 下了个订单折腾我 我想来想去 只有你能帮我了 李道玄 说来听听 蔡新子道 那顾客找我定制了一个机器人 做工很复杂 很精细 很牛逼的那种 上面每一个装甲片 都要可以拆卸 可以组合 李道玄 哦 这和我有啥关系 蔡新子 他提了一个很变态的要求 要机器人的驾驶舱盖可以打开 然后驾舱舱里 要做一个驾驶员 这个驾驶员 要用他的造型来做 五官必须做的和他本人一模一样 要细致到眉毛眼睛鼻子什么的 都清晰可见 李道玄这下明白了 你要我来做这个小人 一厘米大的小人 妈的 要我把脸做的和他一样 我哪来这实力 但是 我如果说一声做不到 他就连机器人的单子也不给我了 李道玄笑了 好吧好吧 这单子我确实能接 这次是要用什么材质的 蔡新子 当然是塑料材质了 驾驶员的身体部分 我都做好了 只把脸留着 你帮我搞定他的脸 我们多年老朋友 也不说废话 机器人的总价是两万 那人专门又为这个小驾驶员 出了两千块钱 就是为了把他自己的脸弄上去 所以这单你 帮了我的话 我赚机器人的钱 驾驶员的两千块钱 全部给你 两千块呀 李道玄第一反应是太便宜了 但仔细一想 朱中圣像毕竟太贵了 销量是很有限的 做不了几单就没了 而那两个雕塑师 就会没活干了 自己单纯地养他们 只怕会养成废物 真正帮他们的办法 是让他们有长期的 稳定的饭票 甚至以后 还有更多的雕塑师来到高家村 也能有活干 这对他们来说最好的 有些老国营企业 有时候接到不能赚钱的单子 还是愿意做 为啥 就是为了工人能开工 蔡新子 我知道两千块不多 就当帮兄弟一个忙 李道玄笑 你上次不是还说我账义输财吗 少赚点 又不是没得赚 哪能不帮你 这单我接了 蔡新子大喜 够哥们 李道玄 你这个顾客的想法 其实挺有趣 把自己的脸 雕刻到小玩具人的脸上 我感觉这个市场 还有得深挖 要不你在店里搞搞宣传 定制小人脸 说不定会有不少人有兴趣 价格方面低点也没事 薄利多消吗 还有各种模型的微观小地方 有愿意定制的 咱们都解 蔡新子仔细一想 确实 定制模型微观部位 说不定也有一定的市场 可以试着搞一搞 反正自己也不用出什么力 接到订单往李道玄这边一扔 自己中间分个成就完事 那就这样说定网 电话挂断 不一会儿 蔡新子开车过来 给李道玄送来一个塑料小人 这小人是坐姿的 身上还穿着一套 看起来很有科技感的军服 军服上的细节做得一塌糊涂 毕竟太小了 以蔡新子的手艺 不可能将它做得细致 小人的脸是一块平板 没有任何五官 这张脸就交给你了 这是顾客的脸部照片 正面 两个侧脸的都有 行 你放心吧 送走蔡新子 李道玄开动彩色打印机 将那顾客的脸部打印在照片纸的一角 然后用剪刀剪下来 再掀开箱子上盖 呼唤到 一夜 去把两个雕塑师叫来 很快 高一夜带着两个雕塑师 准备宫听天尊下令了 李道玄将坐姿的塑料小人 轻轻放到了两个雕塑师的面前 再加上照片 看明白了吧 把这张脸 照着画上的模样 雕刻出来 两位雕塑师 当然是一看就懂 自己该做什么 只是 一名雕塑师忍不住发问道 天尊 这究竟是什么奇怪的材质啊 飞金 飞木 飞石 小人究竟要用什么工具 才能雕得动 用雕刻玉石的工具 就能凿得动 李道玄 雕刻的时候小心点 别失手弄坏了 这可不像你配坏了 可以补一块上去 一旦弄坏了 就无法补救了 两位雕塑师吓了一跳 懂了 这是天上才有的稀罕材料 要是弄坏了 杀了我们的头都配不起 那必须非常小心了 一定要进攻出戏活 两个雕塑师现在有点惶恐 老师傅碰上了新问题 这仙界的材料 感觉真是好奇怪 摸起来硬硬的 但凿子钉上去一敲 又能轻松地挖个洞 真怕自己手牵一不小心 给敲坏了 诚惶诚恐 诚惶诚恐 六他们两人看了看他巨大的画 要雕刻的这人 长得是真的丑 三角眼 他鼻子 左看又看不像好人 也不知道 天尊为什么要雕这么个人物 你知道这是天上哪一尊神吗 看不出来 没见过哪个神穿这样的衣服 既然不是神 那一定是妖了 啊 你这句话提醒了我 这有可能是妖怪 天尊造他的雕像 在雕像的背后 贴一张符纸 然后放火一烧 这个雕像被烧起来的同时 那妖怪本体 也会惨叫一声 化为灰烬 神魂俱灭 对对对 说书先生讲过这个法术 我听到这里是可开心了 那我们越是快地帮天尊雕刻出来 就能越快地干掉这个妖怪 说不定 世间就少被害死几个好人 对啊 赶紧干活 两个雕塑师看一眼照片 转过头来 对着小人的脸部 轻轻来上一刀 再转过头去看一眼 又一刀 两人打定了主意 要协助天尊除魔味道 干起 活来根本不要命的 从早上雕刻到晚上 点起菜籽油灯 在灯下继续干活 唯恐雕刻的不像 天尊施法烧死妖人时 烧错成了别的人 所以 对着那张妖人画像看了又看 悟求雕刻的与妖人一模一样 连眼角的一丝细微皱纹 也要给他雕刻的唯妙唯笑 第二天傍晚 李道玄正在电脑前 啃着喷射战士的炸鸡腿时 箱子里响起了 咚咚咚咚 悠扬的钟声 这声音响起来 那就是小人们在召唤他了 他凑过去一看 高一叶带着两个雕塑师 正跪在大钟面前 对着天空膜拜 看到天尊的脸 出现在了云层之中 高一叶立即汇报 启禀天尊 两位雕塑师信不辱命 将您 交给他们的活计 完成了 李道玄 咦 这么快的吗 两名雕塑师 顶着黑乎乎的眼圈 神情憔悴 但是精神却显得十分兴奋 大声道 若是能助天尊除魔未到 小人虽死无憾 除魔未到 李道玄脑袋上 飞起来好大几个问号 不过 他也懒得问 这些小人的脑回路 和自己不是一个时代的 非要搞清楚 他们再想什么也没必要 他们既然觉得自己除魔未到了 那就让他们乐吧 这两人每次给李道玄做了东西 都会赏他们一些食物 什么米 面 油都赏过了 这一次 又赏点什么好呢 李道玄想了想 跑进厨房 把自己的糖罐子抱了过来 用手指轻轻捏起一点点白糖 摆到了两个雕塑师面前 哇 糖 这么大一块 太棒了 有糖吃了 这糖又白又亮 像冰块一样 我从小到大 只见过黑褐色和红黄色的糖块 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像冰块一样的糖 这肯定是天上的鲜糖 两位雕塑师兴奋莫名 激动万分 糖这东西 在明朝相当值钱 甚至可以 说是一种奢侈品 天尊给他们的这一小堆糖 若是拿去售卖 妥妥的一笔巨款 哎呀 家里值钱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一位雕塑师道 若不是外面兵荒马乱 我真想带些东西 去县城里卖掉 换些银钱 把班将银交了 另一位雕塑师笑道 巧了 我也想交班将银 过几天 三师爷要去一趟县城 咱们两人跟着一块去呗 只要去的人多 那就安全了 哎 那可真是不错 就这样定了 PS 关于什么是班将银的问题 在61章会有解释 现在情节还没到 解释起来影响故事流畅性 所以暂且压后 李道玄拿到了塑料小人 凑近到眼前寂静的地方 仔细看 这张脸雕刻的还真是不错 与照片上的那张人脸 几乎是一模一样 如果一定要说 有哪点不一样的话 就是雕刻出来的这张脸 比原照片 稍微凶了那么一点点 哎呀 气质方面略有差别 也不知道顾客会不会满意 总之 给他送过去先吧 李道玄出门 打了个车 向着蔡新子的模型店而来 顺手先打个电话 老蔡 我给你送小人来了 十五钟后到 蔡新子 咦 这么快 他好了 那顾客住得不远 我也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收获 十五分钟后 李道玄到了店里 只见蔡新子 正和一个年轻男子聊天 那男子三角眼 他鼻子 长相颇有点丑 正是照片上那哥们 手上正拿着个 华丽的机器人在摆弄 那机器人的做工 真是没得说 细腻到每一块甲片 都能安装拆卸 机器人的眼睛还装了灯 一通电就能发光 身上到处是呼吸灯闪烁 手指关节什么的 全都能动 两万块定制的东西 着实不凡 看到李道玄来了 蔡新子立即站了起来 先生 您定制的驾驶员也来了 马上就可以完成 最后的组装 那丑男大喜激动地站起身来 李道玄便走过去 递上了塑料小人 丑男接过小人 仔细端向那塑料小人的脸 左看 右看 随即大喜 做得好棒 这张脸 超出我的预期啊 太细腻了 太像我了 嘿 还专门把我把脸部的表情 弄得凶狠了一点 这样太对了 一个马上要踏上战场的 战斗机器人驾驶员 就应该表情凶悍一点 带着鼓把敌人全部杀光的气势 哈哈哈哈 我太喜欢了 蔡新子笑着介绍 这是我哥们李道玄做的 他这一手微雕功夫 举世无双 李道玄笑 什么举世无双 静瞎吹 也就是混口饭吃 两人的尬话 那人已经完全没听进去了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机器人胸口的架势舱盖 把小人放了进去 盖好舱盖 那舱盖居然还是透明的 能隔着盖子 看清他的脸 丑男人大笑起来 哈哈 太爽了 你们看这个 有没有一种 我是个王牌驾驶员的感觉 哈哈 看招 吃我一招 高速米加粒子炮 李道玄和蔡新子对视了一眼 心中同时道 这么大年龄了 居然还是个中二 2023年 8月16日 晨 双庆市 李道玄睡醒的时候 箱子里正热闹 32 三夫人 两位雕塑师 高出五 郑大牛 还有数名年轻村民 正在准备出发去县城 以前去县城是件简单事 随便准备点干粮 三十几里路 甩开两条火腿 一两个时辰就走过去了 但是现在 去县城变成了一件很危险的事 高家村那高大的城墙外面 已经是一片强石弱弱的荒原 白先生上次带来的消息说了 朝廷已经完全不管贼人 等着他们略自明春自定 这外面会有多乱 可想而知 32其实很耸 上次一听说 牙翼抢了王家村的重粮 就第一时间开溜 他并不是那种胆子大 敢对正面的个性 但是 这一次 三夫人铁了心要回县城 他根本无力阻止 只好硬着头皮 去冒险走一遭 天尊干掉了无上名王 将势力最大的一股贼人打散了 32团团乱转 不停地安慰自己 应该没有大股贼人了 高初咧开大嘴 不要怕 有我保护你呢 你看 我穿着两当甲 多帅气 就是有点热 32吓了一跳 赶紧到 快脱下来 蠢货 在对付贼寇时 劈甲也就罢了 去县城你穿着甲去 转眼就被砍了脑袋 高初五 哎 为啥 32赶紧给他谱了一波法 吓得高初五 用最快速度 脱了两当甲 送回了高一一的铁匠府里 一番闹腾之后 高初五 郑大牛 两位雕塑师 还有另外十名年轻人 只能各配了一把刀 背上大包小包 走出了村外 大伙都有点怕 毕竟数日前 还经历过贼军攻打高家村的事情 谁敢没心没肥在外面乱跑 但想到此行适应天尊之命 拯救世人 所有人便鼓起了勇气 天尊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我们能为天尊做的 却并不多 走快点 走快点 尽快到县城 就安全了 32不断地催促 其实不需要他说 一行人的双脚也翻得飞快 李道玄目送着他们出了村 向着县城的方向走去 伸手在箱子外面的 西河南这两个按钮上点了点 视野便追着他们移动 然而紧紧移动了数百米 视野就卡住了 一行人走出了视野 消失在了箱子外面 而行迁李母担忧啊 李道玄突然体会到了 什么叫老母亲送儿子出远门的心情 他转过头来看了看村子里面 32刚离开没多久 村子里的人一下子就松懈了下来 铁匠铺里的铁匠们 干活的动作明显变慢 刚开始织棉布的女人们 也暂时停下活 聚到一块 鸡鸡喳喳聊起 家长里短 高一叶从他的家里偷偷溜出来 跑到了存放棉花的破草屋前 左看右看 趁着没人注意到 薅了一大团棉花 藏在衣服里面 然后三步并坐两步 跑回了自己的家里 关死门窗 开动了纺织机 幸亏他一直没有补天花板上的破洞 不然躲家里偷偷纺织棉布 连李道玄都看不到 李道玄乐了 32不在的时候 我要不要出来管管这些村民呢 他稍稍想了半秒 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管他们做事 最近这些天 村民们拼命干活 又是见道观 又是打仗的 被逼得很紧 团团地转 何不趁着32不在的时候 让他们的生活悠闲几天 就当放假呢 他也干脆把自己的注意力 从箱子上移开 想了想 对着箱子 摆着的监控摄像头 已经循环录制很久了 是时候清理一波录像了 李道玄坐到电脑前 打开了摄像头的管理软件 打开录像列表 全选 保存到本地硬盘 然后随手点开一个录像 乐呵呵地看一段 关掉 再随手点开一个录像 乐呵呵地看一会儿 我操 这段录像不对劲 李道玄看到 夜视功能拍到的画面里 高一夜正在池塘边宽衣 看样子是准备洗澡 本能与杰操 瞬间同时操起了武器 你一刀 我一剑 一阵血拼 砍了好几十秒 最后杰操险胜 把本能砍死在地 他啪地一下点了个删除 把这段录像直接送走 又点开一段录像 小人们正在吆喝着修建道观 那热火朝天的画面 看起来还颇有点意思 独乐乐不如仲月月 干脆发个抖音吧 让网友们也看得稀奇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我拍的是明朝 还以为我找的一堆演员在演 他赶紧行动起来 剪下那一段画面 结成三十秒的短视频 配上一段文字 明朝末年 一群勤劳的劳动人民 正在修建道观 写到这里 写不动了 肚子没什么文采 写不了很感人的文案 就这样吧 传进自己的抖音号里 不管了 放下手机 跑去烧开水泡方便面 数分钟后 端着方便面碗 再拿起手机 这才发现 刚刚发的那一条短视频 居然火了 短短几分钟 就出来了一大堆回复 这视频还原度好高 里面的演员 各个都演得很逼真 真的像是一群贫苦劳动人员 而不像一群演员 确实 道具和服装都很用心 不像那些粗制滥造的 垃圾电视剧 这画面感觉好奇怪 有点像小人国呀 你懂个屁 这叫做一周摄影 能把正常比例的东西 拍得看起来很像小人国 对 我可以肯定 这是一周摄影 其实一周摄影本身并不稀奇 随便找一个摄影师就会 但是 博主拍这个视频 给下血本啊 请了好多群众演员 穿上破烂的衣服 来演这个剑刀官的小视频 这成本太高了吧 这么多群演 这么多道具 拍着30秒 成本不低于2万 就凭这用心程度 这个视频 我就要点赞收藏加分享 走一波 楼上一群二货 你们以为博主 为什么舍得投这么多钱 来拍这30秒的视频 还不是为了以后赚更多的钱 过不了几天 这个账号就会挂个小黄车 然后博主跑出来直播 告诉你们 他把某个破完衣的价格打下来了 不要999 不要99 只要9块9 包邮给你送到家 把你们的钱全部骗光 李道玄看到这个评价 双眼一亮 嘿 我本来没打算这样干 你这一说 倒是给了我思路 好 那就来骗你的钱吧 李道玄干脆把自己的抖音账号改了个名字 改成小人国的日常 一轴摄影 这样一改 那就可以大摇大摆 肆无忌惮地发一些 看起来明显就是小人国的视频了 反正我都明说了 我是一轴摄影 你不会怀疑我家里真的有个小人国吧 很认真的考虑了一下 刚才那个剑刀官的视频 虽然真实好看 但却不够震撼 想要很吸一波流量的话 只怕需要点更加刺激 更加精彩的画面才行 那当然是 战斗 他在录像堆里翻了翻 很快就翻到了 无上名王攻打高家村的那一段视频 很好 就从这里下手 精心剪辑 加点滤镜 再一次上传 配上文案 勤劳的小人国村民们 遭到了贼军的袭击 所有人都拿起了武器 保卫自己的家园 妈的 当年读书时认真点就好了 现在写文案写得稀烂 还好没去当作家 不然肯定是个死扑街 三十二一行人 正在向着县城急行 没有人说话 都在害怕碰到贼军 然而命运弄人 莫非定律可不是说着玩的 你越是怕什么 就越会来什么 走到离村十来里的地方 道路两旁突然响起一阵鼓噪声 树林里刷刷 冲出来了近百人 手上拿着的武器五花八门 千奇百怪 这伙人一出来 就把山路前后都拦住 然后瞪着了三十二等人 背着的包裹 三夫人看到这里人 不怀好意的目光 第一个动作 就是抱紧了自己的包裹 这里面装的是几罐仙药 那可绝对不能被抢了去 高出五和郑大牛两人 率先拔出了刀 一群年轻厚生 全都亮出了武器 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 人数相差如此悬殊 几把刀剑是就不了他们的 三十二强装镇定 大声叫道 你们招子放亮点 我是三十二 县尊老爷的师爷 我身后这些 都是县衙门里的帮贤 你们要是敢对我们动手 就是造反 抄家灭族 一个也活不了 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瞎吹一波了 把自己以前的就职位拿出来唬人 再把高出五人说成帮贤 带点官府的身份 这样也许能把这些人吓到 PS 帮贤类似于现代的外屏人员 没有正式编制 明朝时一个衙役手下 通常会有三五个帮贤 可惜的是 三十二这番话 并没有把那伙人吓到 为首的人黑黑笑了起来 县令我们都敢杀 还怕你一个区区师爷 此话一出口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不过 三十二却双眼一亮 马上就明白过来 你 你们是白水王二 王好汉的部下 那为首之人黑黑笑道 没错 我们都是跟王二大哥混的 怕了吧 哈哈 远近谁不知道 我们杀了县令张药彩 你居然敢拿师爷名头来吓我 哈哈 他这一笑 三十二却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大声道 是王好汉的兄弟就好办了 这位好汉 我们与王好汉有救 是朋友 您可千万不能对我们动手 不然王好汉知道了 恐伤了你们兄弟感情 那为首之人听得一棱 随即骂道 说什么狗屁话 先前和县令攀亲戚 现在又想和我王大哥攀亲戚了 你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 三十二额头见汉 这可是生死关头 一句话都说错不得 强装出一副硬气的表情 我可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与王好汉是真的有救 你动我一下试试 王好汉拆了你的骨头架子 他这一下 还真把那小头目唬住了 愣了半天 一时不知道该不敢喊干掉他们 他不下令 别的贼人就不敢动 场面僵住了 贼兵队最后面 一个年轻人悄悄地溜了 向着后面的山坡跑去 小头目心里有点虚 真怕得罪了大哥的朋友 你他妈的 肯定是骗我 我王大哥 怎么可能和你这么一个满度肥肠的家伙有救 三十二其实心里也虚 他也不知道 王二还念不念高家村的情 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你过来砍我呀 杀了我们 你家大哥回头把你剁成十八段 挂在树上 双方都色立内人 场面又僵住了 紧张 双方都紧张 踏错一步 都是死字啊 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山坡上 响起一声断鹤 都把刀放下 双方齐齐转头 向坡上一看 白水王二来了 在他前面 还有一个年轻人在领路 王二大不留心 飞快地走到了场中 左看一眼 果然 是高家村的人 右看一眼 白猫 把你的人撤了 原来 那小头目名叫白猫 听到王二命令 他心中暗叫好险 这伙人真的认识王大哥 还好我没把他们乱刀砍死 三十二这时候也松了口气 双腿一软 扑通一个屁蹲坐到了地上 妈的 还好王二是个讲人意的贼球 这要是换个人 我们就全完了 围在旁边的贼人开始散去 只是 离开的时候 眼光还是不舍得 在高家村民的包裹上来回巡视 这伙人最近已经抢劫上了瘾 看到别人的东西 总觉得都该是自己的 王二瞪了这群人一眼 他们才坐鸟收散 三十爷 高家村的兄弟 王二对着众人抱了抱拳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这兵荒马乱的年警 不好好躲在高家村 背着大包小包的赶路 命都不要了 三十二尴尬地看了自家夫人一眼 心想 还不是因为这女人非要回县城 不过 夫人要回县城 也是为了救助世人 这也是天尊的命令 所以 也没什么草可吐 他抱了抱拳道 我们有不得不去县城的理由 王二皱起眉头来考虑了几秒 既然如此 我护送你们一段吧 带你们从县城返回高家村 我再来护你们回去 高家村与我有恩 我不能让恩人遇险 这话一入耳 三十二大喜过望 只知道王二讲义气 却没想到他讲义气到这个地步 这人也太他喵的厚道了 三十二肃然起敬 抱拳道 王好汉 您这样的人 却被逼得落了草 真的是 哎 真是 世道不公 小人国的日常 爆火了 那个小人交战的视频 一夜之间 就火变了抖音 点赞几十万 评论也刷了一万多条 李道玄靠在箱子边 刷着手机 乐呵呵地看着网友们的评论 这一周摄影用得太棒了 我他喵的 拍得太有小人国的感觉了 道具用得棒了 这个乐高积木搭的城墙 让小人站在上面打仗 真的是充满了喜感 话说 做这个场景得花不少钱吧 要先搭城墙 然后把它涂成乐高积木的样子 这不得花个几十万 电脑合成的吧 真要是花钱 自造个乐高积木样式的城墙来拍视频 成本也太高了 还不如电脑合成一下 肯定是合成的 但是合成的水平极高 高得我这双眼睛看不出来 这可不是五毛特效 就算城墙是合成的吧 但是这些演员身上的衣服 手上拿的弓箭 锈刀 锄头 粪叉 锅盖 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道具啊 这得用了多少钱 是啊 城外冲锋那一波 外面冲过来的贼军 怕是上千吧 这么多人 全部穿着道具服 光是这些衣服 就是一大笔钱了 不需要那么多 只要三四十个演员 别的都用电脑合成 合成你妹 什么都用电脑合成 你没看到每一个人 都长得不一样 穿得不一样吗 这怎么可能是合成的 现在的电脑合成技术 就是这么牛的 不然你以为漫威电影里面 那些大场面 真的是有这么多演员 全是合成 演员只有最前面一排 后面的都是合成的 这塑料投射机 乐死我了 这个道具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不可能真的用塑料 做了一堆投射机吧 演员们不是真的 被投射机砸扁了吧 画面太真实了 我他妈的感觉 这是真实画面 少说傻话 谁家拍个视频拿石头 真的砸死群眼 这是电脑合成的 这绝对是合成的 只是特效水平超高 以假乱真了 特效水平太高了 甚至比电影用的特效还真实 这种水准的特效 用来拍这么一段 一分钟的视频 简直疯了 这一分钟 究竟花了多少钱 投资这么大 我怀疑博主再搞一波大事 光火一条视频没用 抖音上 因为一条视频 意外爆火的例子 多不胜数 如果不能保持高水平 很快就完蛋 诸如此类的评价 上万条 看得李道轩连饭都忘了吃 他虽然没做过 短视频相关的工作 但也明白一点 只要连续多个视频 都能保持好成绩 这个账号的流量就稳住了 接下来 那当然 就是直播带货了 嘖嘖 搁着长相 其实还算帅 直播应该能行吧 需要稍稍练一练口才了 不然直播镜头一开 自己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就完蛋大吉 好 对着镜子练习一波 家人们 我帮你们把积木的价格 打下来了 小人国城墙同款积木 不要999 不要99 只要您9块9 包邮到家 三十二等人 在王二的护送下 来到了离城城县城 只有吉里的地方 前方已经可以 远远地看到县城 王二在这里 就不能继续向前了 他可是反贼 虽然现在朝廷不拿他 等他略自明春自定 但他要是大摇大摆 去县城边上晃 那是纯纯找死 三十爷 高家村的兄弟 我就送你们到这里了 王二抱拳道 明日清晨 你们在这里呼唤我 我便再来护送你们回去 三十二抱拳 多谢王好汉 这里有些银子 你拿去 给兄弟们分一分吧 他拿出一把散碎银子 王二笑着摇了摇头 我们现在人人喊打 拿着银子也买不了东西 哈哈 三十爷的好意 心领了 这倒也是 三十二 那我们明日清晨 在此地相见 双方抱拳别过 三十二等人快步向前 没用多久 县城便到了 大明朝的县城 一般是由七品县令 带着三十余名衙役负责管辖 通常不会有驻军 而负责率领军队的九品巡检 驻扎在离县城十余里的卫所里 形成文武各管各的局面 但是现在 城城县城里 却驻扎着军队 守城门的不再是两个老头 而是两个壮年士兵 大热天野披着布甲 热得满头是汗 眼神凶汗 气势汹汹 瞪着大眼珠子 仔细地审查着每一个准备进城的人 三十二这一行人 足足有十来人 还背着大包小包 腰间跨着刀子 那当然是很扎眼的 他们还没走到门前 守城士兵就把门给掩了一半 大声贺问道 来者何人 三十二仰头 在下三十二 前任县令张耀彩的师爷 后面这些都是我的帮贤 那守门士兵听到三十二这几个字 却仿佛见了鬼 大吃一惊 三三三师爷 你 你不是在高家村 变成鬼了吗 三十二 啊 我何时变成了鬼 他有点猛 但是猛地一下想起来 上一次配合天尊 吓跑了巡检程序 狠狠地装神弄鬼了一番呢 而这守城的士兵 看来就是程序的手下了 他没猜错 这两个守城士兵 不但是程序手下 还去了高家村 上次李道玄玩女鬼校下跑的那群人里 就有这两个人 两人当时吓得屁鬼尿流 跟着程序抱头鼠窜 做了几天的噩梦 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缓过来 现在乍一眼看到三十二 当时又见了鬼 全身都在哆嗦 三十二心中暗笑 表面上却摆出一副严肃正经的模样 青天白日 大中午太阳高照 你说我是鬼 我看是你 心里有鬼 两个士兵抬头一看天 好大的太阳 好吧 这种情况 一般不会有鬼出来晃的 两士兵在低下头 三师爷 你这是 究竟怎么个情况 三十二摆出一脸猛逼模样 上次白水亡二作乱 我带着夫人逃出城去避难 最近听说县城这边安定 就回来了呗 怎么了 你好似在哪里见过我似的 两士兵面面相去 上次看到那个 应该是诡辩的 但眼前这个 好像是真的三师爷 进了城 安全了 两位雕塑师率先开口道 三师爷 我们两人打算去集市上转一圈 嗯 去吧 明天大清早 到城门口集合 我们一起回去 切不可自行回去 路上有多凶险 你们也看到的吧 两位雕塑师赶紧点头 来的路上 就差点被贼人乱刀砍死 哪里还敢自己回去 两人告了声得罪 便背着小包裹 静置来到了集市上 此时天下大汉 名声凋敝 集市上商人也不多 卖些乱七八糟日用品的倒是有 但卖食物的人极少 尤其是各种腐蚀和调料 更是嫌有人出售 两位雕塑师 在集市角落里摊开包裹 把天尊恩赐的好货拿了些出来 摆开 这一摆开 不得了 一大群人轰的一声就围了过来 这 这是糖 雪白透明的糖啊 天尊给的白糖 都是非常大的 像水晶一样的大坨好货 但两位雕塑师也不是傻子 在家里早已经将大块白糖 碾碎成了粉末状 但现代工艺制出来的白糖 比古代工艺的糖要白得多 看起来就不是一露霍色 两位雕塑师仰脸笑 好货吧 给我来一钱 我要两钱 我也来一钱吧 城里的百姓比农村的要富有得多 但他们也不敢买多了 别说论金 连论两都不敢 只能买个一两钱 姐姐嘴馋罢了 这位雕塑师卖糖 卖得热火朝天 另一位雕塑师那边 也围了一圈人 你这个是 猪油 雕塑师 是哦 上好的猪油 你闻闻 香吧 这都什么年头了 你居然还有猪油 人都没吃的 你家居然还养得起猪 什么样的家庭啊 住在城里的老百姓 当然是不可能养猪的 他们平时能吃到的猪油 都是靠农村的老百姓 卖进城里 但自从旱灾发生之后 养猪的农户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直到近乎断货 这些人也不知道多久没尝到过猪油味了 这个 我要来三千 给我五千 每个人都买得不多 毕竟这玩意儿太贵 但是架不住买的人多 不消片刻 两个雕塑师带来的货 就全部卖了个金光 变成了两大包碎银子 两位雕塑师 叫做轮班将 著作将 就必须像现代的打工人一样 实行坐班制 按时去官府作坊里干活 人身自由严重受限 因此 理大急于摆脱自己的将级 而轮班将就自由一些 每三年到五年 轮流去官府的作坊里面上班 通常连续上班三个月 又可以换来三到五年的休息 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加进41年 朝廷改革了将义制度 允许轮班将完全不来上班 但需每年缴纳将班营 四前五分 朝廷拿着这笔钱 去另外雇佣人来上班就是了 以前两位雕塑师 花不起这个钱 只好乖乖去轮班 但最近得到天尊的恩赐 家里好多值钱的娃 便动了来换成钱 然后拿钱去交降班营的念头 因此 两人才会冒死跟着三十二 走一趟县城 现在钱换好了 两人一都鼓了 底气也足了 可以去交钱买自由了 两人胸膛挺的笔直 走路都带风 昂首挺胸 向着官方走去 走进坊里 穿过厅堂 一路上见到的 全是各种工匠 什么木匠 巨匠 瓦匠 铁匠 裁缝匠 油漆匠 竹匠 锡匠 勘字匠 筑匠 镖匠 莲子匠 碗花匠 双线匠 石匠 银匠 骨匠 穿甲匠 墨瑶匠 木桶匠 五墨匠 雕鸾匠 熟皮匠 扣匠 捏素匠 纸匠 琉璃匠 PS 当然不可能这么多匠人都在方里 这里只是为了列个表 让大家看看明朝有哪些品类的匠户 官方里能人无数都是些心灵手巧的狠角色 这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多都认识 见到两位雕塑师便都挥手打招呼 是你们俩 我记得你们俩人去年才轮过班 今年不需要来的呀 怎么也来了 两位雕塑师便得意的笑 我们俩人赚到钱了 来交匠班营 嘿嘿嘿 这话一出口便引来一阵极度羡慕恨的眼光 谁不想交钱换自由啊 但是 没几个人交得起 将级一个比一个穷 一个生活的比一个惨 别说拿钱出来交将班营了 他们大多数还得致点子女 才能勉强生活 听说两位雕塑师 仍然赚到钱 交将班营 一群人不禁围了过来 两位在哪里发的财啊 有什么门路 给我们也说到说到 我们也想交了将班营 然后拍拍屁股 一走了之 两位雕塑师可不傻 这种事私下里说还行 可不能对这一群人瞎嚷嚷 便嘿嘿一笑 我们得到了道玄天尊的庇护 说完 也不解释 静止走进了那堂 见了管事的将师 将师 我们是来交将班营的 那将师是个老头 鼻孔里哼了一声 你们准备一次性交几年的将班营啊 我可得提醒你们 你们都是三年一轮的轮班将 如果想下次不来轮班 就必须一次交足三年的将班营子 也就是十三前五分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老头刚刚说完 两位雕塑师就同时道 我们交三十年的 以后十班都不用来了 将师 说不定您这辈子都见不着咱们俩了 扑 老头一口茶水 差点喷出来 三十年的 那可是八两五钱银子 你们这两个穷酸 凭什么拿得出八两五钱银子来 两位雕塑师 腰板挺得笔直 脸上露出迷之自信的笑容 伸手入怀 摸出两个大钱袋 往桌子上一摔 哗啦啦一声银子响 老头只听声音 就知道这钱袋里有货 打开袋子一看 果然 满满两袋子碎银子 用手一垫凉 就知道只多不少 自己还能从里面捞到点回扣 老头这下福了 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 翻到捏素师这一页 找到两位的名字 在后面写上一句 以脚轻将搬银三十年 然后标明时间 画了个圈 两位雕塑师骄傲地道 匠师 咱们就此别过了 这辈子 再也不见 老头挥了挥手 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只能目送他们大不留心 消失在了官方之外 三十二和三夫人 回到他们在县城里的家时 才发现 家里的所有东西 都被洗劫一空了 数日前 白水王二那一番闹腾 妇人区的房舍 无疑不被洗劫 整个街区都变得一片糜烂 有树状房子被烧毁 至今还是一堆胶木 三十二明明还算是个良善的人 也经常为百姓发声 但他的家 也逃不过被洗劫的命运 门也被踢坏了 能拿走的东西 全都被拿走 空空如也 他认识的另外几个良善人家 也同样未能幸免 乱军来时 哪里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杀红了眼 根本没有心情来甄别 为父不仁的是一刀 修桥补路的也是一刀 低调中庸的还是一刀 三夫人仔细想了想 干脆我就不住家里了 直接去城隍庙里借宿吧 PS 城城县城里有一座 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城隍庙 位于县城西大街西端 始建于唐代 旅回旅修 现存城隍庙就是明朝时重建的 占地面积非常大 2013年被评为 AAA及风景旅游区 住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去玩玩 本书第34章 介绍两位雕塑师时 通过对话 介绍了其中一名雕塑师 为这个城隍庙 捏过一个城隍像 忘了的朋友 可以去翻看一下 三夫人 我以前常去城隍庙里 供奉香火 给道长们送些道袍和米面 今日再带些银两过去 道长们是肯定乐意 让我借宿的 32笑 这倒也是 有钱哪有办不成的事 三夫人拍了拍装神药的罐子 住进城隍庙里之后 我就穿上道袍 用天尊给的神药 就这些没钱看病的贫苦老百姓 这样便是拯救世人了 32 就怕庙中道士不允 三夫人笑道 城隍是道教的神仙 天尊也是 同为道教一脉 怎么就不允了 我还没听说过 哪个原始天尊的庙里 不准给太上老君烧香的 32 原来如此 他眼珠子一转 嘿嘿笑了起来 你多使些力 多救一些贫苦老百姓 若是有人在这里活不下去了 你就劝他们到高家村来 咱们那村子里 还需要大量的人手呢 三夫人 这还用的你说 两人商量急定 便去了城隍庙 果然 只要花钱 借宿什么的 完全就是小菜一碟 道士们恭迎金主爸爸 哦 不对 金主妈妈入住 安顿好了夫人 32也要开始做他的事了 台步 来到了城东的一家私塾 准确来说 这里不能叫私塾 而是叫家塾 没有得到官方认证 是一个连老婆 都没讨到的穷书生 自己在家里摆了 几张桌子 然后招收了几个 附近住的老百姓的孩子 做学生 书生穿着一身青色道袍 袍脚上还打着补丁 一见到32 脸上 便露出惊喜之色 三师爷 前些日子白水亡二作乱 从那日起 您的千金便许久未来上课 在下颇为担心 曾去您家里找过 却见 真是吓坏了在下 32 多谢王先生挂怀 当时我一家人逃出了县城 投了高家村去 至今小女仍在村中 未敢返回县城 王先生攻守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那白水亡二真是可恶 将贵千金的学业都耽搁了 他何时返回县城 在下定当尽兴 将这些天的学习给他补上 32摇头 我女儿可能很长时间 不会回县城来了 王先生 哎 这一生哀礼 颇多失望情绪 少一个学生 他便要少赚一笔学费呢 道袍边角上的补丁 可不是白打的 王先生的生活 也属实不轻松 32话锋一转 王先生 我这次来找你 便是想请你帮的大忙 去那高家村 暂住一些时日 帮我解决一下 女儿的学业问题 必有后报 王先生摇了摇头 只怕 不妥 在下还有另外几名学生呢 若是去了高家村 丢了另外几位学生 在下也于心不忍 他哪肯轻易跑出城去 城外现在是什么情况 反贼乱窜 到处杀人 城城县令已死 巡捡城绪耸成一团 陕西巡抚也不管 出去还要不要命吗 32知道 该银子出场了 伸手到包裹里 拿出一块拳头大的银块来 往桌上一摆 这银子一拿出来 王先生整个人顿时矮了半头 哎 三十爷 你这是何意 32 让王先生跋涉几十里去高家村 舟车劳顿 不给您些辛苦费怎么行 这些银子 便是为劳王先生的 至于另外几位学生 我去他们家里走一趟 将他们的学费退还了便是 王先生大急 这怎么行 那几位学生给的学费虽然不多 但在下已经收了 便要负责到底 岂可因为你给的钱多 就半途而废 三十爷你这行径 绝非圣贤之道 有辱斯文 无被读书人有笔墨 稚气与拳头 绝部 三十二又伸手进包裹 刷的又拿出一块 比拳头还大了一圈的银块 两个巨大的银块摆在一起 荧光闪闪 亮瞎人眼 王先生 再下去了 与此同时 双庆室 李道玄将一个大箱子 小心翼翼地抱到了造井厢旁边 亲手亲脚打开箱盖 一个迷你版的客家围屋 出现在了面前 定制的客家围屋 终于做好了 这个围屋是参照著名的崇林市居等比例缩小而成的 长0.54米 宽0.64米 围墙高达4.5厘米 内有住房262间 九厅十八井 建章品里的图 现实里的围屋没有底盘 但蔡新子为李道玄做的这个模型 却需要有一个底盘 所以底部 粘在一块巨大的复合材料压制板上 板很厚 很坚固 板下还挂着一套电机 电控系统 装了两排直径达6厘米的大轮胎 围屋里的房子 采用薄铁皮做内部的分隔墙 但是 屋顶和外墙却没有采用铁皮 因为李道玄这个甲方 在制作过程中多次修改想法 又给乙方提出了 要防晒 防雷等乱七八糟的各种变态要求 因此 屋顶和外墙采用了复合材料压制板 还刷上了防水涂层 只有内墙用了薄铁皮来节省空间 蔡新子做这一单 起码亏500块 李道玄很仔细地检查了围屋的各个位置 还用手在里面掰了掰 确认结构牢固 每一块墙壁 每一块铁片都组合得非常的稳 不会随随便便地倒下 里面是要住人的 如果房子不稳 倒塌下来压死小人 那就成了灾难片了 确认好稳定性之后 李道玄又拿起遥控器 拨动遥控杆 速度设定为一档 客家围屋便用极为缓慢的速度 在地板上跑动起来 一档很慢 每秒钟只能跑十几厘米 这个速度对于李道玄来说 完全够用 这模型放到明朝之后 每秒十几厘米的移动速度 就会变成一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已经不输给坦克 全部确认无误之后 便要将它放进箱子了 李道玄掀开造井箱的盖子 向里面看 村子里的小人们就和平时一样 一部分人在铁浆铺里打造铁甲 一部分人在织着棉布 有人在拘木头做家具 有人在扎竹面娄子 有人在拿泥巴捏罐子 缺乏一技之长 只有一把力气的人 最近几天没啥事可做 就坐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 乐呵呵地聊着天 李道玄对着高一叶的房子 开口道 一叶 通知所有村民 有活干了 他这句话一出口 就通过天花板上的破洞 看到高一叶从织布机边跳了起来 手忙脚乱地想要遮掩织布机 不过他马上就想到 神明无所不知 遮掩也没有用 只好可怜巴巴地低下头 遵命 天尊 被你知道我织布了 为生气吧 不生气 反而觉得你挺可爱 不过这话当然不能说出来 李道玄绕过这个问题 直接抓住重点 把全村村民召集起来 退到村边的角落 村子中心空地五十丈方圆之内 一个人也不要留 高一叶赶紧应了一声 跑出屋去 大声宣读天尊命令 村民们很快就放下手里的事 跟着高一叶 退到了村子的角落里 背靠着城墙 不解地看着村子中间的空地 李道玄比划了一下村子中间的空地 空地不够 村民们的茅草房子有点党事 放村外 却会破坏农田 虽然农田现在啥也没种 只是一片干裂的黄土 但秋天一到 这些农田就是重要的生产工具 绝不能轻易破坏 那当然只能拆村子里的茅草屋了 好吧 第一批拆迁户要诞生了 李道玄低下头道 我现在要赐给你们一幢漂亮的大房子 因此 要拆除你们的旧房子 每个人都会领到一笔拆迁补偿 你们可有意见 村民们听完 微微一愣 随即大喜 但凭天尊做主 好的 我先将你们的房子移开 尽量不破坏你们的财物 说完 李道玄伸手一抓 将一个村民的茅草屋 连同一大块地皮 一起抓了起来 所有村民都眼睁睁地看到 一座房子 连同它下面的地皮 一起飞了起来 划过天空 飞到了村外的山坡边 然后缓缓地降落下来 摆在哪儿了 划 天尊师法 威力无双 呀 我家的房子也飞起来了 飞到村外去了 村子里的房子 一座接一座地飞了出去 很快 村子中间地带 除了道玄天尊洞之外的建筑物 都被清理一空 这道玄天尊洞吗 当然也是要清理的 不过 这道观是小人们辛苦搭建起来 直接清理了 估计有点伤他们的心 李道玄干脆来了一句 道观修得不错 我要把它收到天上去把玩 听说天尊很满意 要把道观收上天 小人们还以为自己搭的道观 很受天尊喜欢呢 顿时欢呼起来 李道玄一把将道玄天尊洞抓了起来 拿出了箱子 摆在了自己的桌子上 别说 还真是个挺漂亮的工艺品 里面还有一个自己的一毫米雕像 一套微型的桌子椅子 铺团什么的 回头拿去 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好了 村子中间的建筑物 已经全部清空 该把客家围屋放下去了 村民们抬头看 只见天空中云层开处 一个巨大无比的建筑物群 缓缓降下 这建筑群在高处时 村民们还看不清楚 但等它落到地面了 大伙才看明白 它是一个长30余帐 108米 宽40余帐 128米 围墙高3帐 9米 的超大型家宝 奇怪的是 这家宝下面还有两排大黑轮子 每个轮子都有4帐 12米 高 这两排大轮子 把整个大家宝质冷起来 使得大家宝离地一帐多高 村民们全都看得傻了 房子还带轮子 李道玄也有点猛 妈的 家装了轮子 果然有点怪怪的 这房子离地都有一帐多高 村民们进出房子 难道还要搭个梯子 爬上爬下吗 太不方便了 难道 要暂时把轮胎拆掉 需要一栋时再装上去 想了想 有办法 把轮子的下半部分 埋进地底就行了 他伸手进箱子 又在地上挖了两排长坑 刚好能让两排轮子装进坑里 然后再把维屋放进去 轮子往坑里一滑 刚刚好 这样一来 维屋的复合材料压制板底盘 就与地面齐平了 抓点泥沙过来 将地基周围的缝隙填平 压实 再用手摇晃了一下 很不错 稳稳的 客家维屋 安装成功 村民们虽然看不他的手 但看到地面突然出现的大坑 看到被挖开的泥土 这么巨大的建筑物 居然飞来飞去 像在被一双大手来回摇弄 也不禁暗暗啄舌 李道玄吩咐道 一夜 三十二不在 这里的事 就由你和村长来处理了 给每家人分配一间住房 村民们听完高一夜的转叙 大喜 尤其是那些 从别的村庄歉移来的村民 一直都没有房子可住 大多窝在城墙角落里 直到道玄天尊洞建成了 他们才有了点自己的时间 打算在秋天到来之前 先搭个窝棚容身 以后再想办法建房子 没想到 天尊如此仁慈 给他们派送这么好的大城堡 每家都能分到一间屋子 我们送给天尊一座庙 天尊却送我们每人一幢房 村民们大声欢呼起来 李道玄 别高兴得太早 这些房子 连门窗都没有呢 全都需要你们自己去造 村民们欢呼 天尊仁慈 天尊保佑 天尊万岁 你这个白痴 你喊天尊万岁 是在咒他老人家 只能活一万岁吗 神仙都是永生的 啊 小人该死 天尊 无量受服 下面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至于门窗这种小事 比起建房子这种大事来说 容易多了 根本难不倒勤劳的劳动人民 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 客家围巫摆下来之后 外围的乐高积木城墙 便失去了用处 围巫自带三丈高的围墙 现在乐高积木那两丈高的城墙 就完全多余了 而且 当初摆下这个城墙时 多多少少压了点农田 眼看九月渐行渐进 秋波在即 农田是必须腾出来备用了 李道玄伸手到箱子里 将乐高积木拿了出来 给李大做临时房子的百式可乐一拉罐 当然也可以一并拿出来 乐扣乐扣做的大池塘 倒是不急着拿 就让他继续躺在围巫旁边的空地上 满足村民的用水 高一叶和村长 开始给大家分配住房 现在村子里150余口人 按家庭来分 算上祖孙三代 实际上只有四十余家 但天尊仁慈 允许以一对夫妻来算成一家 也就是说 爷爷奶奶可以算一家 分一套房 父母算一家 分一套房 孩子如果没成年 就和父母算作一家 如果成年了 哪怕没有成婚 也可以分一套住房 这样一来 这150口人 总共用到了64间房 还有大量的房间空置着呢 高一叶作为地位最尊贵的圣女 分到了围巫最深处 最高的那一幢房子的顶楼 让他站在阳台上 便可以方便地抬头与天尊说话 这幢楼名叫望楼 三层高 可以俯视整个围巫 建筑风格 有点像城墙上的城楼 分配完成之后 村民们就开始搬东西了 把他们旧房子里的东西 全都搬到新房子里来 门窗的位置 暂时用一块 布连遮起来 整个村子里 都呈现出一股子热火朝天的气氛 三十二回来了 带着一位教书先生 高初五 郑大牛等一群年轻人 还有两位雕塑师 当然 还有负责护送他们回来的白水王二 一行人形色匆匆 来到了高家村外 王先生心里 正是有苦难言 他接了三十二的银子之后 还以为自己发财了呢 哪想到刚刚出城没多远 就见三十二拐进了一片树林 里面迎出出来一群凶悍的汉子 为首一人 可不正是官府画像捉拿中的大反贼 白水王二吗 王先生的魂 都差点没下飞 原来我是被骗进了贼窝 吓得瑟瑟发抖 却又不敢说话 乖乖地跟着连逃跑的念头都不敢有 心里只是一个劲在盘算 这些反贼 诶骗我入伙 是为啥 莫非 要把我弄进山寨 做个军师 至多心无用 我清白之身 才不要去山上落草呢 吓用最后的结局 可是很悲惨的 先与你们虚与尾夷 逮到机会 我便逃回城去 他一路就想着 这些有的没有的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从清晨走到五十 又热又累 感觉已经有点撑不下去了 突然听到三十二道 我们到了 咦 村子好像又变了 白水王二也冷了冷 咦 你们这高家村 还真是每次来都不重样的 第一次来没有城墙 第二次来 有个两丈高的城墙 这第三次来 居然有了一个巨大的家宝 三十二不用脑花也能猜到 又是天尊失了法 这事就不便与王二细说了 笑着对王二抱了抱拳 王好汉 到了这里 就不劳你相送了 王二也抱了抱拳 那我回山去也 三十二从袋子里拿出一袋盐 王好汉 上次我给你银子 你不肯收 这次给你些盐吧 你屈居山中 银钱对你来说无用 但这盐 却是不可或缺 王二也不禁舔了舔嘴唇 却如三十二所言 贼军士 真的有点缺盐 他们上次抢了官粮 在粮食这一方面 倒是还能支棱许久 但是 盐却是个很麻烦的事 长时间不吃盐 人可受不了 这种情况下 也没法假客气了 伸手接过盐袋 抱了抱拳头 我又欠你们高家村一个情 总之 大恩不言谢 有用得上我王二的地方 派个人来山里叫唤一声便是 双方就此别过 王二摔着手下 回转山中 消失不见 他这一走 别的人还没什么 王先生却整个人刷得一下松了 就像骨头架子松了一般 哗啦啦一下就软倒在地上 三十二回过头来 大齐 王先生 你这是做啥 王先生有气无力地道 在下还以为三十爷骗我进山里落草 直到看到王二走了 才知道并非如此 松了一口气 这双腿是怎么也直轮不起来了 众人听得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王先生 瞧你想些什么事 三十二把他扶起来 我们都是清白良民 才不去做那落草为寇的事呢 走吧 前面就是高家村了 到了村子里 你才知道 这里有多好 那可真称得上 世外桃源 一行人很快就走到了高家村外 进入了视野范围 李道玄就能看到他们了 自家小人离开了两天 还真是挺担心的 而行千里母担忧啊 得多看几眼 一眼就看到 三十二背后 跟着一个穿青色道袍的男子 就知道 那肯定是焦叔先生来了 更加乐呵呵地看 高出五第一个嚷嚷起来 他伸手指着山坡上 一个破烂的茅草房子 叫道 哎呦 那不是我家吗 怎么跑山坡上去了 三步并坐两步 对着自家的房子冲了过去 刚到门口 就见那房子门开了 高出五的父母 一对中年夫妻 正抬着家里的大木床 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三人在门口打了个照面 高出五急道 爹 娘 这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事 咱们的家怎么跑山坡上来了 高出五的老爹 乐呵呵地笑了 天尊给咱们村的人 全都发了新房子 你看 就在那边的大家宝里 我和你娘正把家具搬过去 你小子回来得正好 快把你娘换下来 咱们爷俩来搬这床 高出五赶紧替了他娘的位置 爷俩抬着床 跑得飞快 一边跑 高出五的爹还一边笑 儿呀 你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天尊说 只要是已成年的村民 不管有没有成婚 都可以分配一套房子 村长把你的房间 分在爹娘的房间旁边 嘿嘿嘿 回头你把自己的床 搬你的屋里去 高出五憨憨地笑 呀 我也有自己的屋了 那我岂不是可以娶媳妇了 他爹哈哈大笑 你这么蠢 谁肯嫁你 高出五 我虽然蠢 但是有力气啊 我帮天尊多做些力气活 得了很多很多赏赐 我就有钱娶媳妇了 你的赏赐来了 高一叶在远处叫道 出五哥 天尊说 你护送三十爷王凡有功 赏你白糖五金 面粉五十斤 猪肉十斤 最后一声哈 是因为天尊说了 这些东西给他娶媳妇 但是高一叶说到这里 已经忍不住笑 最后一句 便在笑声中打断了 高出五 哎 哎 这么多 哇 娘 您帮我张罗个媳妇呗 就拿这些赏赐去做聘礼 护送三十二的十几位年轻人 个个都得了赏赐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帮自己的家人搬家去了 两个雕塑师 也赶紧往家里赶 他们的妻儿也在搬家 两个雕塑师赶紧过去 结果重活 一脸笑意地道 我们交了三十年的将搬营 以后再也不用去官府的工坊里轮班了 两人的妻子都大喜 但随即又脸露忧色 我们的孩子 将来也是轮班将呢 他们一旦成年 也得去轮班了 两位雕塑师笑道 这还算了什么事 我们只要再多帮天尊做几个雕像 便把儿子 孙子 曾孙子的将搬营 统统给他们准备好 于是 两人的妻子也展颜笑了起来 以前是看不到未来 灰蒙蒙的生活 但现在 总觉得未来无限美好 三十二则陪着王先生 缓缓地走进了崭新的客家围屋 坚实的地基 厚重的城墙 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墙 居然是金属的 表面涂了后漆 敲起来光光的响 这让新来的王先生 看得一脸猛逼 这荒僻之地 自己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村庄 居然有如此实力 修建得起如此可怕的家宝 先生在此处教书 不用担心贼寇了 三十二得意洋洋地道 前不久 贼囚无上名王 率领一千多反贼来攻 也被我们高家村击溃了 而另一股汉匪王二 和咱们是什么关系 你也看到了 来到高家村 便可高枕无忧 王先生听得半信半疑 但见这家宝如此厉害 倒也不由地相信了几分 此时已是午时 许多村民开始做饭了 米饭的香味 面粉的香味 甚至还有鸡肉 腊肉的香味 各种味道在围屋里弥漫 王先生也不禁吞了一口唾沫 他虽然是个读书人 却很清贫 媳妇取不起 许久吃不上一顿好的 闻到鸡肉 猪肉的味道 也不禁食指大洞 忍不住就开口问道 三师爷虽然给了在下许多银两 但此村没有市集 在下要到哪里去购买吃食 三十二大笑 先生是天尊要聘请的人 自然有天尊负责先生的饭食了 王先生大惑不解 天尊 何人 三十二也不解释 折植远处正在努力 保持着端庄的高一页 那是圣女大人 我带先生去见圣女 生活所需马上就能安排上 王先生只好硬着头皮 来到了高一页的面前 还不等他开口 高一页便微笑道 天尊已经知道先生到来 请跟我来 王先生一头雾水 跟在高一页身后 高一页将他带到了一处天井 这里有一圈房子 围着一块空地 他指了指其中一间房屋 先生可站住在这间屋子里 屋前这一片天井 用来摆放桌椅 龚先生教人读书十字 至于先生的日常用度 那是完全不必担心的 宁静屋子里一看便知 王先生好奇地钻进自己的房间 定睛一看 里面油盐腊肉 堆了整整半间屋子 他就算敞开肚皮吃 只怕也要吃上个一年半载 这 全都是给我 我的 王先生说话都结巴了 是的 天尊说 先生若是安心在此教书 今后少不了先生的好处 与此同时 十几里外的山中 王二带着一对最中心的部下 返回到了山寨 说是山寨 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洞中也没什么家具物事 仅有几辆运辆车 歪七倒八 地上扶着干草 他带出来造反的几百贼军 便在这个简陋的山洞中暂住着 贼军们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 毕竟现在的生活环境 真说不上好 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下 生活的时间一旦长了 精神就容易出问题 王二拿出三十二给他的盐袋 高高举起 大声道 兄弟们 看我拿回来了什么好东西 哈哈 一袋盐 众人大喜 二当家郑艳夫和三当家种光道 一起围了过来 一脸的兴奋 有盐了 王二大笑 高家村的三师爷送我的 这么大一袋盐 够咱们吃上好一阵子了 又是高家村送的呀 不远处的贼军群里 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声 高家村好富有 以前送我们面粉 这次又送盐 看来村子里存货还不少呢 那村子里肯定还有更多的好东西 议论的方向 有点不对 王二的眉头深深地皱了下去 猛地一转头 瞪向了说话的那几个人 那几人感觉到了老大的不快 赶紧将头一缩 耸进了山洞深处 王二这才作罢 让老二老三负责分言 他本人则 走到一边 何一卧下 郑艳夫深深地瞥了一眼王二 见他好似睡着了 拉着重光道走到一边 低声道 老三 你有没有发现 大哥也太过偏向高家村了 重光道耸了耸肩膀 高家村对王家村有恩 咱们启示的前一晚 高家村还送了王家村几十桶面粉呢 以大哥的性子 那当然会偏向着高家村 郑艳夫低声道 高家村有粮 有盐 富得流油 却因为大哥偏帮 咱们不能下手 我昨晚上还听出去抢东西的兄弟回来说了 本来有十几条肥羊可宰 只因那些肥羊是高家村的人 大哥便将他们放了 重光道低声道 这是我也听说了 若是当时宰杀了那十几只肥羊 收获其只这么一点点盐 肯定会赚得更多的 郑艳夫黑黑笑了起来 看来我们两个英雄所见略同了 老三 干不干 重光道也黑黑笑 当然干 郑艳夫 那须得避开大哥 避开所有王家村的人 种光道 过几天 咱们瞅个机会 编个借口 哄大哥带着王家村的人向北边去 带他走远了 我们就去干高家村一票狠的 郑艳夫 我听说那高家村有高大的城墙 不久前 无上名王就在在高家村的城墙下了 他的部下有好几十人跑来投了我们 老三 你可有什么高招 种光道 无上名王是个傻子 只知道硬工 那当然不行 咱们可不能那么傻 你帮我准备跟长生 到了晚上 我一个人偷偷爬上城墙去 干掉哨兵 再从里面打开城门 咱们的人一涌而入 把高家村一个措手不及 到时候村子里的东西 就全是咱们的了 郑艳夫大喜 老三此祭大庙 那咱们就这么干 事成之后 大哥也没法说什么了 就像我们把城城县里 那几个富户家的夫人和丫鬟 摆成了十八斑模 事情已经做下 他也只能干瞪眼 嘿嘿 崇光道点头 那是肯定的 两人商量极定 心里有了谱 嘿嘿笑了两声 猛一回头 居然发现 王二就站在身后 一脸的怒容 老二 老三 你们两个 简直岂有此 他正准备怒骂两人一顿 却没料到 崇光道和郑艳夫 几乎同时摸出了短刀 对着他捅了过来 大清早 王先生爬起了床 昨晚吃得很饱 甚至还吃到了 久违的肉和糖 使得他今天 精神很饱满 回头看了 眼半屋子的各种食物 再摸了摸自己 藏在枕头下的 两块拳头大的银子 要食物有食物 要钱有钱 瞬间 王先生有一种人生 已经到达了巅峰的感觉 拿人钱财 语言消灾 三师爷带我不薄 那我就好好叫他女儿吧 把从城里背来的小包裹打开 里面 四叔 五经 百家姓 等教材应有尽有 王先生确认教材齐全 拍了拍脸 打起精神 走出了自己的小屋 外面是一个大天井 客家围屋的酒厅十八井之一 王先生刚一走进天井 就看到三十二和高 也带着八九个孩子 站在他的面前 三师爷的女儿 自然也在其中 后面还有 好几个青年人 这是村里所有愿意 学习读学识识字的人 王先生愣了愣 咦 三师爷微笑道 王先生辛苦点 把这些人也一并教了吧 王先生有 点错愕 这些孩子是农民的孩子吧 三师爷居然自掏腰包 让别人的孩子读书识字 他是这么大公无私之人吗 不过他的想法怎样都好 自己收下的学费 再教百倍的孩子 也是绰绰有余的 便拱手笑道 在下自当尽力 那就来教王先生 刚发了一句话 高一叶突然开口道 啊 抱歉 王先生请稍候 天尊发话了 他老人家说 孩子们在上读书十字课之前 要先做个早操 活动一下身体 这样才科学 王先生头顶上 缓缓地跳出来一个巨大的问号 科学是什么意思 高一叶对着所有孩子道 大家转身 向望楼的方向看 望楼就是客家围屋里 最高的三层建筑物 也是高一叶的居住所 他住在望楼的三层 那里是离天尊最近的地方 站在阳台上 就可以扶拦整个围屋 孩子们全都乖乖听话转身 连那几个年轻人 也一起转过身去 神色肃穆地看着望楼 然后 他们就看到了一个长方形的 奇怪的金属物体 从云层中缓缓地降落下来 悬浮在了望楼的正上方 这长方形物体 宽十丈 三十米 高四丈多 十四米 颇为吓人 王先生吓了一大跳 此为何物 高一叶朗声道 今天是弟子 做得不对没关系 天尊也没有怪罪大家 以后每天上课之前 所有人都要做一套 第七套广播体操 众人齐声道 谨尊天尊法指 王先生 哎 咦 发生了什么 究竟怎么回事 三十二拍了拍王先生的肩 笑道 咱们高家村 一直都得到一位叫做 道玄天尊的神仙照佛 随时随地能看到天尊显胜 你刚才就看到了 以后还会经常看到的 王先生 子不与怪力乱神 三十二 你得到的那些食物 银两 其实都不是我的 而是天尊赏你的 帝王先生 啊 天尊真是位慈祥的好神仙 三十二 僵硬 这画面就很僵硬 好一会儿之后 三十二从僵职状态中恢复 好了 接下来就交给王先生了 我还有好多事 要忙呢 去了县城两天 这高家村里 积压了不少破事 到处都乱着呢 还有不少人偷懒不干活 偷棉花 我得去骂骂这些 不干人事的家伙 他说到偷棉花三个字时 旁边的高一叶 刷得一下红了脸 心虚地向后退了两步 心里暗想 糟糕了 要挨骂了 三十爷明明两天 不在高家村 他怎么知道 我偷棉花的 却听三十二道 一叶姑娘 以前棉花存放在 一个小破房子里 总有人来偷 我想把棉花搬进望楼 就存在二楼 上面的三楼是你的居所 下面一楼是祠堂 咱们在一楼 供奉天尊圣像 如此一来 就绝不会有人敢来偷了 我不信 有人敢从天尊圣像旁边 穿过去偷东西 不知你意下如何 高一叶心中 一阵乱尴尬 糟糕 你居然问我 真要把棉花存在我楼下 那不是让我偷个够 哎呀呀 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肯定是故意问我的 三十二哪知道 高一叶现在丰富的内心系 一叶姑娘 你怎么了 你给句话啊 高一叶将心一横 丢人就丢到底吧 行 棉花就放二楼吧 三十二得到了圣女的首肯 便挥手招呼村民们过 都过来 搬棉花 全都搬进望楼的二层 以后天尊赐给我们的物资 都存放在望楼二楼 一楼摆天尊圣像 三楼就住着圣女 我看你们谁还敢去二楼偷棉花 村民们 我们哪敢偷 不敢不敢 三十二笑骂道 还说不敢 我两天不在 大棉球上偷出来好大一个洞 你们当我瞎呀 村民们真不敢 举头三尺有神明 我们哪敢乱来 三十二 那棉花去哪了 村民们 我们也不知道啊 三十二 哼 偷棉花的家伙 天尊会收拾他的 高一叶听着他们的对话 满头大汗 正闹腾呢 围乌墙上放哨的村民 突然大叫起来 呀 山里 有个人跑过来了 跌跌撞撞的 好似受了伤 此时还是大清早 李道玄刚刚把手机 从箱子里抽回来 然后捧着外卖 送来的豆浆油条 刷刷的开干 看小人们做广播体操 实在是有点好玩 以后干脆下令 全村子人都做吧 哦 不行 年龄大的人怕事做不了 给他们弄个广场舞来跳跳 算了 广场舞扰民太甚 流毒无穷 还是不要带坏了古代大妈 他正想着新的玩法 突然就听到村子里的哨兵 大声喊叫起来 接着不少人往北城墙上跑 三十二也跑上了城墙 向着外面张望 李道玄的手指 立即放到了箱子外壳 那一排按钮上 对着北按钮点了下去 很快 视角就一到了北面的山坡上 一个穿着破烂衣服 皮肤晒得有黑的年轻男子 正跌跌撞撞从山坡上跑下来 身上居然还有血迹 他跑了几步 摔了一跤 爬起来 又继续跌跌撞撞地跑 李道玄心中暗爽 视野扩大了就是舒服 他继续微条按钮 让视野中心锁定着那个男子 跟着他跑 好一会儿 那男子终于跑到了高家围乌 那三丈高的宝墙下 扑通一声滚倒在地 仰天躺着 对着宝墙上面的人大喊 我王 大哥辉 大约是跑得太累 上气不接下气 他一句话根本没法说顺流 说一个字 就得大喘气 三十二听到王二 手下这几个字 定睛一看 居然把来人认出来了 正是他去县城路上 拦路想抢他一票的那个小头目 匪豪叫白猫 眉头深深皱起 对旁边的高出武和郑大牛道 快去那把白猫弄进来 高出武和郑大牛 两人下了宝墙 绕到门口这宝门 是蔡星子 用两块一毫米的宝铁皮做成的 但放进明末 却是两块厚达二十厘米的大钢板 小人们根本推不动 把旧城门上的脚盘拆过来装上 才能通过脚盘的力量 把门打开 高出武和郑大牛钻出去 把那男人架进围巫 扶到了三十二和高一夜面前 三十二集问道 白猫好汉 发生了什么事 白猫上气不接下气地道 郑彦 想要 高家胳膊两人连 暗算了大哥三十二 村民们 男子大哥受了伤 被两个判 在山里面 家村的人都被关着 有我溜了出 高家 就我大哥三十二的脸色 一下子黑得像锅底 高出武和郑大牛 两人大怒 可恶 连两个雕塑师 都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哎 王二大哥那么好的人 李道玄听了这话 也不禁黑了黑脸 妈的 什么世道 为什么好人总是要吃亏 哎 心思手软 本来就做不得萧雄 像王二这种讲义气的好汉 虽然是个做猛将的料子 却注定做不大 就算不在这里出事 早晚有一天也 算了 还是别咒他 村民们顿时议论纷纷 钱 我们先得自保 三十二大声道 都安静 现在不只是讨论 就不救王二的问题 而是在救王二之众人 所以他们 才暗算了王好汉 三十二 你们是蠢吗 没听到白毛好汉说 郑彦夫和种光道 打算攻打高家村 众人 三十二大声吼道 用不了多久 郑彦夫和种光道 要打过来了 我操他娘的 你们还发愣 备战 备战 所有人立即备战 赶紧 立歌莫马 白毛喘着气道 这么 他们知道高家 高大的城墙们 只会来夜袭 这话倒是让三十二脑门一醒 对啊 我们现在有三丈高的城墙呢 郑彦夫等人 只要不是二愣子 就不会青天白日 傻乎乎地跑来强攻高家村 不然 无上名王 就是他的下场 夜袭吗 三十二有点慌 高处在旁边嚷嚷道 三十爷 白天打仗 咱们会一点了 但是夜间打仗 要怎么个打法 郑大牛也道 他们随时可能来夜袭 我们却不能整夜不睡觉呀 这可怎么办 三十二大吼 我知道个屁 我他娘的是个师爷 不是军师 周围的村民们 又是一阵慌乱 李道玄倒是乐了 夜袭有啥好怕的 我把监控摄像头的 动态报警功能打开就是了 只要监控到有人活动的痕迹 立即响起预设好的音乐报警 然后拿个日光灯 伸进箱子里 你们立即就可以当成白天打仗了 吸了 不过 他这手段属于天尊作弊 要是一开始就这样玩作弊 小人们又学不到东仙不及 看看他们怎么操作 来个人 据白家宝请白元白先生过来 他是名团教习 他知道怎么应付 三十二犹豫再三 突然脑门一醒 对了 现在还是清晨呢 离天黑还早 快 高出五 我去 那你一路小心 三十二道 外面急不太平 碰到贼子 你别逞强 撒开大脚鸭子跑 那些贼人都没有马 追不上你的 高出五 咧开嘴词笑 放心 我最近吃得饱 有力气 那些软不垃圾的人追不上我 他带上几块肉干 拿了个白面饼 然后撒开大脚鸭子 跑出了围屋 高一夜在城墙上大喊 出五哥 别一开始就跑这么快 两个时辰的路程呢 你省着点力气 高出五憨憨地道 哎 对啊 众人 把这么重要的事 交给一个憨憨 行不行啊 三十二刷的一下转身 看向了两个铁匠 甲呢 我们的甲现在有几幅了 两个铁匠咧开嘴 现在可多了 这些天时间 咱们有了棉布 女人们也一起动手 把存起来的甲片装在棉衣上 做了好几套棉甲呢 三十二 速速清点 把甲发给村子里最能打的年轻人 快快快 还有石头 油 都统统准备好 对了 我们的投尸机呢 郑大牛 上次打完仗 天尊便把投尸机都收回天上去了 三十二 夜间打仗 投尸机好像用不上了吧 哎呀 我也不太明白 先不管这个了 所有人行动起来 快快快 该干嘛干嘛去 村民们 可是我们到底该干嘛 三十二 场面又僵硬了 整个高家村又开始乱了 村民们眉头苍蝇似的乱跑 不过 这次的情况 比上一次好了很多 村民们至少知道 准备战争物资了 也不知道 打夜战时 石头和油没有没用 反正先准备起来 两个铁匠 跑回了自己的铁匠铺里 把最近这几天 做好的铠甲拿出来 这几天 村子里大部分的女村民都在织布 虽然三十二不在时 他们偷了偷懒 但是我朝劳动人民的勤劳可不是吹的 就算偷了懒 其工作效率依旧可观 村子里有了大量的棉布 两位铁匠 便找了些手灵手巧的富人相助 将先前打好的铁片穿起来了 棉甲有八副 这玩意儿 其实相对于那些很豪华的铁甲来说 更适合现在的高家村民 铁甲太重 没经过正经军事训练的村民们 要是穿起来 鸭都鸭傻了 根本无法活动 但是棉甲轻便 村民们穿起来 还能活蹦乱跳 郑大牛 给你一剑 你是主力 郑大牛咧开嘴大笑 给高处五流一剑 他也是主力 另外这几剑 过来几位罪状的后生 一个女人从旁边跑过来 又塞给李大很厚一卷棉布 李铁匠 我这里还有一卷棉布 没来得及给你 贼军还有几个时辰 才来呢 你看看 来不来得及再做一副甲 高铁匠 我这里也有多的棉布 不到半炙香的时间 两位铁匠 又收到好几卷棉布 两人正准备去夹急制甲 突然听到一个 有点尴尬的女子声音 很动听 这里有棉布 众人听到这个声音 奇奇一愣 转过头去一看 居然是圣女大人 高一叶双手 拖着一大卷棉布 尴尬地道 我这点 众人 不 三十二两天不在 天尊这两天也没显灵 结果村子里到处妖魔鬼怪 连圣女大人都不务正业了 算了 现在可不是吐槽 圣女大人的时候 两位铁匠 赶紧冲进了铁匠铺 又招呼上村子里别的铁匠 能穿针引线的妇女 还有一整天时间呢 说不定还来得及 临时赶制 几件应付货 一大群人 飞快地赶制棉甲 高出五出了高家为乌之外 便大不留心地向着白家宝去 他只知道白家宝 大致方向 并不知道具体位置 但没关系 嘴甜点就行了 路上逮谁问谁 还有一次问到了几个贼人 那几个贼刷得一下摸出刀子 还没来得及挥出来 高出五就撒腿跑出了十几米 看得那几个贼满脸猛 这大旱灾人人都没吃的 他怎么还能跑得这么快 别人走两个时辰的路 高出五只需要走一个半时辰 白家宝到了 入眼之处 居然是一片热火朝天 正在搞建设的局面 白渊穿着一袭白色长衫 背负着双手 站得笔直 仿佛翩翩君子 正监督手下的家丁店户 以及附近受聘而来的村民 修补上一次 被无上名王破坏的宝墙 在白家宝外的空地上 还有一大群年轻男子 正拿着长棍子 练习刺杀的动作 原来 白渊回家之后 又重新组织起了民团 而且 这一次花了更多的钱 招揽了更多的人 是要保护好白家宝 不能再被贼人给攻破了 看到手下们练习得很带劲 白渊也来了兴致 大声道 拿弓来 旁边一名家丁 飞快地地上一把轻弓 白渊拈弓搭建 对着不远处的稻草人 一箭射去 正中面门 哈哈 君子六义中 射这一翼 再回我身 哈哈 加回来加回来 正开心呢 就听到一个憨厚的声音 在远处大喊 白老爷 白老爷 白渊转头过去一看 这不是高家村的 高十五 高五五 高一 高二 高三 到底高什么来着 高出五飞快地跑到他面前 高出五 白渊 对对 我记得很清楚 你叫高出五 怎么了 跑得很辛苦的模样 爷帮个忙 高出五飞快地道 有一伙贼子 计划夜袭高家村 三师爷不为打仗 想求白老白渊的脸 刷的一下就黑了下去 该死的贼 高家村与我有恩 既然是高家村的事 那就是我白渊的事了 这就叫来而不往非理也 君子六义中 理这一亿 我可是很讲究的 来人啊 签两匹马来 马上就有家丁过来 送上两匹好马 上一次白渊带着妻儿逃跑 所以用的是马车 但这一次白家宝这边没问题 他不需要带着妻儿逃跑 就不用马车了 还是骑马来得舒服些 速度也快很多 高出五 你会骑马吗 不会 那你在马上抱住马脖子 死死抱住就可以了 高出五 哎哎哎 白渊翻身上了马 对身边的家丁们道 按我给你们训练的那一套 守好白家宝 带我回来 家丁们齐声道 遵命 老爷 等马将绳 另一只手拉着自己的 双腿一加马腹 走起 白渊看着高出五笨拙地爬上马 抱住了马脖子 哈哈一声笑 一只手拉着高出五那马 猛地一下窜了出去 高出五的马被他一拉 也跟着开跑 等到那马跑起来了 白渊就将将绳往高出五手里一甩 不用管了 他自会跟着自己的马跑 两人两骑 用最快的速度 向着高家村狂奔而来 马的速度 就比人的火腿快多了 高出五来白家宝 用了一个半时辰 回高家村 却只花了半个时辰 当两人看到高家围巫的时候 连武士都还没到 这时候 李道玄正在做一个摄像头组 晚上的夜站 那肯定是需要看得爽的 多安几个高清摄像头 夜间动态报警功能也要打开 调试好 一大堆需要操作的玩意儿 箱子的玻璃也要擦得透亮 让一圈摄像头能多方位 多角度地拍摄到这场大战 自己也更方便 剪辑出水准更高的视频 他刚刚把监控摄像头组调试好 就看到两匹两截指尖那么大的小马 跑到了村子边 不禁疑了一声 饿了 这小马好可爱 原来是六亿哥白渊来了呀 白渊飞骑冲到围巫下 左看 右看 猛了一猛 咦 才数日没来 怎么又变了 那五彩的城墙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好厉害的大家宝 这宝墙 得有三丈高吧 他那边正在扩建白家宝呢 还以为建得很不错了 结果一看高家村这家宝 瞬间觉自己的白家宝 又破又烂没法看 高初五从后面跟上来 天尊把旧城墙收回天上去了 给咱们村赐了新的家宝 所有人都搬进了新房子 我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可以娶媳妇了 嘿嘿 白渊翻了翻白眼 才不想听你娶媳妇这种迫事 三十二的脑袋从城墙上探出来 见到下面的白渊顿时大喜 白先生来了 白先生来了 快 快打开铁门 请白先生进来 村民们欢呼起来 看到白渊 就像看到了主心骨 一群人赶紧开门 拥着白渊 走进了高家围屋 白渊走进这个大围屋 关注点就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眼光都在往防御性上瞅 左右一看 围屋四个角落 分别有四个角楼 守住角楼向下射箭 那当真是方便之极 四个角楼之间 还有走马道相连 可以让防守方的士兵 迅速在四个角楼之间移动 互相支援 角楼与走马道 都设计了射击孔 防守方可以通过这些小孔向外射击 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又能打击敌人 绝啊 白渊不由地嘖嘖称奇 此宝极为高明 回去之后 我要把我的白家宝 也建成这三十二营上前来 白先生啊 建宝的是荣厚在意 您先想想 咱们这一仗怎么打 据通风暴行的人说 贼子计划夜间偷偷爬上城墙 然后从内部打开宝门 白渊翻了翻白眼 这还不简单 城上多射灯笼火盆 多派哨兵巡逻 不给贼子机会 不就行了 他刚把这句话说出口 突然猛地一醒 不对 不能这样做 礼道悬乐了 这白渊反应好快 敌在暗 我在明 白渊飞快地道 如果贼子发现 我们守得严密 就不会进攻 我们每晚浪费大量灯牛 木柴 还浪费大量哨兵人力 所有村民都不敢安睡 左等右等 等不到贼军进攻 自然疲惫 而贼子等 我们疲惫了 疏于防御了 再来夜袭 那我们就完蛋了 三十二探道 是啊 只有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那可真是防不胜防的 白渊的眼珠子转了几圈 又爬上宝墙 左看右看 将整个围屋的地形了然于胸 这才黑黑笑了起来 没错 天天防贼不行 所以我们要引贼出洞 假装不知道他们要来 装出防御戏松的样子 将贼人尽数引进家宝 然后利用地形 将他们围杀在家宝里 必须将他们彻底跟除 才不会老是被他们惦记 天尊恩赐的这个大家宝 拥有极为强大的防御能力 同时还做好了分区防御的安排 你们看此宝分为九厅十八井 这个井 这个 还有这个井 悦然地形成防御格局 如果将敌人放进宝内 引致这三个井中 我们的人只消毒在这里 这里 有这里 就能将所有贼困死于三个井里 两边的顶上将头砸下 管教井里的贼子 一个也走不脱 众人也听不懂 只能假装懂了的教导 原来如此 李道玄从高空俯视下去 倒是看得一清二楚 随着白元手指的几个方向 将几个点连在一起看 果然 这客家为无可不简单 他里面的九厅十八井 便是一层又一层的防线 如果敌人攻破一层防线 便可退守第二层 攻破第二层 还可退守第三层 层层消耗敌人的兵力 直到最后 防守一方 还能退守高一夜居住的望楼 此楼仿佛古代城楼 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视为最后的阵地 泽泽 真是不得不感叹客家人的智慧 白元第一件事 这么厉害的大家宝 也不禁兴奋莫名 摩拳擦掌 哈哈 唯有记上心来 所有能打的男人都跟我来 我们先来练习练习高出五 你率十个人 守这条通道 再去十个健壮妇人 上两边房顶 用石头向下 砸来帮助高出五 郑大妞 你率十个人 守这条通道 通道两边屋顶上去 些健壮女人 负责落实 李大 你带五人 从这条通道转过来 高一一 你带五人 扶在这条小巷里 等贼军从这条通道经过 你立即出来 把这道门关上 插上门栓 哎呀 这条路 我实在是没人可用了呀 白元犹豫起来 这条通道 是贼军唯一的逃逸通道 但是村子里人手不够了 怎么办呢 李道玄看了看那条通道 和后面天井的宽窄 嘿嘿一笑 有了 白元正在考虑呢 高一夜突然开口 大家退开些 天尊要借给我们一个仙家法器 众人一听这话 赶紧退开 白元也赶紧对着天空 施了一个大理 只见一尊巨大的青铜巨炮 从天空中缓缓降落了下来 正好就落在了白元 找不到人防守的那条通道 尽头处的天井里 轻轻摆好 炮管垂下头来 对准通道 长达数丈的大炮 落地居然连震都没震一下 可见天尊用力极轻 生怕把大伙给震坏了 这大炮占地面积极广 居然将九厅十八井的 其中一个井都给占满了 大的简直骇然 村民们没见过大炮 不知道大炮本来该是什么模样 那也就罢了 但是白元和三十二两人 却是在大城市 见过红衣大炮的 两人一眼就能认出来 天尊给的这个仙家法器 是一尊大炮 只是它也太大了些 三十二 天尊玩什么都玩大的 白元 如此巨炮 我等如何使用 连炮弹都搬不动啊 何况 它开炮之时 必定山崩地裂 那庞大的爆炸威力 足以将我等震死 天尊 此乃神物 小人们用不了了呀 礼道玄乐的不行 这只是个防风打火机而已 又不是真的炮 一夜 告诉大家 炮口前方三丈之内 不要占人 不要放任何一燃物 高一夜赶紧转续 那炮口前方 正对着的是一条通道 也就是白元说 没有人防守的通道了 站在通道里的小人们赶紧离开 通道两边都是复合材料压制板做成的外墙 倒也没有什么别的易燃物 李道玄见他们准备好了 便吩咐道 一夜 你让李大 高一一 都拿起大铁锤 同时用力击打大炮后面的那个机阔 李大和高一一得到命令 赶紧把自己打铁的大铁锤拿了起来 在上一次战斗中 李大和高一一两人奉命敲头实际上的机阔 立下大功 也有了敲机阔的经验 这一次又接到同样命令 两人也算轻车熟路了 数了个一二三 两人同时挥起大锤 对准那机阔 猛的一砸光 巨大的金属交击之声响起 巨炮的炮口轰得冲出一团紫蓝色的火焰 火蛇喷出一丈多远 这只是看得见的明火就有一丈 实际上 火蛇前面还有一截看不见的高温区 差不多也有三尺这火蛇喷出来 吓得所有人一哆嗦 连最有见识的白渊 也吓得登登登连退了好几步 过了好一会儿 白渊才反应过来 大喜道 仙家法器 果然厉害无比三十二 乖乖我的妈 这要是把我放进去烧一下 瞬间就落个 尸骨无存 白渊狂喜 这条道路 看来只需两位铁匠助手便可以了 即使来的是千军马 也能给他烧个金光 高出五和郑大牛一起叫道 哇 这么厉害的仙家法器 我们也想玩呀 让我们来守这里吧 白渊斜眼 你们两个是笨蛋 我就怕你们 笨得连鸡扩都敲不准 高出五一中敲在正大牛脚上 正大牛一中敲在高出五手上 然后这条路就被贼军攻破了 两人顿时汗如雨下 还真有这个可能性 其实 把大锤高举过头之后 用力砸下来 别说笨蛋了 不笨的普通人 也是有很大可能性砸歪的 就算不歪 也有可能使不上镜 或者闪了腰 只有天天挥舞大铁锤 练过的人 才能每一锤都砸得准准的 而且还有劲 这事儿 当然非两位铁匠 莫属白渊 我得重新安排人 顶替他们两人的位置 守另外那两条通道 嘿嘿嘿 有天尊保佑 感觉怎么打都输不了 但是 赢得漂亮点 才不辜负了天尊期望 众人齐声道 天尊保佑 白渊挥手道 所有人开始操练 技术自己的攻守进退路线 夜间作战 黑灯火 别自己 在自己的家宝里迷了路 那就笑掉人的大牙 众人 天尊保佑 于是 高家村又开始了热火朝天的操练 那些本来怂怂的人 看到天尊给的仙家大火炮之后 发现自己的后台依旧很硬 只要紧紧抱住天尊的粗大腿 万事可无忧 瞬间精神陡撒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根本没在怕了 入夜了 双庆式依旧嘈杂 夜生活刚刚开始 李道玄坐在电脑前 剪辑着视频小人国的日常第八期内容 在一座小小的茅草房子里 高三娘正坐在织布机前 鸡鸡赴鸡鸡 小夫人当户支 正在这时候 她的手机突然响起了叮叮叮 叮叮叮的警报声 是摄像头APP的夜间动态监控 报警了停下手里的工作 坐到了箱子边 箱子的视角 她已经提前调偏了一点点 并没有锁定在村子中心 而是向北移动了几百米 能看到村子的一小半 另外 还能看到城北那片山坡的一小半 发出报警的摄像头 就是监控着这一片山坡的那个 所以李道玄的眼光 自然地锁定在了山坡上 坡上有树 长得有气无力 要死不活 许多树没有树皮 当然是被村民们包来吃掉了 这些树黄毙了李道玄的一部分视野 但她依旧能看到 一群人正在树林里悄悄地移动着黑 郑彦夫和种光道来了 天空中圆月高悬 中秋才过没几天 现在的月亮还贼圆 再加上几年不雨 万里无云 月亮的光芒还挺亮堂 郑彦夫和种光道两人 率领着两百多名手下 潜伏在了高家村北方的山坡上 借着树林的掩护 他们不需要担心 高家村的哨兵能发现 他们古人或多或少有点夜盲症 夜晚并不利于他们行动 但天上的圆月给他们提供了便利 使得夜袭高家村 成为了可能郑彦夫看了一眼 前方高大的家宝 呸了一声 这鬼地方怎么又变样了 种光道 看来这村子富得流油 里面恐怕是有非常有钱的大佬爷躲着 他花了大笔银钱 才能将高家村建成这般模样 郑彦夫黑黑笑了起来 那不是挺好吗 那大佬爷岳父 我们强起来越带劲 种光道也黑黑笑 王二就是被这村子里的狗夫人给收满了 一点面粉 就让王二变成了狗夫人的狗腿子 郑彦夫点头 我想把王二剁了 你却偏要拦着我 把他河王家村的人关起来 害得我们还得留下五十人看守他们 这也太浪费力气了吧 种光道 王二威名仍在 我们现在就杀了他的话 在陆林里站不住脚 另外几路一军都会看不起咱们 只能将他关起来 待我们攻破高家村 杀了里面的狗夫人 把钱量拿出来 分给兄弟们 证明了我们的本事 再告诉大家 王二已被狗夫人收买 就像那宋江一样 要卖了咱们 那时候 当这天下好汉的面在杀王二 就没有人能说 我们的不对了 郑彦夫仔细想了想 这话在里 混露林 不能光是心狠手辣 还是得讲究些道上的规矩 没有正当理由 杀自家大哥 那就是人人喊打的狗屎了 好 尽快攻破高家村 两人的眼光 向着前方的高家村 看去夜晚的高家村 显得有点阴森 城墙上一排排油灯 昏暗摇割 仅仅只能照亮宝墙 周围机密的范围墙上 还有两个哨兵 在懒洋洋 慢吞吞地走着宝墙 长宽都超过三十丈 这么大的范围 就两个哨兵巡逻 明显不够 郑彦夫低声笑 这两哨兵 就和没有没什么区别 种光道也低声笑 老子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爬上宝墙 也不费吹灰之力 郑彦夫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可就全靠你了 种光道 等我的好消息 说完 他猫着腰 从树林果钻了出来 亲手亲脚 向着城墙边磨去 摸到灯笼能照到了边缘位置 他就趴下来不动了 小心仔细地观察着 两个哨兵移动模式 寻找着爬城墙的机会 然而他并不知道 堡里可不止两个哨兵 在连接四个角楼的走马道里 还暗藏着八名哨兵 他们通过走马道墙壁上 开的射击孔来观察着外面 尤其是北边山坡 是他们重点监控的方向 种光道的注意力 全在宝镜的哨兵身上 哪知道射击孔果 还有好几双眼睛 已经锁定了 踏踏偷摸摸潜伏过来的半路上 早已经被暗藏的哨兵 看见哨兵也不声张 猫着腰 沿着走马道一阵急奔 下了宝墙 进入祠堂中 白渊和三十二 此时正在祠堂里和农而卧 哨兵轻轻唤醒二人 白老爷 三十爷 贼子来了 白渊刷地一下坐起来 黑黑一笑 悄悄通知村里所有人 安静起床 准备带哨兵点了点头 悄悄溜了出去 很快 数名哨兵都加入了行动 他们猫着腰 飞快地在家宝里穿梭 将村民们 加一加地唤醒不一会儿 整个高家村的人都醒了 但没有人喧哗 下午的时候 白渊几乎把每一个人 都拎着耳朵吼了半天 要他们行动之时 不准发出声音 他有着丰富的组织民团的经验 知道这些民兵的军事素养极低 很多人都听不懂人话 一个简单的是 必须把他们的耳朵拎起来 对着耳孔大吼鼠便 他们才记得住 高出五穿上了棉甲 从家里钻出来 迎面碰上了郑大牛 两个最能打得憨憨咧嘴笑了笑 提着大斧头 向着他们预定的防御位置走去 李大和高一一 这两位铁匠也钻了出来 背上两当甲 手拿大锤 静止来到了巨大的仙家大火炮 后面 坐下 眼睛直隆隆地盯着 激阔不能直接参战的老洛和富人们 跟着领头的小队长 爬上了天并旁边的屋顶 这里早已经堆上了石头 没有准备滚油 因为这一次 是在家宝里作战 乱泼滚油 别把自己的家给烧了 一切准备停荡白渊 也爬上了屋顶 对着城墙上巡逻的两个哨兵 远远地打了一个手势 两名哨兵会议 巡逻的速度一下子就放慢了 本来两人间隔得很远的巡逻 但现在却故意凑到了一块 假装聊起天来 拉八哥 我有点困了 哎呀 我也困 我们为啥要天天巡逻啊 最近这不是闹贼吗 咱们这宝墙这么高 上次无上名王过来 被打了个狗血淋头 不会还有贼感吧 嗯 我也觉得 不会有贼感来了 那我们还巡逻个啥 我好困 我想 找个地方睡会 嗯 睡会睡会 两个哨兵一边尬聊 一边走到了靠望楼那个边角的角楼里 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起来 种光道心中大喜 哈哈哈哈 这高家村的蠢货 郑愁找不到机会爬进去呢 这倒好 自送我一个天大的好机会 他立即猫着腰 跑到了宝墙脚下这一瞬间 几时双眼睛 通过射击孔看着他了 连李道玄的大脸 也在天空中俯视他 但他却浑然不知 白鸢轻声道 嘘 大家都别出声 别把他吓跑了 众目睽睽之下 种光道解下了腰间的一百草绳 绕了一个绳圈 然后瞅了瞅宝墙上面那 一排凹凸凹的战阁 用力一甩 绳套高高地飞了起来 白鸢等人齐齐在心里为他呐喊 中 然而并没有中 绳套落回了城外白鸢等人 哎 种光尊倒是不气馁 收回绳套 再一次瞄准墙头 用力一甩白鸢等人 再次为他鼓劲 中 真的中了绳套 缠在了一个秃上 收紧白鸢等人谈官相庆 哦也 他套中了 后面远处的树林里 郑彦夫和一群汉匪 也同时大喜 哦也 种光道套中了 连李道玄都忍不住点了个赞 哦也 中了 少侠好功夫 九米高强 扔了两次绳圈就套中了 你怎么不去参加奥运会 这一瞬间 所有人都很开心 没有人难过 种光道在衣服上擦了擦手 再呸呸 涂了两口睡墨 再手拿心上 搓了几下 双手抓住绳子 用脚蹬住墙面 开始攀爬这家伙 还真有点实力 九米高近了 刷刷刷 没几下就爬了上来 轻巧翻身上墙 先瞥了一眼远处角落里 呼呼大睡的两个哨兵 那当然是不要去惊动他们了 猫着腰 沿着宝墙后面的阶梯下来 绕到了家宝大门后面 两扇厚重的大铁门 让他倒抽了一口凉气 光着这块门 就要多少铁啊 值多少钱啊 抢着村子一票 老子这一辈子都吃不完 他推了一下 门不动 赶紧在门后找到脚盘 轻手轻脚 小心翼翼地转动 生怕发出什么 滋滋嘎嘎嘎 一类的声音 惊醒了村子里的人 好在这客家围乌 还是新的呢 才定制出来没多久 新东西的积阔 总是很灵活地开门的时候 居然安安静静 只有极轻的金属摩擦声 重光道打开城门之后 站到门口 得意洋洋 对着北方的山坡 用力招手这边的 郑彦夫一伙人 立即从树林里跑了出来 猫着腰 向着城门口窜过来 来了来了 他们来了 白渊大喜 在下真是神机妙算 哈哈哈哈 所谓算极事数 君子六亿数中 数这一亿 这下子可以加上加上了吧 哈哈哈哈 三十二低声道 这也能强行加上 白渊 嗯 三十二 嗨嗨 我什么也没说 白渊 好了 各就各位 等他们到达我们预定的天井 就干死 他们这群蠢贼 众人低声应道 天尊保佑 之后 一定要去救王二大哥呀 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 是那个来报信的王二手下 匪号白猫的男子 干掉他们那是自然 郑彦夫带着两百多个贼子 迅速地跑到了宝门口 与种光道会合在一处 三地 你这爬墙的功夫 还真是厉害 种光道 嘿嘿 干完这一票 你就可以叫我二地了 我改口叫你大哥 郑彦夫大喜 哈哈哈哈 对 冲 两个贼囚在前面领队 冲进了宝里 一进来就是复杂的通道 两边都是铁板做成的围墙 硬邦邦的 沿着通道一阵急奔 一个居室都没有 居然一直都是通道 转过通道来一看 前一个天井 天井旁边又有通路 这里面怎么跟个迷宫似的 房间全空着 这村子只有一百多口人 这家宝却有这么多房子 肯定有很多空着 这个倒是不奇怪 继续往里面冲 天井尽头 左边一条道 右边一条道 两人这次可以分头了 一人率领一百名手下 左右两个通道分开 没想到通道走完一看 分别又是两个天井 种光道和郑艳夫 都开始感觉到 有点不对劲了 就在这时候 周围的屋顶上 突然亮起大亮的灯笼 一下子将两人所在的天井 照得亮堂堂的 屋顶上出现了一个 穿着白色长衫的中年男子 手上居然还拿着一把折扇 刷的一下甩开 扇子上写着两个大字 君子 正是白渊 他装模作样地 对着天井里的贼兵们一指 大声道 而等装逼的话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旁边屋顶上 一位中年汉妇 抱起一块大石头 直接就砸了下去 碰 一个贼人被大石头砸中 脑瓜子浸出血来 倒下 白渊 哎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然而现在已经晚了 中年妇女那块石头一砸 别的人哪里还忍得住 各自搬起准备好的石头 对着天井里一阵乱扔 转眼间两边的屋顶上 大石头如同雨下 几个有工的村民 也拉开了轻弓 对着下面乱射 贼人们猝不及防 倒下一片 郑彦夫和种光道 这才知道中了计 两人大吃一惊 拿起锅盖户在头顶 手下几名有工的贼兵 立即拉弓 对着屋顶上反击 但是李道玄的手 立即就伸了下来 贼兵的剑被他挡下 但村民扔下来的石头 他却不挡 玩的就是个偏爱与例外 郑彦夫毕竟是汉贼 第一个念头 居然不是逃跑 而是想杀上屋顶去 但他伸手在旁边的墙上一摸 就发现这墙壁居然光滑得很 连个石缝都没有 根本没法攀爬 心中一慌 只好夺路而逃 正好前方天井墙角 有一个小小的通道 看起来可以窜进去的模样 郑彦夫一个大步 冲了过去 眼看要进通道里了 却没料到那通道里刷的一下 跳出一条汉子 挡在了郑彦夫面前 咧开大嘴 郑彦夫吃老子一刀 他一刀就剁在了高出武身上 刀法极快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一刀居然砍出了针的一声 被高出武胸前的铁甲片给挡住了 甲 郑彦夫人都吓猛了 对方居然有甲 官兵吗 高出武一斧头横扫过来 那斧头带起的尽力 把郑彦夫吓得不轻 百忙中向地上一躺 连打了好几个滚 才躲开了高出武这一副 但高出武这人 虽然脑子憨 体格却是一流的 典型的文科零分 体育尖子 力量速度都是一流 郑彦夫贴地才滚出两圈 高出武的脚就跟了过来 一脚踢在他腹部 这一脚好大的力度 把郑彦夫踢得整个人都打横飞了起来 扑通一声 撞翻两个手下 妈的 什么怪物 郑彦夫一只手捂着腹部 挣扎爬起来 又向另一边跑 另一边的天井里 重光道也一样狼狈不堪 两边屋顶上石头不停砸下 偶尔还穿插一只箭矢 这他妈打怎么打 他也和郑彦夫一样 想往小通道里钻 但通道里守着一群人 各个身穿棉甲 为首一人 手提伐木斧 正是郑大牛 滚尿流 一招都不敢再攻 种光道冲过去 只砍了一刀 就被郑大牛一斧头扫过来 险些扫中了脖子 吓得他 披着高架村里的人 怎么各个都有甲 贼你北的是大队官兵 躲在村里吗 其实 有甲的就那么几个打头的人 但黑灯瞎火地打夜战 贼人们也看不清楚 只看到前面几个人有甲 就以为高架村人人都有甲了 这年头有甲的就是官兵 一想到官兵这两个字 所有人都吓破了胆 战役全尸 只想逃命 贼兵们又想往来路跑 但进来的路 居然已经被几个村民搬来大石头 悄无声息地给堵死 断了 种光道和郑彦夫穿过通道 会合到一起 拿眼睛一瞅 还有一条路可走 一条狭窄的 长长的通道 这是唯一的逃生之路了 两人同时对着这条路冲了进去 白鸳大声叫道 李大 高一一 准备了 贼子对着你们那边过来了 两位铁匠精神一震 站到了仙家大火炮的后面 手提大锤 一脸狂热的笑容 来吧 贼子 让你们尝尝仙家法宝的厉害 郑彦夫 种光道两人来了 通道狭窄 但是两个人并排跑 还是可以的 身后的贼兵 也跟着钻了进来 拼命地跟着跑 跑进这条通道 两边屋顶上 居然没有人砸石头了 这让郑彦夫和种光道 两人心中狂喜 我们应该是找到了 对方防御的漏洞了吧 从这条路一直跑出去 说不定能逃出生天 可不止他们两人这么想 后面的贼兵人人都这样想 跟着两位领头的拼命跑 狭窄的通道里挤满了人 可以说是人挤着人 使得狭窄的通道 仿佛灌满了肉的大香肠一般 通道尽头 有一个黑乎乎的天井 里面没有灯光 黑的什么也看不见 若是平时 碰上这种前面一片漆黑的情况 郑种二人肯定得停下来研究研究 观察一番再近的 但这次情况不同 身后有官兵 两人慌不择路 哪里还会小心翼翼 观察清楚了再跑 前面黑不黑 已经顾不上了 两人拼命地冲 身后的贼人紧紧跟来 没花多少时间 就要冲进那黑漆漆的天井了 就在这时候 天井里响起了两个男子 整齐的吆喝声 一 二 三 敲啊 火炮的金属击阔上 擦出一粒耀眼的火星 两声金属交击的声音 几乎在同一时间响起 两把大锤子 同时落在了 仙家大借着火星闪亮的一瞬间 郑艳夫和肿光道看清了 前面的天井里 摆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金属物体 只知道它很大 撑满了整个天井 但是 两人见识有限 就这么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们也认不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 下一个瞬间 火来了 青铜巨炮的炮管 喷出一条长长的火蛇 长达一丈多 直冲进狭窄的小通道里 人 卷入其中 火光将漆黑的通道再一次照亮 也在同一时间 将冲在最前面的郑艳夫 和肿光道二二 两人只来急喊出一嗓子 就被火焰吞没 瞬间变成了两个火人 仅仅跟在两人身后的贼人 也同时被卷入 一起葬身火海 狭窄的通道里 瞬间混乱无比 往前跑的人急停 向后猛退 但后面的人 却还在往前面挤 前面几个人 明明没有被火焰卷入 却被后面的人 硬生生地推进了火中 啊 退 快退 前面好大的火 到 通道里的贼兵乱成一团 哭爹喊娘 肉合不被烧焦的味道 一下子就弥漫着整个通信亏 那仙家大火炮的射程 仅仅只有一丈多 也就通到最前面的贼人被烧死 后面的倒是没事 贼人们赶紧转身 想到又掉头杀回去 这有假的年轻村民 守住 在他们的背后 那狭窄的通道口 早已经被随后赶过来的高处 郑大牛 率领贼人们 根本杀不出来 全都被堵在了通道中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的手 又从天空中伸下来了 小人们推不动 这个青铜炮打火机 但是他却推得动 伸出一只手指 顶在打火机的后面 向前缓缓一推 大炮的巨轮 开始向前滚动了 长长的炮管 一边喷出火焰 一边向着通道里剩余的贼兵 缓缓逼迫过去 贼兵们吓得惊恐大吼 救命 救命啊 我不想被烧死 这是什么怪东西 它这么大 怎么动起来的 救命啊 火焰压过来了 报应 这是报应 我们背叛大哥的报应 我 我错再也不敢大哥救我 通道里的贼兵 全线崩溃 抵抗的意志 眨眼问就失去 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大喊饶命 投降了吗 李道玄推打火机的手 停了下来 在这里 需要稍微考虑三秒 要杀光吗 一算了 一秒就够了 用不了三秒这么久 啪的一声 把打火机的鸡扩关了 火焰消失 那群被吓坏了的贼兵 瞬间松了口气 全身一软 瘫倒在地 最前面几个 马上就要被火烧到的人 食尿都吓了出来 通道里弥漫着南闻的气味 下次就明白了 天尊饶了他们的性命 白渊站在不远处的屋顶上 亲眼看到了巨炮动起来 又看到巨炮收起了火焰 一高出五憨憨地问道 为啥 这些坏蛋不该全都烧死吗 三十二爬上屋顶 叹了口气 贼人虽然可恶 但贼军里面 也有不少人是被裹挟为贼的 若是我们占了上风 就将他们全部杀死 那与他们占了上风时 把富家女子和丫鬟也全部凌辱而死 又有何区别呢 众人心想 三十爷真是个烂好人 高家村长从宝墙上探出了头 那我们把他们放了 这里还有一百多名贼子 全部放掉 他日又攻打过来 该当如何 众人场面尴尬起来 三十二抬起了头 用求助的眼神看着天空 然而 李道玄并没有说话 他在看箱子外面的拯救指数 有趣的是 自己明明饶过了一百多个俘虏不杀 那拯救指数 却只长了可怜巴巴的五点 变成了三百三十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 才长了零点零几 果然如他所料 所谓拯救 是个复杂的命题 有的人救他的命就够的 有的人却不光需要你救命 还需要你给他指引前进的方向 有的人需要拯救的是身体 有的人需要拯救的 却是灵魂 如果一个国家摆在你面前 让你拯救 那绝非让他存续下去 而是应该让他焕发新生 妈的 好复杂 我只想养一箱子宠物 但却总有刁民 想逼我卷 就在这时候 白云突然发话了 要向下砸 但是又忍住了 然后换了个方向砸下去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他转过头 看着身边一位村民 开口问道 刚才激战之中 你抱起一块石头 想那村民一阵慌乱 啊 没有 白家刷的一下甩开了扇子 把君子两个字翻了一面 你的小动作 逃得过别人的眼睛 却逃不过我的眼 说吧 为什么要换一个方向扔石头 是想要放过谁 众人 三十二突然猛的一醒 你是 从郑家村过来的 我确实是从郑家村过来的 刚才面的人群里 有一个郑家村的 邻居 那村民被三十二人出来 脸上表情更加尴尬 各位 抱歉 我 我就没砸他 向着另一个方向丢了石头 这一句话出口 众人才猛的一下明白过来 种光道和郑艳夫这一伙人 率领的是 从郑家村和郑家村的村民 以及从周围村庄招揽来的亡命之徒 而高家村 除了原本的四十二个原住民之外 另有一百多人 来自周围各个村庄 例如 郑大牛就是来白郑家村 贼军里姓郑的人 他基本上各个都叫得出名字 说不定和郑艳夫一起玩过泥巴呢 才也在人群里 看到了相识的邻居 索人也故意扔歪了一块石头 屋顶上一个男人突然跪下 大声道 天尊恕罪 小人 小人来自种家村 刚通 又一个贱妇跪了下去 天尊恕罪 小女子 故意扔歪了一块石头 秀通 秀通 不一会儿 有二三十个人跪了下去 白云哼了一声 难怪 我神机妙算 将贼人困于天井之中 四面围杀 站进上风 但他们冲到仙家火炮前时 伤损却并没有多大 正大牛憨憨地抠了抠头 咦 你们在黑烟瞎火打仗的时候 还能认得出邻居吗 我都忘了这事了 众人 你这种憨憨 快去和高处结婚吧 三十二充满敬畏地 对着天空行了一个大礼 然后才低下头来 这剩下的人里 有许多是各位的邻居 相亲 甚至亲切 对吧 你们在战斗中留守 就是不想杀他们 而天尊放他们一马 也是为了照顾你们 那跪下的二三十人 把额头磕在地面上 不敢说话 通道里面那些被神火吓破胆的人 更是半个字 都不敢说三十二 既然天尊都饶了他们 我们自然也不能再杀光他们 这些人如何处理 倒成了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他皱起眉头来 左思右想 难以决断 就在这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高一夜 却缓缓地开口了 天尊有令 让这些人进行劳动改造 啥 众人齐齐一懂 劳动改造 高一夜 所谓劳动改造 就是用劳动家偿还 自己已的犯下的罪印 这一下 众人听懂了高一夜 天尊说了 高家村百费待兴 有许许多多需要劳力的地方 与其当着这些人的邻居 和亲戚的面前 将他们杀死 使得大家心里不痛快 还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 通过劳动 来补偿他们犯下的罪孽 这些劳动改造的人 称之为劳改犯 只给吃饭 不给额外的奖励 直到他们的罪孽 偿还完了 才恢复平民之身 那些在通道里色 缩成一团的人 听了这话 猛地一抬头 啥 居然还要给吃饭 这是惩罚还是奖励啊 这劳改犯 做得一群人扑通扑通 拼命谢恩高一夜 转向三十二 有哪些需要劳动的地方 那就由三师爷来安排了 三十二被点到了名 精神一震 腰背都挺直了一些 咱们还需要制作大量棉布 需要打造大量铁甲 新家宝的房间 连门窗都没有 也需要制造 采石 伐木 砍剑 需要做的是多不胜数 确实需要大量的人力 这一伙劳改犯 就用来做这些事 村民们这下没有意见了 刚才跪下的那二三十人 也陆陆续续爬了起来 想到天尊居然还顾虑着 他们的心情 没有烧死他们的亲戚和邻居 心里颇为感动 不过这些劳改犯住哪呢 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把他们放进高家宝来住的话 大伙心里感觉还是怪怪的 毕竟刚刚还在拼命数杀 要马上就把他们接纳净宝 住在自己身边 心里慌啊 不怕半夜 被人抹了脖子 李道璇看出来了 他们在犹豫什么 这问题 要解决还不简单 把前些天从造景箱里 拿出来的乐高积木 又摆了回去 只是这次没有再摆成城墙了 而是只摆了一个很小的圈 留了个小口子 众人正在头痛呢 转头一看 天空中突然降下五彩的墙 在高家宝外的空地上 围成了一个大圈 差不多有一个大弄长那么大 大伙马上就明白了天尊的意思 三十二挥手道 你们就住在那个墙圈里 晚上老老实实睡觉 白天就努力劳改 天尊既然发了话 就有你们一口饭吃 但是额外的奖励 是一个铜板也不会有的 等你们哪一天 得到天尊的认可 恢复了白身 干活才有额外赏赐 那群人心里暗想 有饭吃就已经谢天谢地 谁还要什么额外赏赐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天尊是谁 但听到高家村里的人 一口一个天尊 饶过自己的人也是天尊 那就谢被一群人高呼 多谢天尊恩典 呼完 起身 交出所有武器 然后被高家村民们压着 首先进行第一个劳改项目 那就是 清理战场 把那些被石头砸死的尸体 扒光衣服 抬出宝去 在山坡上挖个坑掩埋 被打火机烧死的尸体相对麻烦 衣服是扒不了的 抬尸体 还要弄一手黑炭和胶油 恶臭味让人反胃 但是 劳改嘛 哪还能让你挑活的 不想做 也得做村民们突然发现 有一群劳改犯可以用来使唤 也挺不错的 前几次天尊干掉了贼人之后 高家村的村民们 只能自己亲手来收拾战场 抬死人挖坑什么的 多恶心 现在有了劳改犯出手 自己只需要在旁边监个工 这感觉岂不是暴霜果然 把敌人全部杀光不可取 留下一些来劳改才是正道理 想到这里 一些脑子灵活的人 忍不住又更深的一层的想道 如果高家村有更多的劳改犯 多到所有事情 都可以交给劳改犯做 那我岂不是一辈子不用干活了 只需要天天压着劳改犯做这做呢 一开始这样想 就完全停不下来 村民们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为自己那龌龊的想法 狠狠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好一阵子之后 劳改犯们终于把战场清理干净了 高出武和郑大牛 把他们压进了高家宝外面的大圈里 等所有劳改犯都进去了 李道玄伸出手指轻轻一拨 积木圈上留的那个小口子封闭了起来 将那一百号人 全都关在里面 这下齐活了 明天天亮再放他们出来 安全稳妥 村民们看着劳改犯都被关好了 也松了口气 终于可以安心地回去睡觉了 就在这时候 一个人跪到了白渊和三十二面前 大声叫道 白老爷 三师爷 你们忘了 还要救王二大哥 众人定睛一看 咦 是来通风报信的白猫 这才想起来 事情还没完呢 尴尬有点丢人 别人拼了命 跑来通知高家村 结果高家村防御战打完之后 就把王二的事给忘了 这多多少少 有点险面上挂不住啊 三十二老脸通红 求助地 看向了白渊 白渊笑道 有天尊保佑 去山里救那王二 又有何不可 我立即点起人马 杀进山中 救你的王二大哥出来便是 简直小菜一碟 三十二凑到白渊耳边 压低声道 天尊不喜欢在别的地方显灵 只有在这高家村 才会亲自出手 白渊整个人顿时一将 什么 此事当真 三十二 我也不敢肯定 目前来说是这样 不然 你在什么别的地方 听说过天尊的事吗 白渊全身一僵 瞬间耸了 没有天尊保佑 要他半夜三更 黑灯瞎火 帅人 进山里去救王二 他可不太乐意 那王二和他白渊 又没什么交情 他是个反贼呢 凭什么要冒这个险 不想去 但是刚才他大包大揽 已经把话甩了出去 现在若是反悔 岂不是刚刚说的话 马上就不认账 这是一旦传出去 世人皆会说 他白家宝的白老爷 是一个言而无信之人 那君子六亿中的理智一项 就要化掉了 白渊冲着三十二怒吼起来 你怎么不早说 三十二弹手 干嘛吼我 难道你 啪了 啪了二字入耳 白渊仿佛被点了穴道 刷的一下 恢复淡定脸 哼了一声 啪 我白渊彬彬君子 文武双全 精通六亿 会怕区区几十个贼 高初五 正大牛 李大 高一一 还有村子里所有能打的年轻人 穿上甲 拿上武器 跟本老爷走 那个王家村的 叫白猫是吧 你负责带路 哼 我会怕 本老爷怕 哼哼 那个李大 还有多的甲吗 给本老爷也来一趟 众人 高初五里也开了嘴 我倒是没意见 上次 我们去县城 就是王二护送我们的 他现在出了事 该当营救才是 正大牛也咧开了嘴 你们叫我做啥 我就做啥 那就走呗 白渊硬着头皮 带着一大群高家村 最能打的年轻人 打起火把 向着山上去了 李道玄有点心担心 但想了想 他们现在的装备 以及天天吃饱饭 有肉有油 有盐养出来的身体素质 倒也感觉 没必要太过担心 由得他们玩吧 好了 箱子里暂时 没啥可看的东西了 李道玄伸了个懒腰 我也该睡觉了 对了 睡觉之前 把刚才剪辑的 小人国的日常 第87视频 传到抖音上吧 点个上传 睡觉 天还没亮 李道玄被电话吵醒了 昨天熬夜看 小人们打夜战 没睡几小时 这通电话 就显得非常的讨厌了 有点不想接 但已经被吵醒的情况下 不接也血亏啊 李道玄有点小气恼的 接起了电话 喂 谁啊 你好 请问您是抖音账号 小人国的日常的创作者吗 我是宁阳玩具 有限公司的销售部经理 想和您谈谈 商务合作的事项 李道玄看了一眼窗外 天都没亮呢 飞漆漆的 这种时候打电话来谈生意 你没的 这是什么鬼人 对方从他短暂的停顿里 感觉到了不满 立即解释道 抱歉 这个时间点给您打电话 实在是担心被别人抢了我的业绩 所以只想尽快联系上您 这人倒是坦率 他这么一说 李道玄不气了 好吧 理解了 对方道 我也不想浪费您的时间 就开门尖山地说吧 我们想让您制作一期视频 使用本公司的积木玩具 然后在视频里挂上小黄车 分销本公司的产品李道玄心中黑黑一笑 来了来了 这事儿 我可是等了好久了 但是语气却平淡无波 我提升多少 对方道 销售额的25% 这价格适合不合理 李道玄并不知道 只知道抖音会抽走5% 那自己可以得到2% 似乎也不是不能做 反正有点钱赚点钱 管他那么多 李道玄道 我还得看看贵公司的产品 是否适合用来制作小人国视频 你别给我弄一个硕大的玩具过来 那不符合我的视频主题 对方黑黑笑了起来 放心 绝对适合 本公司主打的就是微观玩具 全是小小的玩意儿 非常适合小人国主题 保证让您看了满意 行 李道玄道 那你们 把样品寄过来 我看看 对方 马上顺风夹急 招发晚至 您看 我天还没亮联系您 不就是图这个吗 李道玄笑着说了句客气话 挂断了电话 电话挂断 叫却睡不着了 只好起了床 窗外沉吸出土 李道玄随手点了个稀饭凉面的外卖 然后眼光习惯性地落到了床边的造景箱上 箱子里的天色 也刚蒙蒙亮 高家村第一个爬起床的 居然是教书的王先生 昨晚高家村打仗 男男女女骑上阵 大家都累坏了 久违地睡起了懒觉 只有王先生没有参战 一个人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 耸成一团 结果他今天就第一个起床了 穷书生一枚 并没有养成 需要人伺候的坏习惯 自己给自己煮了碗粥 在粥里撒了两根严严的鸡肉条 还有新鲜的菜叶 这顿早餐吃得满足 王先生又开始整理自己的教材 昨天为了打仗的是 孩子没能上课 被备战给耽搁了 今天可要好好教教他们 不然 自己哪有脸吃那么好的饭菜 李道玄看到他还挺认真负责的模样 不禁微笑 昨天自己弄了个第七套广播体操来玩 只是一时兴起恶狗 但以后倒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教育的问题 需得从这个教书先生入手 将一些现代化的教育 从他这里开之散叶 古代书生非常迂腐 想要让他接受一种新的教学方式 那是非常困难的 自己得想的办法忽悠忽悠 让他真心诚意地接受才行 正想到这里 孩子们也起床了 高一夜领头 带着一大群孩子 蹦蹦跳跳钻进了王先生居住的天井 一见到王先生 孩子们马上就不蹦了 规规矩矩向着王先生行大礼 给先生问安了 看来不论古今 小孩子都怕老师 高一夜也对着他微笑 王先生您好 小女子也想跟着孩子们 一起学些读书识字 王先生点了点头 正打算开始授课 突然想到啥 抬头看向了远处的望楼 李道玄 知道他在看什么 不经玩耳 打开自己的手机 伸进箱子里 悬浮在望楼上空 现在开始做 第七套广播体操 第一组 伸展运动 伸展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孩子们今天的动作 开始跟得上画面了 甩甩手呀 甩甩脚 小脸通风王先生 在旁边看着孩子们做体操 不知道为啥就被传染了 心想 我身子骨一向弱 一来是多年没吃顿好的 二来是 从小苦读 没好好活动筋骨所致 四肢不擎 手无腹肌之力 现在有好吃的了 我也该活动活动 要不 和孩子们一起跳一段 他脚下悄悄一动 站到了孩子们的后面 这样 就不用害怕被孩子们 看到丢人了 跟着甩起了手 抖抖手呀 抖抖脚 勤坐深呼吸 学孩子唱和跳跳 我也不会老 广播体操的声音贼大 从望楼辐射整个高家村 村民们陆陆续续起床 一些人顺势 就跟着做起了体操 反正是天尊带的头 这应该是神操 跟着跳 肯定没坏处 李道璇见到这一幕 倒是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来 等等 想到学生时代 好像又想到了点别的什么营养早餐 每个孩子一瓶牛奶 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呀 整个中华民族的平均身高 就得靠着这每天一瓶不起眼的牛奶呢 等等我朝人大多数乳糖不耐受 喝牛奶 极易腹腺 身体素质不好的人 一个腹腺搞不好 就直接吃习 现代人都如此 更别说这些从来没喝过 牛奶的名墨人了 李道璇走到柜子边 找出了一包羊奶粉 看了看生产日期 很好 还没过期 先给自己兑上一大杯 加两勺糖 然后从自己这一大杯里 分出小小的一勺子 装在矿泉水瓶盖里 缓缓地放到了高一叶面前 高一叶 这是羊奶 你叫三十二来安排 分给大家喝 每人一竹筒 没过多久 望楼下面就出现了好玩的一幕 高家村的一百多口人 拿着各种瓶瓶罐罐 排着长长的队伍 来打奶了 像急了改革开放初期 我朝百姓拿着奶票 排队在供销社门口打奶的画面 三十二的家仆 负责给大家发奶 手上拿着个竹筒 伸进矿泉水瓶盖化身的大奶盆里 勺出一竹筒 倒进高三娘伸进过来的罐子里面 高三娘抱起罐子 喝上一口 立即眯上了眼 服很陶醉的模样 二养奶从小就听说过这个 但是没喝过 这还是第一次喝上这么好的东西 三十二笑骂道 打完了奶就走开 别挡着后面的 高三娘 刚才那一竹筒是我的 我还要给我儿打一筒吗 来来来 再给我一年儿 只能算半个人吧 半筒 那可不成 叶姑娘刚才说了 天尊的命令是 每人一筒 我儿虽小 也算一个人 可不能减了半 三十二大笑 好你个高三娘 你连字都不是一个 就学会了钻字眼 好在给你一筒 下一个 望楼下面回响着欢乐的声音 等到所有人都打完了 高一叶和三十二 这两个管理人员也累了 高一叶倒是站着没动三十二 却在望楼下的台阶一坐 自己也打起一竹筒奶来 咕噜咕噜灌了半筒 乐呵呵地道 不愧是仙界的羊奶 羊山味 比咱们凡间的羊奶要轻得多 还加了糖呢 哎呀 真是好东西 这东西要是当成贡品 送给当今圣上 估计圣上都不肯喝喜奶了 嘿嘿 我三十二何德何能 现在吃的东西比当今圣上还要好 哈哈哈哈 李道玄看得乐 伸手抓起一小撮羊奶粉 摆到了三十二的面前 这突然而来的 一座白色小丘 吓三十二一大跳 不过他 马上就反应过来 啊 天尊又赏我们面粉了 不是面粉 高一叶开口道 天尊说 这个东西叫做奶粉 将它放到水里 加一点糖 搅拌 就会变成你刚才喝的那种羊奶 什么 三十二大吃一惊 还有如此方便的神物 高一叶 天尊骂你没见识 奶粉这种东西 早在元朝时 就由蒙古人发明出来了 你三十爷自诩见多识广 却连这个也不知道 三十二赶紧一一 在下这点微微学识 在天尊他老人家面前 简直就是 萤火与浩月争辉辉 高一叶 天尊说 这些奶粉就交给你了 以后每天早上兑成羊奶 给村里 每人发一竹筒三十二 尊命 答应完之后 三十二却又脸露苦涩 那个 一叶姑娘 我有个事 你这点心思 天尊早看穿了 你是不是想说 你的是太多 一个人处理不了了三十二蒙点头 天尊果然无所不知 小人这点小心思 高一叶 天尊说了 随着高家村的人越来越多 要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你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他交给你的面粉 奶粉 油 盐 糖 银子 在分配给了村民们之后 多余的部分 可以灵活安排 用来雇佣一些帮贤 三十二大喜 如此极好 他可是混过官府的 深知一点 天尊只要允许他在雇佣帮贤 那其实就是允许 组建一个自己的衙门 而他就是这个衙门里最大的官 就像县城里的县令 三十二拍腿狂喜 哇哈哈 我要雇佣人 我想好了 首先要雇佣什么人了 高一叶好奇地道 下面这个问题 不是天尊问你的 是我问的 你准备首先雇佣了什么人 为什么笑得如此得意 三十二 我要雇佣一个师爷 高一叶 扑 李道玄 扑 三十二不顾高一叶猛逼的表情 拍桌狂笑 我要首先雇佣一个师爷 哈哈哈哈 所有杂事都叫他做 他做事让我有一丁点不满意 就给他裤裆一脚 哈哈吃哈哈哈哈 高一叶 李道玄 人啊人这东西 为什么总是会活成 自己讨厌的样子呢 李道玄突然想起了 自己找蔡新子 定制客家为巫师说的话 现在我是甲方 啊啊 扑通一声扑倒在了电脑前 满地打滚 乱滚 翻滚 弹跳 好羞耻 好羞耻啊 三十二得意完了之后 开始干正事了 村子里事情还多着呢 可谓百费待兴 李道玄伸手拨开了 围着劳改犯的积木 里面一百多名劳改犯 怯生生地走了出来 他们还不太清楚 高家村友 神明在庇护 完全没搞明白 那巨大的围墙 是怎么一下子围起来 又怎么自动打开了一个口子 把他们放出来的 总之 诚惶诚恐就对了 三十二站到了他们面前 大声道 你们这些劳改犯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开始 你们就要用劳动 来偿还自己的罪孽了 劳改犯们心里都想 也就是要干活了吧 昨晚打了一晚上仗 又没睡好 肚子都饿得不行了 现在还得去干活 今天看来 要被折腾得很惨了 刚想到这里 就听到三十二大声道 你们的第一项工作 就是去煮饭 我们高家村的人 没时间来伺候你们吃饭 所以你们 只能自己煮自己的 那群劳改犯一听 顿时猛了 第一个工作 是煮饭给自己吃 这听起来不像劳改 倒像是发奖赏十泥被 这大早灾 你能让我吃饱饭 让我叫你亲爹都可以 你居然称这个为 劳动改造自己的罪孽 不一会儿 高家村的村民们 借了过碗瓢盆给他们 这些人自己去山坡上 砍了枯树下来当柴河 去大池塘里打了水 架起锅子 开始烧水 往这伙人面前一扔 这是你们的饭 自己分吧 三十二人的家仆 推着一棵末盘大的白米过来 这一棵米 就有一百多斤重 他把米劳改犯们 一看这颗米 顿时猛逼 这是什么 东西 是米吗 大大大大大米 为什么大到这个地步 家仆笑骂道 一群没见识的刮耸 这是天尊刺的神米 一粒就够你们一百人吃 还不赶紧谢过天尊 劳改犯们 也不知道谁是天尊 管他呢 给饭吃就谢呗 一群人七嘴八舌 谢了恩 拿进来的凿子和锤子 把大米凿开 砸成小碎块 每个锅里放上几块 主料成稀饭 然后美人干了两大碗 吃饱了 一下子神清气爽 跟着郑彦夫和仲光道时 都吃不饱呢 虽然有抢来的官粮 但他们不敢敞开肚子吃 因为要做好长期躲在山里 躲避官兵的准备 那些官粮就必须省着点吃 每一顿 他们都只能吃个半饱不到 这还真是久违了的一顿 吃饱了 力气也有了 有人心里忍不住 就转了转逃跑的念头 现在有力气了 撒开腿飞快跑的话 说不定能跑掉 但是摸了摸刚刚吃饱的肚皮 又犹豫起来 逃走之后 在哪里能吃饱饭 算了 还是乖乖劳改吧 收拾好锅碗瓢盆 劳改犯们上山坡砍树伐木 要给高家围乌的所有房间做门窗 这可不是一件小活 两百多个房间呢 光门板都要做两百多块 窗户更多 够得他们忙一阵子的 而高家村民们 有了一群劳改犯免费 帮自己家做门窗 他们的时间就省出来了不少 女人们继续家紧制棉布 男人们则该打假片的打假片 该做陶罐的做陶罐 该做雕塑的做雕塑 有了连续两次贼人攻打高家村的经验 他们现在也认识到了 懒懒散散是行不通的 想要保护好自己 尽快给村子里每一个男人都做一副假 乃是当务之急 村子内外都呈现出一副 热火朝天的景象 正午时分 太阳超凶 李道玄端了一碗酸菜肉丝米线 坐在了造景香边 铺开 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气氛 现在不光村子里热闹 北面的山坡也热闹 砍树伐木做门窗的劳改贩们 在山坡上录的画面 让装在外面的摄像头 能录下来更多有趣的画面 李道玄不停地点着箱子外侧的 东南西北四个按钮 调整视野 看看各个小人盲连点了几下北之后 突然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咦 视野边缘这块大石头 刚刚还没见过 现在突然出现了 愣了0.1秒之后 猛地一下反应过来 视野又扩大了 先看一箱子外面的树枝 还是330枚变 再拿出自己几十分钟前 拍摄的山坡视频对照 箱子的视野又向外扩展了大约10米 10米并不多 甚至很难察觉 但却让他多看到了一块大石头 再点了点东南西北 果然 每个方向的视野都扩展了10米 10米可能扩得太小了 所以330后面只加了一点点小数 被箱子四手捂入了 没有显示 什么时候扩展的 不知道 但为什么扩展 却并不难猜到 进展 李道玄心里暗想 看来 就在刚才那几十分钟的时间里 三夫人在城城县 有了与此同时 城城县 城皇庙 偏殿 三夫人身穿一身轻步道袍 头上梳了个道计 配合上她略微有点丰满的脸 盘西坐在蒲团上的时候 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个慈祥的居士 她的贴身丫鬟手上捧着一个药罐子 站在她身后一不知遥的地方 很像她的护法童子 一个穿着满身补丁衣服的男子 正跪在三夫人的面前 拼命地磕头 多谢天尊 多谢天尊 小人的儿子 服用了天尊给的神药之后 高烧很快就退了 他的小命总算是保住了 多谢天尊 三夫人脸上 带着慈祥的笑容 保住了便好 天尊若是知道了 也定会十分欢喜 你可知道 今后该当如何做人 那男子猛地磕下头去 小人不敢忘了天尊教会 今后必定一心向善 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很好 你去吧 三夫人挥了挥手 那男子千恩万谢地出去了 走到城隍庙门口 正好遇上一个老妇人 抱着个小女孩 在庙门口嗷嗷大哭 男子好奇地问道 老人家因何哭泣 老妇人大哭道 我孙女拉肚子 连拉数日 不见好转 眼见一天比一天销瘦 我家穷 看不起大夫 买不起药 救不了孙女儿 只好到城隍庙 来求神仙救她一命 男子摆出一张严肃脸 老人家 你还不知道吧 这城隍庙偏殿 有一位居士 奉道玄天尊的法旨 就世间苦难 分文不取 似你这等没钱 看不起病的穷人 便该去偏殿找那位居士 求得到玄天尊 赐下的神药来救 或许你孙女儿 还有一线生机 老妇人大喜 居士在哪座偏殿 我眼睛看不太清 怕找不着啊 男子 罢了 我已发誓要一心向善 好人做到底 便带你过去 郑武刚过 白渊 高初五 郑大牛等人回来了 和他们一起回来的 还有受伤的王二 近百名受伤的王家村村民 以及五十名种光道 和郑彦夫的手下李道玄 拿起放大镜 一个一个仔细看过去 当然先看自家小人了 他可是个很户短的天尊很好 自家的小人没有受伤 只是好像有点累了和饿了 毕竟昨晚半夜出去爬山 今天五十菜回来 这一番山路跋涉 再加上战斗 不累都说不过去 至于那些野生的小人吗 王二看来 伤得有点重 身上到处是血 躺在担架上人事不行 王家村的村民们 也或多或少受了点伤 精神唯米不振 而种光道和郑彦夫的手下 居然一个都没伤 李道玄马上就明白了 昨晚没有发生战斗 看来白渊带着高家村的人 一到地方 种光道和郑彦夫的手下 就投降了 原因也不难猜 白渊只要说出 郑彦夫和种光道的死讯 就足够摧毁这些人的战斗意志 看到白渊一行人回来 高家村的人立即迎了上去 三十二跑在最前面几个小人 焦头接耳了一番之后 将那五十名押回来的俘虏 赶去了劳改犯那边 让他们和昨晚 抓到一百多人一起劳动 至于王二和王家村民 则被请进了高家堡中 暂时安顿在一个大天井里 三十二成过王二的护送之情 现在倒是有点担心王二的伤势 蹲在担架边不停地问 王好汉情况如何了 这家伙伤得很重 白渊贪了贪手 然而君子六亿中并没有一智一亿 所以在下也无能为力 三十二 伤到内脏没 这个你总能看得出吧 白渊负起了双手 背对三十二 悠悠地道 在下只是一个区区君子 尚有许多不足之处 三十二抓狂 你能不能直接说你不懂 白渊不说话了 四十五度仰望天空 目光幽远闹了半天 王二的伤势 居然无人能看 李道玄拿这个放大镜 也是没法看的 所有人都 只能干着急 倒是王二自己睁开了眼 用感激的眼神 看了身边的几个人一眼 虚弱地道 没事我命硬 死不了的 有没有什么香灰一类的东西 给我伤口点 磨点就了事 我自己 挺挺不过去就死了算球 香灰没有 锅底灰倒是高处 刚刚开了个口高一叶 就打断他道 别胡说 安静 天尊说话了 他侧耳听了听李道玄的话 然后将双手高高举起 多谢天尊赐药 这时候 李道玄已经打开了家里医药箱 用小指在瓶随便薅了一下 手指头肩上 沾了一点点药粉 然后将手伸进箱子 放到了高一叶的面前 但别的人看不见他的手 也就只看到 一堆白色的小圆球飞下来了 高一叶伸出双手 恭恭敬敬地从李道玄的手指肩上 取下白色的药粉球小小的手 轻轻地碰到李道玄的巨手 他心里居然隐隐地有一点兴奋 我碰到天尊的手了 将颤抖的小手收回来 把一堆白色的圆球摆到了桌上 天尊有令 所有人的伤口上 若是命不该绝 用不了多久 便能止血生机 若是命数使然 那这些神药也一样就不了 白渊和三十二赶紧抱拳 谨遵天尊法指 王二昏昏沉沉 没看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倒是那些只受了点轻伤的王家村村民 见到高一叶举起手来 天空中就有白色药球落下 吓得不轻 白毛第一个动起手来 将药球碾碎 变成了白色的细粉 然后大家一起动手 将这些药粉 撒在了王二和受伤的村民伤口上 云南白药的效果 可不是吹的 这玩意儿 是我朝纵冠古今排名第一的金疮药 一撒到伤口上 先马上就止住了王家村的村民们 小声议论起来 这是什么要这么厉害 听高姑娘说 这好像是仙药 刚才从天下掉下来的呢 他们在说是 天尊次的药 天尊是什么 好像叫道玄天尊 没听说过这个神仙啊 我倒是听说过 观音菩萨和原始天尊 小人们议论纷纷 王二突然醒了 我这是在高家村里了 三十二 是的 王好汉 我们把你接到高家村来了 你就在这里好好养伤吧 不不行 不能在这里养伤 王二急吼吼地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但他伤得极重 哪里起得了身 扑通一声 又躺了担架中 只好转向了旁边的王家村民们 你们伤得不重吧 抬上我 咱们走 赶紧走 王家村民们吓了一跳 大哥 你现在这伤势 不能乱走啊 三十二也道 王好汉 切莫逞强 王二摇了摇头 我是杀了官的大反贼 若是被人知道高家村庇护了我 会给你们引来麻烦 朝廷大军一到 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 众人微微一将 高出五憨憨地抠了抠头 白老爷说了 朝廷不管了 让反贼们略自明春 后面是什么来着 反正就是说不管了 明年春天你就 又是良民了 众人齐齐对着高出五甩了一个白眼 心中暗骂 这憨憨 又说傻话 王二摇了摇头 别的人明年春天 可以恢复良民之身 有我不行 高出五大齐 为啥你不行 都是爹娘生的 两个眼睛一张嘴 两个胳膊两条腿 王二 我是头目 是我鼓动村民杀了县令 造成了整个城城县的混乱 外面到处流窜的反贼 都是在学我 朝廷不会放过我的 高出傻乎乎地抠头 抠了好几久 终于明白过来 哎呀 原来当头还有这个坏处 他咧开嘴 傻乎乎地笑了起来 那咱们村司造铁甲的事 如果事后查起来 我们都能既往不救 只有三十也跑不掉吧 众人 不 三十二的脸 瞬间就涨红了 你这个蠢货 快住嘴 白云并不是高家村的人 关于王二的事 他也不想过多掺和 说到底他 还是要和反贼划清界限的 趁着高出五说魂话的机会 伸手拉着高出五的胳膊 将他拖出了天井 自己也溜了出去去 不来过问之事了王二 多谢高家村一而在 再而三地相助 我王二欠你们的太多 越是如此 越是不能连累你们 兄弟们 抬我走最后一句话 就是对着王家村的人说了 三十二走到高一夜身边 压低声道 若是天尊愿意保王二 那他就算留在咱们村子里 也没什么问题 朝廷再厉害 还能比神仙厉害不成 就是不知道 天尊意下如何 咱们该不该出言挽留王二 高一夜对着三十二摇了摇头 天尊暂时没有下法旨 李道玄正在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那就是这件事我来做主 还是交给小人们做主的问题 他是高家村们心目中 无可动摇的话世人 只要一开口说话 村民们绝对会乖乖听令 一切按他的指示 来他以前也一点也没客气 在各种事情上 给遇村民们指导 希望他们能少走些弯路 但是 王二这件事却不一样 高家村已经救了王二的命 但他没有看见王二有多开心 反而满脸的愁容 一副急着走的模样 深恐连累了高家村 对于这位英雄好汉来说 自己的性命似乎没那么重要 他有着比性命更重要的坚持 他要的 不是被人护在手掌心里 而是挺身而出 将别人护在手掌心里 他需要更广阔的舞台 辅助更多的意识 绝非躲在高家村里 靠着自己保护 就能实现李道玄自存 比箱子里的人多了 好几百年的知识与眼光 但他并不觉得自己 有资格去决断别人的人生 箱子里的三十二还在犹豫 一夜姑娘 能不能问一问天尊 不过 这句话一开口 他马上又啪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愚蠢 我们这些人间界的破事 且有去问他老人家的道理 他老人家愿意施先法 守护这一方土地 已经是额外开恩 他犹豫起来 团团乱转 想问问白渊的意见 才发现 白渊拖着高出五出去之后 就没有再回来 早就躲了 就这时候 李道玄开口了 一夜 你告诉王二 如果他愿意留 我护他周全 但如果他不愿意留 我尊重 他对自己人生的决断 高一夜精神一阵 赶紧摆正自己的仪态 严肃地道 王好汉 天尊发话了王二 安静听完高一夜的转述 表情古怪 抬头看了看天空 六十余丈的高处 能看到一朵矮云 但他却看不到 有什么别的东西在那里 天尊 是 三十二道 道玄天尊 是庇护此地的神仙 以前你从我们手上 得到的一切东西 都是天尊所赐 王二愣了愣 想行李 但身体却不灵便 只好抬起双手 对着天空虚衣了一下 多谢天尊好意 还是 让我走吧 李道玄心想 果然三十二坡有些苦恼 你不是坏人 你杀官造反 也是因为官府抢重粮 事出有因 你这样的人 是有资格 过上好日子的 为何不肯接受天尊的好意 王二苦涩地笑了笑 可我的手下杀人放火 连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 还跑来攻打高家村 连我也一起杀 我又有何面目 在你们面前自称好人 我配在高家村里 享受天尊的庇护吗 这句话说的 众人齐齐 默然三十二 这天下出了问题 朝廷有问题 反贼也有问题 可问题究竟在哪里 我不懂我实在是 才疏学浅 王二 三十爷想帮王二 已让王二感激涕零 他转过头 对着王家村的人吼道 还等什么 抬上我 走 我们在高家村里待得越久 越容易给高家村惹来麻烦 王家村的人们 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看天空 抬起了担架 一行人向着三十二 和高一夜行了个大礼 走了出去 李道玄没有阻拦 三十二自然也不再阻拦 一路走出去 高家村的村民都没说话 安安静静地看着 高出五上前了半步 被村长一把拉了回去 李道玄看到村民们的反应就明白了 大多数村民不希望王二留下 他们终究是良民 王二当初启示之时 就曾经邀请过王家村 崇家村 郑家村的村民们加入 但这些人并没有加入 之后才会被三十二拐来到高家村 从那一天起 他们的身体和灵魂 都已经与王二分道扬镳 电影里 吴明 那句话 也许也适合这些村民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无法适应这个巨变的年代 其实 软弱不是罪 只要不通敌脉国 软弱又有何妨 李道玄允许自己的小人软弱 因为他自己在现实中 也算不上一个英雄 王二中 就还是走出了高家堡 穿过北面的山坡 坡上那些正在砍树的 劳改犯们停下手中的活 用羞愧的眼光 看着王二 但王二没有一句话责备他们 带着王家村的人 消失在了山林之中 他们离开之后 有东西吃吗 高一叶忍不住担心地问了一句 有 白云刷的一下又出现了 我们去救他时看到 那山洞里 还有好几辆粮车王二手下 减少了一大半人 那些粮食够他们这一伙人 在山里吃个一年半载的 高一叶这才放下心来 李道玄看到这里 也觉得没啥好看的了 伸了个懒腰 从箱子边站起来 长时间盯着箱子看 也蛮累的 偶尔也要活动活动筋骨 要不 自己也来一套广播体操 正想到这里 手机响了 先生 您好 我是顺风快递 您有个送货上门的包裹道了 哦 李道玄这才想起来 天刚蒙蒙亮时 有个叫宁阳玩具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 给自己打过电话 说要送玩具样品 给自己拍视频用了 只是这一天 箱子里热闹太多 看戏看乐了 居然把这件事给忘了 行 你送上门来吧 我现在在家 李道玄将一个大盒子 抱进了卧室里 盒子上贴着宁阳玩具有限公司的字样 掀开盖子 里面是一大堆花样百出的玩具 不过 这些玩具和别的公司的玩具 有一个不同点 那就是 小 一般的玩具 大多是用一比一百 或者一比一百四十四来制作的 但是这个宁阳玩具有限公司的玩具 却是一比二百 甚至一比四百的比例制作的 小的简直让人感觉离谱 一比四百的小的李道玄 都只能无视掉 而那些一比二百的玩具 却让他大感兴趣 一比二百的飞机模型 一比二百的公共汽车 一比二百的高铁 一比二百的轮船 这他喵的 简直就像给自己的小人们 量身定制的一般 唯一的缺点是 这些东西仅仅只是塑料玩具 里面根本没有动力系统 并不能真正地跑起来 没有动力的死玩具 李道玄拿来根本没用 早上给自己打电话的那家伙 已经互加过微信 李道玄打开微信 给那人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样品收到了 贵公司的玩具 还真是有够小的呀 那人的网名叫做一桶布丁 他有点小得意 是的 B公司一直制作微观玩具 深耕这个市场多年了 所以 我看了你的小人国日常之后 才认定 你是最适合我们的抖音博主 我们的产品 也是最适合你的 咱们合则双赢 赢个鬼啊 李道玄无情吐槽 你还没发现 我拍小人国的日常 是发生在古代村庄里的故事 你这弄一堆现代玩具给我 我怎么拍尽视频 呃 这个嘛 一桶布丁有点小尴尬 你也可以拍点现代小人国 不行 李道玄直接拒绝 我只喜欢拍古代的小人国 现代的没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抖音上搞一周摄影的博主非常多 为什么他们的好没火 我的却火了呢 就是因为他们拍的都是现代的场景 随处可见 就算用一周摄影 处理成了小人国的样子 但大家对现代的小人国 并没有多大兴趣 看两眼就忽略了 而我的小人国 却是古代场景 投资巨大 所有的演员都穿古装 使用的场景 也是古代村庄 大家才爱看 这话在里 一桶布丁现入了沉思 那您的意思 李道玄 做点古代微观玩具给我吧 例如 一比二百比例的古代样式小房子 里面空着都没关系 还有什么一比二百的城堡 小阁楼 小花园 一桶布丁 呃 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重新注目 要花不少钱呢 李道玄 与其做些大众化卖不掉的商品出来 还不如重新注目 做些能卖得掉的 花掉的钱 多的都能赚回来 您觉得呢 一桶布丁 呃 这个我得和产品部的人商量了 李道玄 没事 你慢慢商量 我不急 你这些小车小飞机什么的 我先试着挂个小黄车吧 但是销量我可不敢保证 一桶布丁大写 好的 您先试个水 咱们看看效果 李道玄关掉微信 做到了电脑前 从自己的视频堆里翻出两个铁匠 在制作假片的视频 剪辑了一下 配上文案 小人国平静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两位铁匠 也在辛苦地打造着铠甲 视频传好 顺手挂个小黄车 一比二百的小飞机 小轮船 小高铁 他的账号小人国的日常 现在已经有点小火了 这视频一传上去 网友们的评价 马上就刷了起来 哟 今天这个小铁匠铺 做得还真是真实 你们看 火焰是真的在烧呢 两个铁匠 是哪里找来的演员啊 演得好真 这两个演员是真正的铁匠 他们在用古法打铁 你们看旁边那个破炉子 这破技术 防骨程度好高 不整个电炉子吗 家用电熔炉 一眨眼 就能把各种金属化为叶状 别 别玩现代炉子 就要这个骨位 随着他们叽叽喳喳的议论 小黄车里的商品 还真卖出去了几件 但销量嘛 确实惨不忍睹 毕竟那些小车 小飞机 小高铁什么的 网上到处都是 谁爱买啊 李道玄突然灵机一动 用手抓起一辆小公交车 放进了箱子里 用自己的手 推着那公交车 行驶到了铁匠府前 他的手没人能看见 村民们只能看到 一个造型奇特的车子 突然从天而降 在高家村里乱跑 不禁一脸猛逼 但是猛完了 他们就明白了 这肯定是天尊大人 又从天上放下来的 什么古怪的仙车 不用害怕 天尊大人从来都不会害我们 一群小人围过来 对着公共汽车 议论纷纷 做做看 不一会儿 高一夜也来了 摆着一脸严肃脸 对村民们道 天尊大人叫大家上车去说完 高一夜率先上了车 高出五只憨憨第二个 跳了上去 郑大牛 李大 高一一等人 也全都坐进了车子里 李道玄就用手推着公共汽车 在高家村里慢慢转悠起来 高一夜 哇 这些车好好玩 高出五 我从来没坐过马车 这东西 大约就和坐马车一样吧 哈哈哈哈 好玩好玩 一车子人嘻嘻哈哈 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下了车 看到天尊大人把车子收回了天上 还有点意犹未尽 李道玄把车子拿出来之后 立即打开刚刚录制的视频 一看 乐了 这视频里能看到他的手在推车 如他所料 箱子里的人虽然看不见他的手 但是箱子外的监控摄像头 却能录下他的手 这就让画面显得非常有喜感了 一只巨大的手 推着公共汽车 装着一车子穿古装的小人 在古代村庄里溜达来 溜达去 车上的古人露出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李道玄这个完全不会写文案的人 现在也瞬间灵感爆发 赶紧把这个视频处理了一下 上船 配上文案 天神赐给古代小人们一辆公交车 小人们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做推背感 视频一传上去 立即爆火 视频才上传没多久 已经十万点赞 而且还在不停地增加 评论一下子刷得飞起 我擦 这个视频怎么拍的 这只大手 怎么弄进画面里的 现在的短视频特效技术 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吗 这公交车被大手 推着在古代村庄里转悠的画面 也太有喜感了吧 关键是 这些演员还演得极好 真的演出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演员水准一流 特效一流 就是这公共汽车的做工有点丑陋 完全是玩具材质 不像真正的公交车呀 手是真的手 公交车也是个玩具 里面的小人是用特效做进去的 这特效做得太好了 然而我还是看得出 这是特效 哼哼哼 我锐利的眼 这是什么逆转思维方式做的特效 这特效炸脸 我操 炸脸 点赞继续飞奔 小黄车里的小飞机 小轮船 小高铁 依旧卖不掉 但是视频同款小公交汽车玩具 没多久就 卖了一万多单 单49.9元 一万单就是五十几万 李道玄提成销售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付给抖音百分之五的用金 也就是转眼间 就赚了十万微信闪了起来 一桶布丁的消息来了 大佬 大佬 我们这边订单爆了 订单爆了 销售部所有人都紧急加班 再给玩具打包发货 我的天 您这个视频 我真的是福气了 你这特效水平 简直让我们大开眼界 李道玄 你看 小飞机 小轮船什么的 根本卖不掉 小公交车 因为进入了我的视频 所以才卖得好 如果你能弄一些古代的微观小玩具 我拍进视频里面 那才是真正的爆卖 记住呀 小房子 小城堡 小马车什么的 肯定好卖 捅布丁 我懂了 我会去说服产品部的人 在我们的技术范围内 尽量搞出一些适合您视频主题的玩具李道玄 期待哦 合则双赢 关掉微信 李道玄感觉也有点累了 转头看了看窗外 双庆室已经入夜 楼下的酒鬼们又在喊 五魁首 666 两个小伙子 开着摩托车从街中窜过 故意把油门拧得轰轰轰的响 炸接完呢 李道玄只好又把窗户关死 双层隔音玻璃 隔绝了鬼火少年们的吵闹 冲个澡 回到卧室 关掉所有的灯光 准备睡觉卧室里 还有点微光 那是箱子里面发出来的光芒 高家宝的宝墙上 亮着一圈油灯 两个哨兵卖力地巡逻着 连续发生两场战斗之后 高家村民们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现在哨兵的巡逻 也认真多李道玄的嘴角微微翘起 正打算对箱子说声晚安 就倒头睡觉 突然发现 高家宝最高的那庄望楼的三楼阳台上 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李道玄看出来了 那是高一夜夜晚的高一夜 穿得不像白天那么正式 没有厚厚的大白袍子 而是穿着他以前 常穿的粗布麻衣 上面还打着许多个补丁 破破烂烂的 这大约是他的睡衣吧 舍不得穿着好衣服睡觉 会把衣服压出皱褶的 他似乎有些心事 站在高高的三楼阳台 仰望着夜空 漫天星辰流转 他几次张嘴 欲言又止 但最后 还是忍不住对着天空 轻轻地问道 为什么是我呢 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 落在了李道玄的耳中 不由得微微一愣 他一瞬间就明白了 少女在问什么事啊 为什么是你呢这一点 李道玄也同样不明白啊 高一夜低声道 天尊 别的事物吧 只有您不在的时候 我才敢这样偷偷地说两句 小女子 小女子 小女子最近嫌得发慌啊 李道玄 不 高一夜 大家什么事都不要我做 只要我站着 还不让我乱动他 说是犹如天尊的威严 但是 但是 我从小就不是这样的 女孩子呀 我喜欢跑 喜欢跳 喜欢风 我喜欢追着初五个打 喜欢高三娃跟在我后面 摇摇晃晃地跑 还喜欢在田里捉田鸡 下河里摸河棒 在大汉栽来之前 我是村里最调皮的女孩 李道玄乐了 高一夜 前几天我偷了点棉花 回来织布 结果我把棉布 交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拿好大的眼珠子 瞪我 刚才三世爷把我拉到一边 语重心长地 和我说了半天 叫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形象 李道玄 扑扑扑 有点想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又有点感伤 高一夜 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啦 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不然我就要死了 李道玄听出了 少女是真的很苦恼 高一夜摆出了一张很认真的脸 仰手向天 月光照在她的脸上 给她打了一层银的朦胧滤镜 小模样还挺好看 天尊 我还是想去偷棉花来纺织 不管三世爷怎么说 我都忍不住要织布 您可千万不要怪我 弱了您的威风啊 李道玄刷的一下 掀开了造景箱的上盖 将脸移了过去盖着盖子时 连高一夜也看不见她 声音也不会传进去 但掀开盖子之后 高一夜就能看到 她的脸浮现在云层中 还能听得到她的声音 看到天尊突然出现在夜空中 天尊您在的吗 恕罪 小女子 不偷棉花了 李道玄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用尽量轻柔的语气道 去拿棉花吧 没关系的 我不怪你 高一夜猛地仰头 大喜活出你想活的样子 谁劝你 也不要听 李道玄语重心肠地道 首先你要快乐 其次都是其次 高一夜 可是 我如果露出难看的模样 不是会害得天尊丢了颜面吗 李道玄 虚假的存在 才需要拿枪拿掉的吓唬人 而我需要用那些方式 来拔高自己的形象吗 我随时都能证明自己 不需要你牺牲你的自我 来维持我的尊严 高一夜 蹦蹦跳跳地去了二楼 望楼的二楼里 堆满了各种各样 天尊恩赐的物资 有一整间屋子里 全部是棉花 高一夜以前还得偷偷地拿 但这一次有底气了 伸手到棉花堆里 耗出来好大好大的一坨 比他的人还要大 抱着这么大的棉花爬楼梯 别提多吃力了 看不清阶梯 险些滚落下去 但他的心情却极佳 回到三楼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知棱起纺织机 嘴里哼起了歌 也不知道那歌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是娘亲教他的 我是高家村里最调皮的女孩子 任性妄为 胆大如斗呢 首先我要开心 其次都是棋里倒悬 看着灯下的女孩子 开开心心纺织的模样 心情不知道为何变得贼好 倒头瞬间睡着 第二天大清早 高家村的上空 又开始回想起 第七套广播体操的声音 高一夜带着一大群小孩子 在学景里做起了早操 高家宝的酒厅十八景 其中一景 现在正式被命名为学景 王先生亲手写了学景二字 挂在了天井门口 这两个字一挂 闲杂人等 连半步都不敢往这天井里走 村民们认为 读书的地方 是个很神圣的地方 文盲大老粗走进去 都是对那地方的亵渎 必须离得远远的 所以没人能看到 教学时十分严肃 不苟言笑的王先生 躲在孩子们的背后 偷偷跟着孩子们 一起活动身体 高家宝的大门口 白云翻身骑上了快马 对着三十二抱了抱拳 三十爷 我这就打算返回白家宝去了 三十二回了一个长衣 多谢白先生赶来援手 白云哈哈一笑 他来的时候 带着高出五来 骑了两匹马 回去的时候 他本人骑一匹 另一匹马背上 却背着两个大罐子 一左一右掉的平平的 一边装的是金银剔透的仙堂 另一边装的是雪白的猪油 都是这个大早年里 难以获得的好东西 哪怕白云是个是财主 在这年头 想弄到这两样东西也不容易 有钱都不知道上哪儿买 这次高家村给他两大罐做谢礼 他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回家也能美美地吃上几顿好的了 白云一只手牵着马缰绳 一只手对着三十二 和来送行的村民们挥舞 各位 我就先回白家宝了 有什么事 只管再叫人来知会我一声 话说回来 你们这高家宝 也是时候购置一些马匹了 不然来我白家宝一趟 走路都得走两个时辰 三十爷抱了抱拳 白先生所言极是 只是现在往返县城不便 路上危险 上次回县城就险些出事 心亏半路碰上王二 待路途安定下来 我就去购置马匹 白云笑 马上就会方便起来了 如果我所料不差 从高家村去往县城的这条路 用不了几天 就会畅通无阻了 三十爷 白云也不解释 大笑着一家马妇 走了 那匹好马 立即扬起四蹄 向着白家宝奔去 背着白糖和猪油的马匹 立即跟上 一人两马 转眼间就去得远了 众人颇为不解 他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白云啥都好 就是喜欢装 话也不说清楚就跑了 想问也问不了了 三十二转向村民们 好了 别在这里堆着了 该干嘛干嘛去 你们看 天尊施法 把劳改犯们放出来了 新的一天 又开始罗 大伙转头过去一看 围成一圈的五彩城墙 正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很快就移开了一个口子 接近两百名劳改犯 从里面怯生生地走了出来 全都眼巴巴地看着三十二 就等他说出那句话来 三十二不负众望的开口了 给他们两粒大米 让他们自己煮饭 吃饱了开始 劳动改造 劳改犯们听到这话 顿时大喜 齐声欢呼 那法治管你们的饭 老子不把你们这群 闷耸饿个半死 就不幸三 三十二怒 你们开心个屁啊 你们再受罚 给我搞清楚你们的身份 要不是天尊下劳改犯们 无视三十二的怒吼 继续欢呼 有吃的啦 太好了 我愿意劳改一辈子 劳改真是太棒了 三十二 李道玄看到这一幕 也不禁心中暗乐 他突然发现 有少部分劳改犯的身上 缓缓地升起了一些细微的光点 飞入了箱子的四壁 接着 拯救指数刷刷刷 涨了五点 这涨幅 直接就顶得上 救了好些个人的命了 哦 这几个人就这样算是拯救成功了 李道玄一下子明白过来 这几个人已经满足了 他们的人生追求 就是活下来 吃得饱饭 现在的劳改生活 已经让他们实现了人生所有的期许 不过 这样的人很少 李道玄暗动箱子外面的东南西北按钮 果然 视野又向外扩展了一大圈 两日后 城城县 县衙门 九品巡检程序 摊坐在县令的椅子上 整个人仿佛都被抽空了 张耀彩被杀之后 程序率军进入了县城 代替死去的支县 维持住了县城的治安 接着东奔西走 到处镇压地方 但是越镇压 刁民越多 到处起火 使得他疲于奔命 最近这些天的夜晚 他在睡梦中 好几次看到了太奶奶的英容相貌 吓得他好几次熟睡之中惊作起 杀不完 根本杀不完 程序嘴里喃喃地道 到处是反贼 数不清的反贼 根本杀不完 报 工兵小齐从外面跑了进来 大声道 头儿 坏消息 程序 还能有多坏的消息 反正到处都是破事 人 工兵小齐飞快地道 心愿成成县令 还有三日就要到任了 他是 领党的程序 我操 原来 程序是燕党的人 一听说东领党的人 要来做县令 那当然要下一大挑 现在成呈现这个局面 东领党的人来了之后 肯定会大做一番文章 把责任都甩给程序这个燕党 文官的笔 谁被搞过都犯恶心 一个奏章传上去 九千岁都不一定保得住自己 不 九千岁才懒得保自己 这样一个小人物 说到底 他只是稍微往燕党这边 靠了一点点 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燕党 程序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这一下子完了 完了 我看见太奶奶在对我招手了 程序慌得不行 在县衙大厅里 团团乱转 太奶奶的英容笑貌 一会儿在门口对着他招手 一会儿在窗口对着他招手 一会儿又在屏风后面招手 一会儿坐到了县令的椅子上招手 甚至有十几个太奶奶牵着手 围着程序旋转飞翔 铺天盖地的太奶奶啊 怪曾孙 太奶奶最疼你了 来下面陪陪我吧 就在这时候 大门口又有一个人跑进来 刷的一下 穿过门口太奶奶的幻想 跳到了程序面前 是傅巡俭 程序的心腹狗腿子 他一脸喜色 老大 老大 好消息 程序 现在还能有啥好消息 没有什么消息就得了我 十几个太奶奶正在来接我的路上 傅巡俭道 老大 山中猎户传来消息 王二叛军吃了败账 郑艳夫和种光道丧命 王二也受了重伤 程序精神一震 身边环绕着着的十几个太奶奶 同时被震开 飞得老远 咦 发生了什么 快说来听听 傅巡俭道 前日夜间 王二帅叛军夜袭高家村 不料高家村早有准备 在白家宝团练教习白元白老爷的指挥下 高家村民团伏击了王二叛军 杀郑艳夫 种光道 重创王二 现在王二身边仅剩一百余人 溺于山中 不敢再出来作乱 附近叛军听闻此消息 都吓得眼齐息鼓 瑟瑟发抖 他这消息明显是错的 要是高家村的人在这里听到 肯定笑掉大牙 但消息能错成这样 并非偶然 自有其原因 原来王二离开之后 生怕连累了高家村的人 便故意派手下放出消息 说是自己攻打高家村受挫 如此一来 就不会有人怀疑 高家村的人与他有染了 同时还能保住了郑艳夫和种光道的颜面 免得陆林好汉们都知道了 这两个家伙背叛大哥 死后都落个背信气的烂名声 他把所有人都护住了 唯独将自己治愈了凶险之中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他受了重伤 身边只剩下一百来号人 虎落平衙 犬都能骑 程旭岂有不抓这机会之理 顿时大喜过望 双手插腰大笑 哈哈哈哈 太好了 天赐良机 你快去集合士族 我们立即追缴王二叛军 趁着东陵党的县令 还没来这这三天时间 一鼓作气 将他拿下 只要解决了王二 那些跟风而起的叛军自然消停 我再写一篇奏章 将王二之乱 全都怪在死鬼张药彩头上 我程旭尽心尽力 都是在给张药彩擦屁股 力压裙贼 如此操作一番 说不定就从死局里 盘出一条活路来 门口的太奶奶消失不见 窗口的太奶奶 慈祥的微笑也变得模糊了 围绕着她飞来飞去的 十几位太奶奶 现在全都化成了光 你相信光吗 雄壮激昂的伴奏乐中 九品巡检程序 满邪满状态复活 从一个耸包 变身成了英雄 出击 清晨的高家村 就和往日一样的和谐 劳改犯们 被天顿的大手放出来了 开始给自己煮饭吃 劳动改造的每一天 都是从吃饭开始 这说出去谁信啊 其他村子里的良民 都要羡慕哭了 学景里面 一群小孩子 做完了广播体操 准备开始上课 王先生拿着百家信 准备教孩子们照前孙礼 周无阵王 还没来得及开始呢 高一夜突然站了起来 先生 天尊有法指 王先生立即肃然而立 来到高家村也有些日子了 他已经亲眼目睹了 天尊数次显灵 现在也是道玄天尊教忠实的信徒 只是子不与怪力乱神 他心里信了 嘴上不说而已 天尊有何法指 在下洗耳恭听 高一夜 天尊说 他有一些天上的法门 能让小孩子们 更快地学会读书十字 发好每一个字的音 王先生一听这话 顿时大喜 天上的法门 别只教孩子 我也想学啊 高一夜 天尊说 这法门先教了王先生 再由先生去传授给孩子们 方位上策 王先生洗得抓耳挠腮 差一点就要像猴子一样 上蹿下跳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在下科 无备读书人 立志为往圣记绝学 天尊那个天上的法门 在下必尽心结律 将之传记下去 高一夜 那你听好了 这个法门就叫做 汉语拼音 王先生 一听这名字 在下便感觉仙气飘飘 李道玄看着高一夜和王先生 在那里研究起汉语拼音来 嘴角不禁微微荡漾 王先生这种古代穷酸文人 往往都是很难搞定的 想给他们灌输点心理念 新知识 总是不尽油盐 但只要用上天上的法门这种骗术 这些古人就很容易搞定了 这也挺无奈的 新兴思想 新的教学方式 就要用装神弄鬼 才能让他们接受 正想到这里 突然听到嘈杂的小人声 转头一看 村子外面来人了 熟人 寻解承煦 承煦上一次来 高家村还围着五彩斑斓的乐高积木城墙 村子里人口少 村民们胆气也小 李道玄不想节外生枝 就干脆使了个妖法 将承煦给吓跑了 但承煦这一次来 高家村已经经非西比 没有必要再玩手段下跑他了 且看看三十二如何应对吧 李道玄开启了看戏模式 得他许久都不敢靠近这里半步 但现在才大清早呢 没听说过个哪个鬼大清早出来 霍霍承煦远远地看到了前方的高家村 心里有点慌 上一次来这里 差点被鬼吃了 吓得 鼓起勇气 带着一百多名兵丁 走到了高家堡的门前 抬头一看 这里又变了 上次来是两丈高 五颜六色不正经的城墙 这一次却变成了三丈高 看起来人母狗样的家宝 石泥碑 这地方果然透着诡异 宝墙上出现了三十二的脸 对着外面的承煦挥手 啊 是成将军 许久不见 十分想念 您等等 我马上出来见您 三十二一边下墙 一边对身边的奴仆道 立即通知所有村民 把甲藏起来 高家堡大门外 成将军 许久不见 真是许久许久不见啊 三十二笑着道 自从白水亡二作乱 我逃出县城 便再也没有 见过将军 今日得见 真是 喜不自胜 承煦斜眼 我前几天还来这里一次 你当时不是还和我打过招呼吗 三十二 咦 哪有此事 承煦心里咯噔一声响 暗叫 果然 当时去的根本不是高家村吗 应是中了妖法 去了鬼村 有女鬼幻化为三十爷的模样 匡骗我进村 还好当时没有进去 不然早已经被女鬼吃了得干净 想到这里 痘大的汗水 哗哗的流 算了 事情已经过去 老子现在还好好的 不要再虚了 程序打起精神 指了指高家堡 这小小高家村 什么时候见起诺大的家堡了 三十二微笑 这是白家堡的白先生出的钱 再下也往里面垫了一些银子 再加上这附近十里八村 所有村民都来帮忙 好不容易才拉扯起来的 这就叫群策群力 白渊出的钱吗 程序也不知道该不该信 这尼马三丈高的宝墙 是一个香身修得起的 不过算了 现在根本不是节外生枝的时候 老子只有三天时间 东陵党的县令 就要走马上任 可没时间再管破事 假装没看见才是正理 程序飞快地问道 我得到消息 前天晚上 白水王二夜袭高家堡 被白渊率领高家村民团伏击 杀了种光道和郑彦夫 不知道此事是否当真 三十二也早就听到了 王二放出来的风声 明白了他的苦心 岂有不配合之理 顿时露出一脸得意洋洋的表情 千真万确 程序 郑彦夫和种光道的尸首在何处 三十二指了指旁边的山坡 埋在那里了 诺 你看 那边摆了两块石头 就在那下面 程序大喜 赶紧派人去挖 挤铲子下去 还真挖出几具烧得焦黑的尸体来 已经腐烂得很严重 发出难闻的气味 程序倒是不嫌弃 也懒得艳明正深 这年头 也没什么技术手段可以验尸 把这两黑炭的脑袋 斩了 装在袋子里 手下兵丁赶紧照做 这事贼恶心 但他手下不愧是正规郡 尸体什么的见得多了 管你礁尸还是腐尸 眉头都不带皱的 程序辛勤贼家 三师爷 你和白先生都立了大功 回头等新县令上任了 我带你们去他面前邀邀功 总得给你们点好处才是 三十二 我们只杀了点从贼 而这两贼囚 都是程将军亲手斩杀的 咱们高家村所有村民都亲眼见到 将军才是真正的 汗马功劳 程序咧开嘴角 笑了起来 三师爷 你还真是有够懂事的 笑完 脸上表情刷一下沉了下去 王二向哪个方向逃走的 三十二伸手 对着北面的山坡指了指 那边 他没有撒谎 而是真的指出了王二离开的方向 因为他知道 王二既然敢放出消息 那肯定早有计划了 程序二话不说 对着北方山林一指 追 带着手下一百多号人 钻进了山林之中 没多久就去得远了 三十二这才收回目光 切了一声 回到宝里 站在高高的宝墙上 思考了几秒 难怪白云说去县城的路 马上就要通畅了 原来如 王二重伤的消息一出 程序又活动起来了 那这周围的反贼 就得消停消停了 他转过身 对着村子里大喊道 高出五 正大牛 准备准备 等程序闹腾几天之后 外面就安全了 咱们去县城买几匹马回来 我还要去县城 雇佣几个帮险 高出五 从一个屋顶上冒出头来 哎 根本就没有人会骑马 买了马之后 也没法骑回村来啊 正大牛 从另一个屋顶上冒出头来 是要咱们两人 把马扛回来吗 高出五 咧开大嘴 憨笑 咦 对啊 咱们两个一起扛 力气就够了 正大牛 我对力气很自信的 三十二 两个蠢货都住嘴 就算不会骑 也可以把马牵回来 为什么非要扛 人骑马 还是马骑人 两人 李道玄听到这两个憨憨说话 也感觉乐 乐完之后 再仔细一想 高出五虽然傻乎乎的 但他却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骑马是个高级技术活 这门技术不好练 高家村这群村民 就算有了马 想要学会骑马 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最后能用得上马的 可能就那么几个人 而且 马车的运载能力也很有限 今后村民们 如果想运输一些自己给的怪东西 例如 上次那个塑料投石机 用马车只怕做不到 交通问题 必须重视啊 干脆打开了历史军事论坛 命名发帖 各位大佬 我又来了 想问一问 在有现代材料 技术资料的情况 明朝时期能搞出来的陆地交通工具 最高能达到什么地步 回复一 阿波罗号 回复二 活埋一楼仙 就算有现代材料 现代的技术资料 明朝人也看不懂 所以 没法造出什么正经东西 等你培养出能看懂这些资料的人才 起码十来年后 还是玩马车吧 回复三 我在穿越明朝的小说里 看到过蒸汽火车 回复四 人家都是为了爽 加快了科技发展速度 在基础科学不达标的情况下 所有的奇思妙想 都只能停留在纸上 就像明朝的 五倍智 里面稀奇古怪的武器一大堆 你见过 有哪个真的造出来了 穿越小说写的你也信 回复五 我信 尤其是买几十个小妾 在家里开吴哲大会那种情节 可操作性非常的高 在明朝完全可以实现 所有回复一起骂道 你这家伙 怎么还没被禁 版主呢 版主又死哪里去了 李道玄发现 从论坛上很难获取有用信息了 自己又不能写明 自己的金手指 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网友能帮到他的地方不多 罢了 还是我自己来找吧 打开所有购物网站 搜索微观玩具 有句话说得好 只要你动了念头想买什么 而那东西又不违法 网络上就一定能买得到 就看你肯不肯找 要寻找小人可用的车辆 是很困难的 玩具小车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那就是需要遥控 他们没有制作坐在车子里面操纵的功能 这不是废话吗 哪个智障会考虑这样的设计 而李道玄已经试过了 一个遥控小车或者遥控飞机 如果由他来操纵 无法使出自己的视野范围 会撞在箱子的玻璃墙壁上 很明显 箱子的防漏洞机制在限制他 不让他向视野范围外伸手 不然他在遥控坦克上装个摄像头 使出视野范围外 岂不是就可以碾压全天下了 所以 他要找的是 小人们自己可以驾驶的车辆 这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或者说根本找不着 把所有的购物网站都翻了一圈 还是一无所获 正在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突然双眼一亮 咦 购物网站的边角里 有一个奇怪的小玩具 点进去一看 微型太阳能小车 这小车长三厘米 宽二点五厘米 重量仅四克 采用太阳能 当阳光照着它时 它就可以自动向前行驶 阳光越强效果越好 没有阳光 则立即停下 纹丝不动 李道璇头顶上的灯泡 啪的一声亮了 这个小车 可操作性 非常的高啊 赶紧下单 购买 私聊店主 我要这个车 给你加钱 顺丰特技快递 我要尽快把它拿到手 店主 亲 只要加钱 没有办不到的事 您等着 顺丰马上出发 招顺丰 吸道可也 下午三点多 太阳能小车到了 李道璇将它从包裹里拿出来 走到阳光下 刚往地上一放 它就刷刷刷地跑了起来 遮住光 它马上就显得有气无力 跑不动了 看到这么神奇 无比拉风的小玩具 李道璇脑子里全是灵感 灵感的小火花 擦擦擦的 都要擦出大火灾了 赶紧打车 向着蔡新子的模型垫冲去 到了地方 蔡新子正翘着脚 坐在柜台后面乐呢 这家伙的模型店生意 其实未见起色 但最近这些天 他帮李道璇 转手了一个两个一毫米的太上老君 一单 就提成十几万 把两年的店面房租给做出来了 现在心情轻松地一逼 见到李道璇进店 蔡新子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哈哈 道璇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是要来选模型吗 随便拿随便拿 这店里 你看哪个模型 顺眼就拿哪个 李道璇 我来找你帮忙 改装一个小玩具 改装 蔡新子大骑 李道璇伸出手 掌心一摊开 手掌上的太阳能小车 马上感受到了光 向前一冲 险些冲出了他的掌握 吓得李道璇赶紧手掌一合 将他抓死 蔡新子一眼就认出来了 三厘米长的太阳能小车 这玩意儿 还有啥改装的必要 李道璇 我想在上面加装一个方向盘 用来控制转向 还想加一套刹车和油门系统 扑 蔡新子一口营养块线 喷出一米远 李道璇险些被喷重 还好年轻 反应快 一个侧身躲开 那营养块线 喷在了后面的模型架上 弄脏了一台自由高达 蔡新子伸手指着店里的模型 你要哪个拿哪个 拿得赶紧走 不要再给我提些 莫名其妙的改装要求了 臣妾真的做不到 李道璇 怎么了 我提的要求有那么难 蔡新子 三厘米大的小车啊 转向也就罢了 那个简单 我在车子最前面 加一个像手扶拖拉机的扶把 用一个小机关就能引导轮子转向 但是油门和刹车系统是什么鬼 你还是乱刀砍死我吧 李道璇 亏你还是做模型的 一点脑花都不长 我问你 我这车是什么动力 蔡新子 太阳能啊 李道璇 遮住太阳 他还能跑吗 蔡新子 不能 李道璇 那刹车不就有了 只要遮住太阳就是刹车 这句话 让蔡新子脑门上灯泡一亮 我擦 道璇 你小子现在好聪明 你这句话点醒我了 刹车不必做成卡钳形式 而是做个能遮挡太阳能板的遮光帘就行了 拨动刹车机关 遮光帘就划过来 遮住太阳能板 李道璇 郑姐 油门也同理 拨动油门开关 遮阳帘划开就完事 蔡新子 老子一个做模型的 居然被你教了 你小子现在脑子挺够啊 李道璇 嘿嘿 知道什么是天才了吧 还不赶紧帮你的天才兄弟一把 蔡新子 这次居然没有自称甲方 李道璇 我想做个人 当天晚上 蔡新子熬夜开工了 李道璇帮他赚了不少钱 他心里有一些对老哥们的感激之情 郑愁找不到地方报答 当然要卯足了进来干 先给小车做了一个像手扶拖拉机的人自行扶把 用来控制小车的转向功能 接着做了一个薄如禅意的遮阳帘 不过 这么小的东西 他实在是无法用机阔来控制遮阳帘的开闭了 油门刹车制作失败 只能手动开关遮阳帘 本以为这样交货 李道璇不会满意 没想到第二天大清早交给李道璇时 后者只稍稍响了两秒 就笑道 行 这样也足够了 谢了兄弟 蔡新子 油门刹车没有也行 李道璇露出神秘笑容 双人驾驶就行了吗 一个人控制方向 一个人拉遮阳帘 蔡新子 这他骂的是三厘米长的小车 你居然还在考虑双人驾驶 你究竟是何方妖怪 蔡新子摸了摸李道璇的额头 兄弟 今天吃骏子了没 李道璇震声 没有 蔡新子 那就是奇猛了 李道璇笑了 别闹 话说回来 这个小车只是一个试验品 如果它能试验成功 我就会再定制一些更大的太阳台小车 到时候 还要麻烦你 帮忙制作转向控制系统 和遮阳帘系统 蔡新子 不要在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后面加上系统两个字啊 听起来也一点都不高大伤 李道璇拿着改装版本的太阳能小车 坐到了造景箱前 此时还是大清早 箱子里的小人们刚起床 现在已经不需要 李道璇把手机拿进去放第七套广播体操了 孩子们已经将整套动作背熟 由他们自己一起齐声朗诵 第一节 伸展运动 一 二 三 四 孩子们开始沉操的同时 劳改犯们也吃饱了早饭 开始劳作 经过这些劳改犯数日的劳动 村子国已经有不少防问 拥有了本质的门窗门 倒是正正经经的 窗却没有胡上窗户纸 因为高家村现在还没有造纸能力 所以 窗户只有一个矿里 道璇在村子里好找了一会儿 才找到了高一夜 他今天没有穿那套看起来很端的白袍子 而是穿着一套普通的棉布衣服 见人就笑 看 我自己纺织 自己裁剪的样布衣 好看吗 我的裁缝手艺 快要赶上高三娘了 众人哭笑不得地摇头 圣女 您这样 天尊他 高一夜堵起小嘴 天尊亲口下的法指 允许我做的 众人 李道璇心情挺好 轻声呼唤道 一夜 一夜 高一夜猛背一下抬头 啊 天尊 您来了 有何吩咐 他这一开口 旁边的村民们 立即垂手肃立 眼神狂热地看向天空里盗女 我这家有二辆车学 得画个胆子大皮 是耐称不怕死的人来 喝种这话一出口 人选就毫无疑问了众人 齐声大叫 高出武 正大牛 天尊照你们两人觐见 两个憨憨赶紧放下了手里的工作 屁颠屁颠地跑到了高一夜身边 仰起头来 天要我们做硬 李道璇 出村 站到村外的平地上去 大伙赶紧遵命 全都跑到了村外的空地上 三十二爷来凑个热闹 还有大量的女村民 除了正在上学读书的那些孩子之外 高家村全数到场 连山坡上的劳改犯们都忍不住停下 手里的活 远远地转头来看李道璇 这才把手上的太阳能小车 缓缓地放了下去 村民们仰着头 看着一个奇怪的玩意儿 从天而降 只看那四个轮子 就能猜到 应该是一辆车 但这车也太怪了 和马车的造型完全不同 上面还有一个奇怪的布棚子 而且它好大 长两丈 六米 宽也接近两丈 五米 高一丈 三米 李道璇沉声道 高出五 正一牛 你们驾过车吗 两人一起摇头 那你们扶过离吧 两人一起点头扶过离就好 那起码的左转右转 应该是有点概念的了 李道璇指着太阳能小车最前面 那个像手扶拖拉机的 扶把一样的玩意儿道 把那东秀想象成列 左转右转 你们看得懂吗 高出五裂开大嘴笑 一看就懂了 哈哈 我好聪明 众人倒抽一口凉气 你这话不是真心说的吧 李道璇 好 一会儿由你来负责控制方向 郑大牛 你看见车子上那奇怪的布了郑大牛 看到了 李道璇 一会儿 你把这布连拉开 车子就会向前走 把布连拉回来 车子就会停郑大牛 拉开走 和上停 我懂了 哈哈 我也好聪明 众人再一次奇迹倒抽一口凉气 你也觉得自己聪明吗 李道璇 好了 上去吧 你们两人配合 试着 让这辆车跑起来 众目睽睽之下 两个憨憨爬上了太阳能小车 这车的高度 也有一丈高 现实中高1.5厘米 大名3米 两个憨憨从轮胎边缘爬上去 还挺吃力 运动能力差一点的人 还真爬不上这么高的车 李道璇心里暗想 看来我考虑不周 还得给这车家一个上下用的梯子 蔡新子又以为我吃骏子了 伸手就把遮阳连拉开到了底缸爬上车 负责涨方向盘的高出5还没到位 郑大牛就走到了梯子边 黑黑一笑太阳能面板 全功率发动那车子 马上就通了电 轰隆隆一声 向前跑动起来 这车子在现实世界跑得贼慢 太阳能拉满的情况下 每秒只能跑十几厘米 但翻了200倍之后 在明末却飙出了接近100公里的时速 高出5和郑大牛全无低防 车子在极短时间加速到100公里时速 普通人哪里反应的过来 两个憨憨同时摔抖 车子便直挺挺的 对着劳改犯们的五彩城墙冲了过去啊 好快 郑大牛大吼 初五 快去控制方向啊 要撞上了 高出五趴在车上 不敢动 哇 我起不来 现在过不去了 你快把帘子合上啊 郑大牛也趴在车上 我摔倒了 起不来 现在合不上帘子 高出五 哇啊啊 要撞上了 郑大牛 哎呀呀 要死了 村民们一起捂住了耳朵眼 看太阳能小车 就要撞在乐高积木上 李道璇伸手一捏 把小车捏起 四轮离了车子 悬浮在了半空中 只有轮胎还在旋转这下子 高出五和郑大牛 终于能爬起来了 两人先谢过了天尊相救 然后郑大牛拉上了帘子 车轮的旋转停了 高出五瞪大了眼 大牛 你这个笨蛋 我到了方向离的地方 你才能先开帘子 郑大牛 我哪知道你这个笨蛋 动作这么慢 高出五 总之你是笨蛋 郑大牛 你才是笨蛋 好了 别吵了 李道璇将车子 重新放到了地面上 郑大牛 你先帘子时要慢一点 不要一瞬间先抵 缓缓地先 慢慢地加速 才能控制得住 这辆车是由光来控制的 光越大 它跑得越快 没有光 它就不跑 明白了吗 郑大牛点头 我明白了 好 再来一次 李道璇收回了手高出五 双手扶住了方向离 郑大牛缓缓地 将遮光帘掀开了一点 车子轰隆隆地 再一次跑了起来 这一次速度控制在了六十公里左右 高出五哈哈大笑 看我左转 他把方向猛地向左边一打 打得太急 小车嘎地来了一个大侧翻 两个憋憨同时叫 啊 要死了 旁边的围观群众一起捂住了眼睛 李道璇只好 又伸手进去一拖 将车子给拖住了 嘴里也不禁笑骂出声 两个笨高一叶 天尊法旨 两个笨蛋 全村人一起大声重复 两个笨蛋 然后 同时大笑起来两个笨蛋 开始疯弯起来 高出五不断地各种转弯 试探着太阳能小车的转向性能 慢慢地 他就掌握到了诀窍 知道在什么样的速度下 应该用多大的幅度去转弯 慢慢地 他就再也不会 把车开翻了 而正大牛 也各种试探遮光连开合的幅度 会使得车子跑出什么样的速度 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让车子加速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让车子减速 本来村子周围都是农田 没有多大的空间给他们玩车 但是因为大早灾 农田里根本没有庄稼 全是干裂的黄土 倒是方便用来玩车 两个笨蛋玩了整整一天 直到太阳开始西沉 日光越来越微弱 那车子终于跑不动了 不好了 正大牛大叫 没有光了 天尊说过 这个车是靠光来跑的 现在太阳下山了 咱们的车不能动了 高出五 糟糕 这里离村子 还有五六十丈远呢 怎么办 难道把车扔在这里回村 正大牛猛摇头 放在这里 半夜被人偷了怎么办 这么好的仙车 要是被人偷走我 不如去死了算了 高出五点头 有理 要是被偷了 我也死了算了 我们必须把它弄回村子里 两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道 推呗 哦 那就推呗 两个笨蛋一身都是力气 最近天天大块吃肉 连鸡肉都开始长出来了 一起挽起绳子 露出油光闪亮的胳膊 一起发力 还有 二 三推推动了 推得动个鬼呀 六米长 五米宽 高三米的大车 就算下面有轮子 也不是这两个憨憨 推得动的推了半天纹丝未动 两人还累得汗如雨下 全身酸软不远处的山坡上 传来一阵笑声 两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一群劳改犯 坐在山坡上玩劳改犯们 一天的劳动已经结束了 在这里自由休息放汇丰之后 就要回到五彩的城墙圈里去过夜 没有人会蠢到逃跑 因为逃出去 铁定没东西可吃 高出五大声吆喝起来 喂 那群劳改犯 过来帮我们推车 劳改犯们嘘了一声 一个胆大的开口了 我们今天的劳改已经结束了 天尊下的法旨 让我们放风半个时辰 自由活动 随意休息 才不要帮你们推车呢 高出五 唉唉唉 郑大妞 我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他们来推车 高出五 郑大妞 劳改犯们劳动之后 只能吃饱 却没有额外赏赐 他们什么都没有吧 高出五点头 是啊 他们什么都没有 郑大妞 那就好办了 她扯开嗓子 对着山坡上大喊 来帮我推车的人 我给她一两肌肉条 劳改犯们刚刚还在笑呢 听了这句话 全体愣住 仿佛被人失了定身法 短时间内 山坡上居然呈现出一个 非禁止画面的效果 诡异的禁止 持续了十三次眨眼的时间 你不会真的眨了十三次眼 再算有多久吧 一个劳改犯 剧的一下蹦了起来 我来 我来 又一个劳改犯 蹦起老高 我也来 山坡上轰的一声 跑下来了十几个劳改犯 十几人一起合力 有人在后面推 有人在侧面推 还有人拿了绳子 到前面去拖 这一下子 情况就不同了 那庞大的太阳能小车 被这十几个人推得飞快 一转眼就跑到了高家宝前 停在大门口旁边 劳改犯们干完活 眼巴巴地看着郑大牛 生怕他说话不算话 郑大牛咧开嘴笑 放心 我才不骗人 他回到家里 抓了好大一把风干肌肉条出来 郑大牛这家伙力气大 愿意懒事 经常立功 不论是砍树 打仗 护送三十二去县城 九亡二 每一次大事 都少不了郑大牛的身影 所以这家伙经常得到恩赏 一开始 他要肥宅快乐水 李道玄都会满足他 但多给了几次之后 感觉也不对 快乐水虽然好喝 但也得适量 任何食物吃多了 都是不好的 于是李道玄就开始控制他的快乐水 赏他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东西他也不喜欢 就堆在家里 也没个地方可以用 现在倒是找到了利用的方法 十几个劳改犯 每人领到一两鸡肉干 宝贝的不得了小心翼翼 把鸡肉干藏到自己的破麻布衣服里面 有的藏在袖子里 有的藏在怀里 有的藏进腰带 这东西 对于高家村原住民来说 不是个事 但对于这些 穷而白的劳改犯 那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了 这东西不但是肉 上面还带着盐 吃上一条又补肉又补盐 营养丰富 快活圣神仙两位笨客 两位大哥 劳改犯们立即说好话 对着郑大牛和高初五 露出讨好的表情 以后咱们放风时间 你们只管来使唤我们 有什么事都交给我们做 保准给你们做得好好的 郑大牛哈哈大笑 好的 要是明天咱们的车子又跑不动了 我就又来找你们推 劳改犯们大喜 一定一定 说好了 说了一大堆好话 把两个笨蛋夸成了天下最聪明的人 然后才美滋滋地带着一两肌肉干 返回了五彩围墙里面 走路的样子都带疯了 这十几个人 成为了劳改犯里最富有的人 大汗灾年 身上揣着一两炎炎肌肉干 这不值得嚣张吗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高出五抠了抠头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是哪里呢 郑大牛 我好像也觉得哪里怪 是哪里呢 高出五一拍脑门 啊 我想到了 郑大牛 咦 你想到了啥 我还没想到 高出五到 我开了一天的车 忘了吃饭 郑大牛一把拦住了高出五的肩膀 出五 你太聪明了 你一提醒我才发现 肚子好饿 难怪我一直感觉到怪怪的 高出五 到我屋里吃饭去 我那里还有好多腊肉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郑大牛 哈哈 走起 两天后 高出五和郑大牛 已经可以熟练地驾驶太阳能小车了 加速减速转弯 配合得十分娴熟 两人还自行领悟了许多关键问题 例如 经过颠簸不平的路面时 最好是减点速 不然开快了容易颠翻 地面上如果有沟 不能乱进去 否则轮子会陷住 那就得用点食物做报酬 让劳改犯帮忙撬出来了 但如果钩比较窄 不到轮子三成的宽度 就可以从钩上直接碾压过去 碰到实在过不去的大坑 别将 先把车停下来 搬石头泥土 把坑填平了 再开车过去 当然 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光丽 倒旋看到他们两人练得熟练了 也打算 让他们测试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那就是能不能使出箱子的问题 他已经测试过了 如果由他遥控 或者他用手推 都不能将任何东西弄出箱子 例如 他亲手遥控的小车 会撞到箱子的玻璃墙停下来 但是 小人们能否驾驶着他提供的小车 驶出箱子之外呢 一夜 你去告诉高出五和郑大牛 让他们驶驾车子 沿着关道驶出三里外 然后再驶回来 命令传达到了 高出五和郑大牛 也不管这命令是什么意思 反正他们 一向只听命令 从不思考为什么 天尊的法旨 听着就完事走脸 沿着关尊驶三里 高出五扶着方向离大声吼 大牛 拉开帘子吧 郑大牛 开锣 遮阳连拉开 太阳能小车启动 很快就驶上了关道 黄色的沙尘飞扬 太阳能小车在关道上跑起来 比在荒地上顺畅多了 没用多长时间 就到了箱子的边缘 李道玄死死地盯着了 造景箱的玻璃墙 他自己遥控的东西 每次撞墙就会停下 然而 高出五和郑大牛 却不受这个限制 小车毫无阻碍地 穿过了箱子的玻璃墙 刷的一下消失在了视野之外 嘿 成了 李道玄有点小开心 就像做实验成功的科学家一样开心 果然 我自己遥控不靠谱 要制作小人们能操控的东西 才是王道 三里路程一会儿过 不一会儿 造景箱边缘影子一晃 太阳能小车又驶回来了 高出五和郑大牛一脸的兴奋 在车子上哈哈大笑 完成天尊的法旨了 李道玄 一夜 去告诉两个笨蛋 接下来 他们要把行驶范围再放大一点 至少要先保证 高家村到白家堡之间的往返 高出五和郑大牛接到命令 马上就抬头看了看天空 很好 万里乌云 今天的太阳 也是晒死人的那种 不用担心 往返白家堡的半路上没有了光 两人对着天空中拜了拜 我们马上出发去白家堡 去吧 顺便再给白鸢带点粮食去 李道玄的蝉使官属性又爆发了 生怕自家的小人 饿着 大米 面粉 都给他代谢过去 还有盐和糖 好烈 两个笨蛋马上行动起来 搬了几百斤的食物 堆在小车上 把太阳能面板者 给遮住了一小块 起码影响了10%的动力 看到这一幕 李道玄心里暗想 这个太阳能小车 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当玩具搞出来的 没有考虑过运载能力 下一辆 我得让蔡新子加上车厢 太阳能面板放在车厢的上面 运送货物的时候 才不会黄住太阳能面板好 想到就三赶紧打开购物网站 找到上次的店主 太阳能小车 我还要 你还有尺寸更小 或者更大的吗 店主大喜 轻 更小的没有 但更大的有 5厘米的 14厘米的都是有的 李道玄在心里暗暗盘算 5厘米的放进名墨 就是10米长 略等于公交车 14厘米的放进去 就变成28米长 略等于超大型货车了 都是用得上的 行 给我来三辆14厘米的 10辆5厘米的 30辆3厘米的 每一辆都要保证质量 别急过来是坏的呀 店主一听 大主过啊 乐得不要不要的 轻 您放心 我每一辆都测试稳妥了再发货 李道玄这边在订货 另一边 高初五和郑大牛 已经在车上装好了粮食 准备向白家宝出发了 白家宝距离高家村挺远 30几里路 步行需要两个时辰 但有了先车 两人毫无压力 甚至有点兴奋 郑大牛 初五 你还记得白家宝怎么走吗 当然记得啊 高初五 我虽然笨 但是记录还是能做到的 走起 遮阳帘全开 速度拉满 与此同时 山林之中巡检程序 刚刚盯上了一支贼军 几天前 他从高家村出发 追向了北方山林里的王二 很快就找到了 王二一伙人暂居的山洞 但扑了个空 王二已经带着王家村的人 继续向北方逃窜了 承煦只在山洞中 找到了几具郑艳夫 和重光道叛乱时 杀掉的王家村村民的尸体 东陵党县令 马上要来上任 如何是好承煦脑子一转 想到个歪招 随便挑了一具 王家村村民的尸体 把脑袋剁下来 城的城门外别说 这一招 还真有用王二授手的消息 瞬间传遍整个城城县 所有叛军都吓得瑟瑟发抖 到处都开始消停了 多路叛军贼囚 撂下担子跑路 许多乱民也放下武器 回家挖树皮草根 去了 这样一来 城序要收拾局面 就容易多了 只需要击溃最后锦鱼的几只贼军 便可以宣告自己力挽狂澜 将功补过 现在他盯上的 就是锦鱼的贼军之一 这支贼军的贼囚 名叫小霸王 烂大街的混号 战斗力稀松 手底下也就不到200号贼兵 城序要收拾这种家伙 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他率着一百余名官军 浮于官道旁边的树林里 瞅着远处的小霸王叛军 在官道上慢吞吞地走着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待他们走近了 我一声令吓 你们就杀出去 直扑贼囚 务必斩了小霸王的狗头 手下的士兵们 齐声应道 尊命 程序的目光锁定在小霸王身上 并没有注意到 远处的官道上 出现了一辆奇怪的大车 正用80公里的时速 对着这边冲了过来 高出五和郑大牛 正开车开得爽了 男人至死都是少年 只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玩的玩具 也会越来越高端而已 但喜欢玩具这个本性 是不会变的 对于高出五和郑大牛来说 仙车就是一个最好玩的大玩具 在村里玩的时候 还施展不开 生怕速度快了 撞着这个撞着那个 但是上了官道 跑三十余里路去白家宝 那还不撒欢 试得乱冲 遮阳帘拉开到最大 速度拉满 车速提到了每小时80公里 若不是车上堆的食物 遮挡了一部分太阳能面板 他们甚至会把仙车 开到100公里的时速 前方有一个小山坡 会开车的人都懂 车子在快到坡顶的时候 一定要减速 因为坡顶遮挡视线 看不到山坡另一边的路况 很容易出事故 但是两个笨蛋 没有学过交通安全课 毫无这方面的常识 速度依旧拉满 充就一个字 结果 先车以80公里的速度 翻过山坡 两人才看到 坡到另一边的官道中间 居然站满了人 这时候想刹车 已经来不及了 小霸王叛军 正在爬山坡呢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爬到了山顶 我想唱歌 小霸王刚想扯开嗓子唱两句 就听到旁边的树林里 响起了巡检程序的一声怒吼道 上 官道两旁 瞬间出现上百名官兵 官兵的装备 那可比叛军厉害多了 两边几十把弓同时拉开 瞄准中间准备射击 程序挥着一柄长剑 给弓箭手们配个音 贼子小霸王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寄闭 他一句装逼的话刚说完 山坡另一边 响起轰隆隆的声音 一辆大车 刷的一下翻过坡顶 冲了出来 车上的高出五 和郑大牛同时大喊 快让开 来不及刹车了 根本没有人反应得过来 时速80公里呢 有几个人能反应得过来 不论是贼军还是官兵 都猛了 只见那庞大的车子 从官道中间的贼兵阵中 硬生生地撞了过去 人仰马翻 贼囚小霸王 连一句狠话都没来得及说 就被车子正面撞了个结实 哼都没哼一声就到了 他身边庶民轻信 也同时被撞得成扇形飞出 官道两边的官兵 齐齐倒抽了一口凉气 心想 还好我没冲出去 没踏上官道中间 否则现在 也和贼人一起在天上飞了 郑大牛 啊啊 闯祸了 我们撞死人了 高出五 糟糕 怎么办 要停车吗 郑大牛 不能停 苦楚家人会打死我们的 快跑 高出五 哎 那多过意不去 郑大牛 那也比现在就被打死强 快跑呀 回头准备好赔偿金 再上门请罪 两人根本不敢停车 继续猛冲 冲开贼军 向着白家宝的方向去了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 加上逃逸 该判几年 这个问题 没有人思考 因为贼军和官兵 在短时间内 都无法用脑子思考 所有的贼军都猛了 连番惊变 他们的脑子根本转不过来 关到两边的官兵也猛了 手上拉开的弓 都忘了射出去 这诡异的僵直 持续了好几秒 程序大吼道 都愣着做什么 贼囚已死 速速扫荡于贼 官兵们脑子一醒 手上的弓箭 这才射了出去 射得叛军东倒西歪 接着官兵 一拥而出 小霸王叛军 根本不是官兵 一和之将 不销片刻 就搞平定 等到贼寇要么扶珠 要么逃散 场面安定下来之后 程序才转头 看向了那古怪的 大车消失的方向 心想 那绝非人间之物 莫非是天降神物 把我荡平贼寇 白家宝一片惺惺向荣 在白渊的指挥下 白家宝经过了一番重整 宝墙修复了 还略微做了加固 虽然远不如高家宝的 宝墙那么高 但白渊 还是尽量模仿高家宝 在四个角搭起了角楼 墙上还挖出了 凹凸凹的女墙战阁 白家有钱 各种物资都不是问题 现在唯一欠缺的东西 只有粮食而已 粮食这东西 现在是有钱都很难买到 白渊正在纠结着 要不要向高家村求助 就听到手下的家丁大喊起来 老爷 老爷 村口驶进来一辆奇怪的大车 驾车的人是高家村的 白渊精神一震 赶紧出来迎接 啊 你是高家村的 高一 高二 高三 高出五哭丧着一张脸 白老爷 我是高出五 白渊 对对对 你是高出五 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对话好像在哪里听过 白渊有一种这个场景 似曾相识的感觉 你一个大老爷们 摆着一张婆妈脸干嘛 高出五都要哭出来了 我们来这里的路上 撞死人了 白渊的眼光 扫过那古怪的大车 车前杠上 有碰撞过的痕迹 还有鲜血和破麻布片 看来撞得还不止一个人 他粘起一块破麻布 皱了皱眉头 随即舒展开来 别担心 现在这个世道 正经人谁会在外面乱跑 你撞到的 肯定是贼匪之流 看这块不就知道了 一大裙穿着这种不衣的人 在官道上走 必是贼匪 听他这么一说 高出五和郑大牛的心情 倒是好转了些 两人脑子都很简单 容易相信人 尤其是白老爷这种 精通君子六义的学问人 随便一句话 就足以让他们奉为真理了 高出五也开嘴笑了起来 哎呀 那就好那就好 撞死贼匪之流 就不用担心了 郑大牛 白老爷 我们奉天尊之令 来给您送些粮食 白渊文言大喜 天尊人善 两个笨蛋从车上搬下来 一大堆米 面 盐 糖 这下子 可算解了白渊燃眉之急 不由得也速容对着高家村的方向 行了几个大礼 天尊还记得我这小小凡胎 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谢完了恩 他的眼光才转到了 那巨大的怪车上 这是什么东西 说这个 两个笨蛋就来戏了 高处梅飞色舞 这是天尊赐我们的仙车 出太阳就能跑起来 太阳落山就不动车 白渊听了这话 不禁吓了一跳 日出时就会跑起来 那莫非是 卯日新冠的车 天启七年 公元1627年 八月底 城城县终于安定了下来 闹腾了许久的农民起义 在酒品巡检程序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渐渐平息 白水王二北桃 穿过山林 离开了城城县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接着新任县令梁世贤走马上任了 这位新任县令上任带来的第一个命令 就是皇帝驾崩 天下高速 原来 8月22日 著名的木匠皇帝朱游孝病死了 8月24日 崇祯皇帝朱游检登基 京城那边已经变了天 只是城城县这边天高皇帝远 消息一直没来 直到新任县令走马上任 才把这个噩耗带到了城城县 老百姓一听 哦 换皇帝了呀 换就换呗 新皇帝会下雨吗 如果不会 那该干嘛干嘛去 洗洗睡吧 城城县的城皇庙偏殿 现在颇有些热闹了 三夫人一身道袍 坐得端正 在她面前 浮满了善男性女 多达十余人 这群人对着道玄天尊千恩万谢了一番 又跟着三夫人一起送了一段经 这才从偏殿里出来 他们都是没钱看病的穷人 得了并无钱医治 全靠三夫人给他们服用了神药 这才保住了性命 他们刚刚走出偏殿 就有一个中年男子钻了进来 一脸的愁苦面容 身上穿得也是粗麻不衣 兽骨临巡 进屋就跪在了三夫人的面前 居士 救我一救吧 三夫人 哦 你家人得了什么病 中年男子摇头 我家没人得病 三夫人 哦 中年男子低声道 小人是个助作将 三夫人不太懂 什么叫助作将 只好端着 不说话 让那人自己说 中年男子继续道 小人每个月要在官府的工房里面 干活二十天 只有很少很少的赏钱 连饭都不够吃 小人只好用另外的十天时间 去拼命做点别的活鸡养活自己 前些天 工房里来了两位捏素师 他们发了大财 一下子就交齐了三十年的降班营 再也不用来官府的工房干活了 三夫人听到这里 有点不明白 这和我有啥有关系 那中年男子继续道 两位捏素师也不肯说他们怎么发的财 只说了一句 他们得到了道玄天尊的保佑 小人便到处去打听道玄天尊是哪位上仙 打听来打听去 便听人说起了居士 三夫人听到这里 终于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中年男子可怜巴巴地道 还请居士给小人指点一二 如何才能得到道玄天尊的垂碍 让小人得脱苦海 三夫人心里算盘珠子 噼里啪啦一阵乱打 她手上只有天尊给的一些神药 可以帮人治病 但却没法帮人脱贫 这个著作将 她肯定是帮不了的 但是 她帮不了 天尊肯定帮得了 既然如此 那眼下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三夫人摆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模样 摇了摇头 辱心不成 天尊也帮不了你 中年男子大吉 小人心成 心成 非常的成 三夫人 你若真的心成 便从城城县城出去 向东北方向走三十余里 那里有一个叫做高家村的小村庄 中年男子吓了一跳 外面 慌马乱的 三夫人淡淡地道 果然 辱心不成 既然你这么害怕出去 那天尊也帮不了你 中年男子急了 小人心成 真的心成 小人 现在就去高家村 现在就去了高家村之后 小人又该如何 三夫人神秘一笑 带你到了村中 一切自知 中年男子咬了咬牙 磕头谢过了三夫人 出了城隍庙 用最快速度返回了家中 她正好把这个月官府规定的二十天活干满了 接下来有十天时间可以休息 可以自由安排 干脆就用这十天时间出去拼一拼 带上家里仅有的几个铜钱 仅有的两个干饼 仅有的两件衣服 还有一口铁锅 全部家当 一个包裹 低着头 耸耸地走到了城门口 守门的老兵面无表情地看着来往的人群 没有上来盘查他的意思 混在进出城的人群之中 走出城去 然后一路问人 向着高家村前进 一路走来 耸得不行 但是外面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兵荒马乱 程序可不是吃白食的 早就已经将周围的贼匪给镇压下来了 傍晚时分 夕阳西下 中年男子终于看到前方几里外 耸立着一个高高的家宝 嘿 高家村到了 傍晚 天边火烧云 李道玄正在拆块地盒子 马上就要到九月了 播种秋小麦的时间即将到来 高家村的村民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不少村民挖好了水渠 做好了从大池塘里饮水到田地里去的准备 光靠水渠 灌溉能力有限 干旱久了的田地 最好还是先下一场雨来润一下 李道玄也差不多该给村民们降降雨了 前面一个多月 他一直没有降雨 当然是因为气温太高 不是一波种 他提供一个大池塘便足够了 但时间来到了八月底 箱子里的气温明显开始下降 距离播种秋小麦的时间越来越近 降雨就成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家用的加湿器 喷雾器 都是不行的 这些设备喷出来的水雾颗粒太大 最小也有0.3毫米直径 还很密集 一旦喷进箱子 水滴直径变大200倍 就相当于在200米高空 对着地面密集地扔直进6厘米的大水球 那不是降雨 是降灾 所以他在网上查了查资料 终于查到了一种 可以喷出极细水雾的好东西 医用物化器 这种设备往往用于治疗哮喘 肺炎 呼吸道感染 能将药水变成2.2微米的超细小水雾 喷入患者的呼吸道 从而起到治疗的目的 2.2微米 直径变大200倍之后 也才440微米 也就是0.44毫米 医用的东西就是细 这个直径的雨 必不可能造成灾难 早上订了一台 顺风加急 现在到货了 李道玄早已经准备好了一盆水 提前静置了几天 将水装进物化器的水盒中 接上电源好了 现在可以先测试一下了 可不敢把这东西 直接对着高家宝的上空喷 万一物化器是坏的 一打开就乱喷水 那不知道得冲死多少小人 北方的山坡也不行 傍晚时分 山坡上有很多劳改犯在放风休息 他在箱子的南河西 这两个按钮上点了几下 将视角调到了村子的西南边 这边有一条通向县城的关道 平时这边也没什么人 就用这里来测试吧 打开造景箱的上盖 将雾化器的喷嘴 伸向箱子里 伸到半空 它动作一僵 停下了 这样做不妥 这喷嘴的造型太丑了 村民们要是看到 天上伸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喷嘴 奇怪的管子造型 还不得吓一跳 还以为这样的不是雨 是什么毒水呢 左右丑了丑 玩具柜上有一个塑料中国龙 嘿 这个好像还不错 把龙脑袋掰下来 喷嘴暗藏在龙嘴里 用双面胶部沾稳 左看 右看 还行 模样过得去 准备完成 再次把喷嘴伸进了箱子 龙头刚刚进去就停了下来 打开一用雾化器的开关 只听到嗡的一声响 机器开始造雾了 2.2微米直径的水雾 喷进了箱子 向着地面洒下 从城城献来的中年著作将 正在向着高家村前进 走了三十余里路 天色已晚 它又累又饿 看着前方极里远处 夕阳下的高家村 心里现在是既期待 又害怕 我的心很成 我冒着危险 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 可千万不要被骗了呀 道玄天尊是真的存在的吧 能救我吧 满心都是疑问 同时也满心都是期待 中年男子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 拖着疲惫的身躯 继续向着高家村的大家宝走去 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凉爽 突然之间就凉爽起来了 有什么东西 在他前方几时杖处飘落 啊 是毛毛的细雨 中年男子猛的一惊 前面下雨了 他是著作将 没有土地 一级见明 所以他对下雨的感觉 倒是不会像农民那么深 不至于一下子狂喜到犯境终局的地步 但是几年没见过下雨 这一场雨 依旧让他欢喜 咦 不对啊 这雨怎么就下那块 他突然感觉到了不对劲 猛地抬头向着天空中看去 就见到天上有一团奇怪的矮云 离地顶多七十丈高 云层之中 探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龙头 张开大嘴 正对着地面 喷出一片雨雾 龙头偶尔还会摇晃一下 稍稍调整一下喷雨的方向 中年男子整个人一下子僵住了 短暂的一秒大脑失神之后 疯狂地呐喊起来 龙王爷 龙王爷 啊呀 是龙王爷在降雨 吼完之后 中年男子甩开两条腿 对着前面下雨的那块地 拼命冲了过去 三年啊 三年没淋雨了 管他衣服打不打湿呢 先去淋一个再说 龙王爷 小人来了 小人来了 他对着雨雾笼罩的范围 狂奔而来 但这时 李道玄却已经测试得差不多了 很好 雾化器喷出来的水雾足够细 就算变大二百倍 也只是蒙蒙细雨 不会危害到箱子里的世界 那就不用再对着空队喷了 对着高家村喷吧 让大家都快乐快乐 他伸手就去暗北 东这两个按钮 这东北方向横一过去 箱子里的视野 便对着东北方向一去 同时 雾化器喷出来的水雾 也很自然地 对中年男子 正对着下雨的地方狂奔呢 但他还没有奔进箱子的视野范围 所以李道玄也看不见他 根本就不知道 有一个狂热的小人 正在拼命地奔向久违的雨水 男子奔着奔着 就发现了 那团雨雾居然在跑 天上的矮云在向东北方向飘 云里的龙头 自然也在向着东北方向移动 那整个雨 都在向着东北方向移动了 中年男子大叫 哎 等等小人 龙王爷 请您等等小人啊 发力 追 拼命追 中年男子 就向地上的癞蛤蟆追 龙王爷却向天上的白天鹅飞 癞蛤蟆追了半天 硬是没能追得上白天鹅 只见那龙头 移动到了高家村周围的田地里 对着田地喷着雨雾 下面有一大群高家村的村民们 涌了出来 欢呼 狂喜 跳跃 在雨里翻腾 中年男子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冲啊 奔跑吧 兄弟 终于 他冲到了高家村里 身边都是 欢呼雀跃跃的村民 连山坡上的劳改犯们也跑下来 在雨里旋转着跳舞 有人仰头张嘴 想用嘴多接点雨水 有人满地打滚 衣服弄脏了 也丝毫不在意 有人抱着身边的亲人 嗷嗷大哭 接着 这些人突然集体高呼起来 天尊仁慈 天尊保佑 多谢道玄天尊 混进人群里 跟着狂喜的中年著作将 不禁一脸猛逼 随手逮住一位村民问道 明明是龙王爷在降雨 你们为何谢的 却是道玄天尊 谢错了神仙 就不怕龙王爷生气吗 那村民大笑 你懂个屁 龙王爷是道玄天尊请来帮忙的 是天尊的面子 我们当然要先谢天尊 再谢龙王 中年男子 果然 村民们谢完了天尊 这才开始谢龙王 这与只消下上几天 土地就润了 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 播种秋小麦了 我珍藏的种子 终于派上用场了 哈哈 多谢天尊 我们终于可以自己种庄稼了 天尊上次恩准了我 来年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天尊果然是说话算话的 等我收获了秋小麦 一定要给天尊上香还愿 天尊还恩准了我 今年田地里多收几斗粮 中年男子在人群中呆立着 耳中听到村民们的欢呼与议论 突然一下子泪流满面 来对了 我来对了 居士果然没有骗我 只要来到高家村 我就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对了 我得新城 首先要新城 中年男子转头 看向了耸立在雨雾中的高家宝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怡荣 诚惶惶惶惶惶惶的 走向了高大的家宝 到了门口 扑通一声贵道 天尊开恩 就小人一救 由Snape截图李道玄把喷嘴的位置固定 让雾化器自个儿一直工作 他也就闲下来了 眼睛也有空到处溜达 正好看到人群中有一个中年男子 挺奇怪的 他没有和别的村民一起在小雨里狂欢 而是一个人呆呆地走出了人群 迈着沉重的步伐 一步一步走向了高家宝 李道玄转了点头 把注意力移过来 只见那中年男子在宝门口跪下 碰碰碰地磕了好几个头 天尊 请救小人一救 咦 李道玄 这是我的小人吗 箱子里最初的42个小人 李道玄各个都能认得出来 但是后面32用面粉拐来100多个小人 他就大多数不认识了 再后来又来了近200个劳改犯 更是完全记不清脸 这个跪在自己雕像面前的 是不是自家小人 一时不敢确定 直到看到他背上的包裹 李道玄才确定了 这个不是我的小人 是刚刚从外面跑进来的野生小人 天尊救我 天尊救苦救难 救小人于苦海之中 中年男子扑通扑通磕头 然后开始叙叙叨叨地自我介绍起来 原来 他是城城县官府工坊里的一名著作将 就和李大一样 低贱的将户 自从看到两位捏塑师发财之后 便死死记住了道玄天尊的名字 好一番寻找 又得居士指点 才终于来到了这里 只求天尊开恩 李道玄开口 一夜 叫上李大 来宝门一趟 正在外面淋雨完的高一夜 马上收拾起童心 在人群中找到了李大 带着他啪哒啪哒地跑到了宝门口 两人身上的棉布衣服 已经湿了一半 好在衣服够后 就算湿了 也不会有任何走光的风险 两人刚到 李大就认出了 那中年男子 惊叫了一声 罗腿毛 中年男子原本姓罗 因为腿毛浓郁 被工友们取了个外号叫罗腿毛 毕竟大家都没什么文化 取的外号要多难听 就有多难听 罗腿毛看到李大 也全身一僵 李大 你怎么在这里 上次王二作乱 就不见你人了 我们都以为 你被 李大 哎 这是 说来干 我是借王二之乱 逃了出来 免得整日里被人当狗使唤 罗腿毛吓了一跳 你不要命了 这样一搞 你岂不是就变成了流明 连降级都没了 今后连城都不能回 李大黑黑笑 在这里吃香喝辣 天天过好日子 还回个屁的城 降级谁爱要谁要去 在这里当流明 都比当将或好 他一开始来这里时 李想是当的自身 但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之后 发现当不当白身 都不重要了 只要在高家村里 待着就幸福 根本无需在意身份 他这一番话 还真是 让罗腿毛有点猛 李大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和我一样逃出来的 降级不要了 罗腿毛脸露干大之色 听两个捏素师说 他们在道玄天尊的 保佑之下发了大财 所以我打听着过来了 李大愣了愣 哈的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如此 你这可真是来对地方了 你是城城县里最好的纸匠 你这一来 真是刚刚好 罗腿毛一脸猛 怎么刚刚好了 李大指了指旁边的高家宝 死宝新近建成 有防两百余间 但是却没有胡窗户的纸 一张都没有 所有的窗户都空着呢 三师爷正在准备去县城走一趟 买些纸张回来 让村民们有纸可以胡窗 你这一来 可不就是刚刚好吗 罗腿毛挨了一声 你的意思是 让我给村民们造纸 胡窗用 李大点头 是啊 这不是 你拿手的活吗 罗腿毛 我只有十就得回官府的工房 只有十天 李大 嗨 还回去个啥 你又没老婆孩子 既然已经出来了 就别回去了 学我一般 在这里扎下根来 做个流民 快活得很 罗腿毛猛摇头 不行 不能做流民 我没你胆子大太一句话刚说完 旁边的高一叶突然开口道 天尊下了法旨 你若肯留下 在此地为高家村造纸 教授村民们造纸技术 每月可领里 豁面一百斤 肉十斤 盐一斤 糖一斤 油一斤 此话一出 罗腿毛整个人都僵住 艰难无比地转过头来 看着高一叶 姑娘你 刚才 什么 高一叶微笑 罗腿毛全身俱正 当真 李大哈哈大笑 这还能有假 我每个月也是领这个数 如果另外立了功 还有更多的赏赐 不过 罗腿毛啊 你这个身子骨 想另外立功 只怕不容易 哈哈哈哈 罗腿毛 这位姑娘究竟是 李大肃然 她是道玄天尊教的圣女 带天尊向世人传旨的神使 高一叶高姑娘 罗腿毛 李大 看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哈哈 我当初刚来这里时 和你一样土包子样 怎么样 留下来做流民吧 这个选择并不太难 罗腿毛瞬间抛弃了自己的将棘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流民 高一叶 跟我来吧 天尊说 要分给你一套房子 就让你住在李大和两位捏素师的旁边吧 咱们村所有的匠人 现在都住在那个天井里面 李大黑黑笑 高家宝酒厅十八井 咱们匠人独占一井 名叫匠井 和别的井比起来 并不低一等 相反 咱们匠井里住的人 每个月领的东西是最多的 哈哈哈哈 罗腿毛一脸猛 跟在高一叶和李大的身后 走进了高家宝 客家为乌在他的眼中 简直是一幢高大威额的城堡 充满了威严感 走在里面 让他颇为不自信 在通道里 一阵七拐八拐 降警到了 罗腿毛一眼就看到了 两位捏素师 两人正坐在屋檐下 摆弄着两个材质奇怪的人像 两人正在定制微型手办人脸 见到罗腿毛 两人哈哈一笑 一副你终于也来了的表情 然后就低下继续做定制手办去了 才没空和他尬聊呢 罗腿毛实在没有想到 自己出来乍到 寸功未利 就得到了一间漂亮的房子 这房子坚固结实 屋顶和外墙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像块厚木板 但却比厚木板结实 而内墙居然是用一块巨大的铁板做成 让他惊恶万分 比他以前在县城里住的破木板房 要好了一万倍 李大 这么好的房子 真的给我 当然给你了 李大笑 我也有一间 和你的一模一样 罗腿毛 可是我还没为天尊老爷做任何事呢 李大 叫天尊就行了 家个老爷在后面怪怪的 他老人家听到的话 会下法指来骂你的 罗腿毛 第一次听说 神仙还会下法指来骂人的 简直闻所未闻 李大凑到他耳边 低声笑道 这村里有两个年轻后生 名叫高出武和郑大牛 就被天尊下法指骂了 说他们是两个笨蛋 现在全村人都称他们为笨蛋 这就是被下了法指骂的后果 你可千万别学他们 罗腿毛倒抽了一口凉气 什么鬼情况 高一夜扫了一眼他空荡荡的房间 房间里现在没家具 你暂时在地上睡两天 一会儿我去叫几个劳改犯来 帮你砍树制作一些家具 罗腿毛 劳改犯 高一夜在旁边道 做奸犯科之辈 就会被天尊抓去劳动改造 通过劳动 洗清自己的罪念 这句话听得罗腿毛心里 咯噔一声响 赶紧心里道 仙子放心 小人是个规矩人 高一夜 别叫我仙子 听起来怪怪的 李大在旁边笑道 大家都称他为圣女大人 不过他自己不太喜欢这样的称呼 所以还是有许多人称他为一夜姑娘 高一夜前阵子听了三夫人的话 努力让自己保持端庄 还经常摆POS 但自从那次李道玄亲口 叫他保持自我之后 他又开始恢复了活泼灵动的样子 不再白谱 假装端庄了 现在的他 灵气多了不少 村里人也又开始叫他一夜了 他很喜欢这样 罗腿毛察言观色 试探着道 一夜姑娘 虽然天尊让我造纸 可是在这里什么都没有 缺乏工具和材料 我该如何开始 高一夜笑道 你需要些什么工具和材料 只管说出来 天尊在天上听着呢 罗腿毛吓了一跳 抬头看了一眼还在天上 什么也没看到 心里毛毛的 怯声声地道 我最拿手的便是造竹子 首先需要一个大池子 用来凹制竹江 大池子 李道玄随手拿了一个矿泉水瓶盖过来 装满水 往降井里一放 罗腿毛正抬头看天呢 突然就见到一个红色的奇怪物体 从天而降 光的一声落在了降井里 原来是一个大水池 里面 还装满了干净的水 别的人都似乎见怪不怪了 只是对天空行了个礼 便又自己做自己的事 罗腿毛却吓得扑通一个屁堆 坐倒在地 双腿发软 一时爬不起来 高一夜哈哈大笑 别怕 现在大水池有了 你还要些什么 罗腿毛说话 都不利索了 需要 要竹子 很多 竹子 还有石 竹子好办 李道玄对高一夜道 安排一个劳改犯 今后的劳改工作 就是给造纸方提供竹子 高一夜脆声声地应了一声 接下来嘛 石灰 李道玄现在下个楼 随便找个建筑工地 薅一把石灰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给罗腿毛 提供一座石灰小山 但他想起一件事 石灰不同于食物 在大旱灾年间 食物是小人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由他来提供食物 帮他们一把 倒是没什么毛病 但石灰却是小人们自己有能力解决的 没必要提供给他们 安排些人来制作石灰 也算是给他们创造了劳动就业的机会 李道玄 一夜 问问村里人 谁会制作石灰 这时还真难不倒村里人 上次建盗灌时 站出来领头的三个泥土匠 就会制作石灰 他们三人在修建盗灌时 因为有专业技能在身 得到了许多额外的赏赐 着实爽了一把 但之后就没有活迹可干 一直闲着 失去了额外赏赐 每天靠着天尊发的基础生活物资 来填饱肚子 现在一听说需要造石灰 三人跳得老高 对着天空极寒 天尊 我们会做 求你把这活儿交给我们来做吧 见到他们的样子 李道玄就知道 刚才的考虑是对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实现自我价值 如果感觉自己没有价值 就会失去灵魂 很好 那你们三个 就来制作石灰吧 石灰搞定之后 需要些锤子 春岛 木格一类的玩意儿 那就更简单了 古代最不缺的就是木匠 随便一个村民 都会点粗浅的木工 这些事 全都安排劳改犯们完成便士 造纸工作 就这样安排停荡了 清晨 李道玄坐在电脑前 剪辑小视频玩 身边的箱子里 一片祥和安静 一用雾化器 还在对着箱子里喷出水雾 高家村外的田地 全都笼罩在绵绵细雨之中 一群小人 在田地间左挖挖 又刨刨 为播种秋小麦 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把刚刚录制的造纸视频 编辑完成 配上文字 一位造纸匠 正在用古法制造竹纸编辑完 点个上传 对了 还要顺手挂上小黄车 正在这时候 QQ闪了起来 是玩具厂的一桶布丁发过来的 李先生 上次和你说的那个 制造各种微观古代玩具的事情 我们这边已经制造出第一批样品了 先给您发些照片看看 食物很快就会寄到 您琢磨一下能不能卖 很快 照片发过来了一大堆 李道玄定睛一看 饿了 这玩具厂好玩啊 还真是制作了一堆古代玩意儿 一比二百的防古塑料屋子 小城堡 小水车 小风车 小马车 小投石机 小冲车 小弩车 琳琅满目 让人目不暇接 最值得可乐的是 其中不少东西 居然有发射功能 例如小投石机 便和上次李道选买的一样 可以用塑料本身的弹性 发射小石头 小弩车也一样 崩了根非常细的小皮筋 居然可以射出塑料小件 由Ecreep数图傍晚的时候 玩具样品寄到了 李道选首先看上的 就是那些一比二百 可以发射的小投石机 比自己上次买那种的个头小 做工也精细的多 在搬运和使用上 都更加方便 还有小弩车也贼好玩 绷上皮筋 能射出去一厘米长的塑料小件 敲可爱 这东西 以后交给村民们 用来防守贼军 效果拔裙 接下来 他的关注点 就落在了那些 一比二百的防古塑料小屋 和小城堡上 高家村的小人们 勤劳勇敢 一般的东西 他们都能自制 但是城堡 房屋这一类的东西 小人们建设起来 却相当困难 那一百多名老改犯 至今还住在李道玄 用乐高积木围起来的一个圈里 连屋顶都没有 以前不下雨 没屋顶倒也无防 最近几天 李道玄再往箱子里降雨 那积木围的圈 就显得有点尴尬了 九汉逢甘铃虽然很棒 但房子没有天花板 就感觉不怎么甘铃了 李道玄还得找一块板子 横放在积木圈上 帮他们挡雨 现在有了玩具公司 提供的塑料小房子 倒不是为一个 安顿老改犯的好办法 李道玄掀开了造景箱的上盖 对着里面吩咐道 姨叶 你去告诉老改犯们 最近他们的老改表现还不错 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剪点刑 稍微给他们一些赏赐 高一叶赶紧跑去通知 山坡上的老改犯们 正冒着鱼砍树呢 文言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 谢恩 李道玄伸手到箱子里 将乐高积木全都抓了出来 扔到一边 然后抓起一笔二百的 房骨塑料小房子 缓缓地放了下去 老改犯们抬起头 就看到了一幢房子 从天而降 Duan的一声落在地面上 摇晃了两下 稳住了 接着 又一幢房子从天而降 Duan的一声 十几幢房子相继落下 在高家堡外围 一片不宜种田的荒地上摆开 居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小村庄 老改犯们面面相去 这 就连远处看戏的高家村民们 也一样猛逼 啥情况 李道玄 其实还想多放几幢房子下去 手里的样品并不多 玩具公司 只给他寄了十几个小房子样品来 就先摆着十几幢吧 回头自己在自己的小黄车里 再买上一些便是 老改犯 就别想着一个人 占一幢房子了 李道玄道 十二人一肩挤着住 哪一天老改完了 才能恢复自身 老改犯们一听这话 那哪行 一群人赶紧道 我们现在 感觉非常好 老改一辈子也没问题的 不用恢复自身 李道玄 擦 一群没追求的家伙 想土他们曹 再转念再想了想 还是算了 他们最近刚刚从有一顿没一顿的状态 变成了天天都有饭吃 当然会觉得 现在很棒 但以后自己只要在老改犯中 找一个干活表现最好的 给他减刑 提前出狱 发赏赐 树立成老改标兵 让别的老改犯 看到他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那这些老改犯 马上就会改变想法 争取减刑 早日恢复自身 想轻松躺平 做梦吧 给老子卷 就好像蝉使官们 看到自家养的宠物猫 趴在阳台上 无忧无虑地晒太阳时 就总想给他套个三十年的房贷 让他出去猫咖打工 自己赚自己的小鱼竿 小猫咪们 你们逃不过蝉使官那汹涌的恶意 哇哈哈哈哈 李道玄像的反派一样 双手插腰 仰天大笑 高一夜抬头看了一眼天上 然后一脸认真的对身边的老改犯们道 天尊正在开怀大笑 他好像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 老改犯们大写 我们安心 做好老改犯 天尊就开心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定要把老改犯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好好地做一辈子 让他老人家更加开心 秋风秋雨渐渐凉 每年秋天 随着第一场秋雨到来 气温下降 就到了播种秋小麦最好的时光 然而 今年却没有秋雨 一滴都见不到 刚刚走马上任的城城县令梁士贤 现在只感觉到 哎呀妈呀 脑瓜疼 脑瓜疼呀 马脑瓜疼 坐在县衙门里 翻看着 随自己一起 走马千里来上任的绍兴师爷 递上来的资料 眉头皱得紧紧的 酷梁全被王二抢走了 梁士贤 也急是说 本官刚到任 就得给张药彩擦屁股 补交他收不来的税 还得比他收得更多才行 否则连梁仓里的梁都扑不上 师爷点头 是的 梁士贤险些先桌 要不是自认是个优雅的读书人 还真就鲜了 深深地皱起眉头 天上低语不降 还要收更多的税 那岂不是官兵民反吗 张药彩死得不冤 本官一向爱民如子 两袖清风 可不能学他那样干 师爷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可是 县尊大人若收不上税 也会被隔职拿半 其结果和张药彩比起来 不会好多少的 要么被贼人砍头 要么被皇上砍头 这一颗脑袋 左右都是要砍的 梁士贤扬眉 本官走进一个死局了 师爷一脸沉重地点头 是的 县尊大人 咱们还是辞官回乡去吧 虽然保不住乌纱 但至少还能保住向上人头 梁士贤皱起眉头来 得想办法解决这事 学父武车的梁士贤 立即在脑海中 打开了分析模式 评生学生过的知识 人生的阅历 处理政务的经验 翻非交错 各种解决困难的方法 在脑海中 像走马灯一样旋转 然后叮的一声 停留在了一个解决方案上 这事儿 看来得从本地的士绅父护们身上着手了 师爷 哎 梁士贤 贪派吧 把老板们交不上来的梁 贪派到城城县的乡绅父护身上 让他们拿些银钱出来上交 补一补窟窿 就当本官欠了他们的情 带此间风头过去 本官一定对他们照付有加 师爷 这也许算是从死局里走出来的唯一办法 就是不知道这些乡绅父护们 肯不肯出力 梁士贤哼了一声道 你刚提上来的文书里有写着 前些日子 白水亡二作乱 引来四方贼寇并起 乡绅父护也一样苦不堪言 连白家宝都被贼子攻破 劫掠一空 可见 他们也深受其害 此时去找他们谈一谈 或许能谈得成也未可知 来人啊 背马 本官 要去十里八乡走一趟 选那些看起来家境殷实的乡绅父护 好好的谈一谈 梁士贤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巡游队伍 包括绍兴师爷 十名新来的衙役 每个衙役 还带三个帮贤 四十几人的大队伍 先在县城里面转了一圈 但城中富户不多 上次王二作乱 已经将城中富户 杀了个七七八八 从仅剩的几个富户身上 也摊派不了几个钱了 梁士贤便出了城 在乡间随意溜达走来 一路行来 石家村 渡家贵村 车盖村 大贤村 所过之处 一片荒芜 十个民居里面 能找到一户人家 也不容易 到处都是干裂的黄土 路边还能见到恶臂的白骨 偶尔好不容易看到一个 像是香绳家宝的大型建筑物 走过去一看 才发现 早已经被贼寇作乱烧毁 一片残痕败毙 早已不复昔日荣光 偶尔在村子里找着几个活人 也形容枯稿 眼神麻木 梁士贤看得有点心疼 忍不住抹了一把泪水 就在马上提笔 写起了奏章 丁卯年 成成汗 碎大鸡 名不能供 道景相望 或群取富者素 据补诛 使据为道 道起 姬亦甚 连年赤地 斗米千钱不能得 人相识 从乱如归 姬名为贼 由此而始 四远之名 望称以为苦海 写到后来 梁士贤气不成声 成成的老百姓苦啊 我既来此上任 该如何救得了他们 别说交税了 他们连活着都困难 师爷低声道 向朝廷请些银子救济灾民 能请到吗 梁士贤摇头 他深知朝廷也没钱 哪里管理了成成这么一个小地方 一行人失魂落魄地向前走 心情都不怎么轻松 突然 一名牙役大声叫道 现尊大人 前方出现一个村子 居然正在准备秋波 什么 梁士贤精神一震 还有这等村落 他赶紧登高 向前眺望 只见前方山坡之旁 有一个规模不小的村庄 村子中间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家宝 一看就是有钱人才建得起来的那种 光是宝墙 都有三丈高 这怕不是家财万贯的超级大世家 才建得起的 在家宝的旁边 还有树栋房屋 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很明显 这村落里住着穷人 是给旁边那个大家宝里的地主 老爷打长工的店户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以家宝为中心的大片土地 似乎是温润的 不少地方冒出草芽 很明显 这里前几天才下过雨 田地里还有许多农民 正在离田松土 开取引流 做着秋波前最后的准备的工具 梁士贤大喜过望 天无绝人之路 这里下过雨 这里的老百姓活下来了 师爷也大喜 献尊大人 那家宝非同凡响 只怕是很有钱的大老爷才建得起的 咱们若是找他谈谈 或许能让他出资相助 梁士贤微微一醒 对了 别忘了 我此行的目的 我得让有钱人拿钱出来 帮忙镀此难关 但这家宝如此规模 见此家宝的人 后台必应 说不定家中四十三宫 是个超级厉害的大市家 我一个小小弃品县令 和人家说得上话吗 想到这里 真的是有点慌 但是 荒野得上 我又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这城城县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我行的正 坐得直 腰杆硬得起来 没什么好怕的 梁士贤咬了咬牙 走 咱们去登门拜访 高家宝内 三十二正翘着二郎腿 一脸得意的样子 看着他刚刚招募来的师爷 在那里奋笔记书 统计望楼二楼的仓库里的物资 自从贼寇退散 交通便利了 往返县城也容易了 三十二最近走了几趟县城 去见见了夫人 顺便把师爷 帮贤什么的都请了来 保里 现在还背了几匹马 套了马车 各种乱七八糟的物资也不去了 眼前 这位新来的师爷 是个科举落地的文人 名叫谭立文 家境贫寒 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寒窗苦读十年 科举屡屡不重 落榜几次之后 心灰意冷 便出来寻个师爷的活 不过 才刚刚坐上师爷 手脚实在不麻利 啊 这一笔写错了 谭立文有点慌 想改又改不了 一阵手忙脚乱 只好重新拿一张纸来 将刚才那一页 全部重新写过 三十二眉头竖起 骂道 你怎么这么废 写几个字 就要错一个 浪费多少纸了 咱们的造纸方 才刚开始造纸 现在纸张这玩意儿 金贵着呢 谭立文赶紧赔个笑脸 东翁 非常抱歉 在下接下来 一定小心谨慎些 三十二 哼 他嘴里在骂人 但心里却在暗爽 甚至想要唱歌 只是在部下面前 绝对不能表现出来 这就叫翻身师爷做东翁 爽得不要不要的 就在这时候 一个才聘用的帮贤 从外面跑进来 东翁 心愿县令老爷来了 离咱们村不到梁里 三十二 哎 这一惊飞小 三十二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快 通知所有村民 把铁甲藏好 那些天尊赐的神物的统统藏好 别让贪官给看见了 省得节外生枝 帮贤咧开嘴笑 天尊一巴掌 就把贪官拍成肉饼 有啥好怕的 三十二哼了一声 你来村子里 也有些时日了 还不明白天尊的形式风格 他可不会不问青红皂白 就给人一巴掌 若非穷凶极恶之徒 他老人家是不会出手的 少废话了 快去 帮贤赶紧去了 高家宝里吆喝声 此起彼伏 不一会儿 天尊神物都被藏了起来 连那辆巨大的太阳能车 也盖上了不遮住 不叫他露出分喉 三十二飞快地跑上三楼 叫了上高一夜 低声吩咐道 程旭那家伙是个无匹 很好糊弄 说这大家宝 是白老爷出钱见的 也就糊弄过去了 但新来的县令 好像是个学府舞车的家伙 脑子转得很快 不好糊弄 咱们以前那一套 只怕骗不过他 幸亏他是新来的官 对本地不熟悉 我编了个故事 骗他说 这个家宝是 李老爷的家业 我记得 天尊就是姓里的 所以 这里就是李家了 你记清楚了 我是李老爷家的大管事 你是李老爷的大夫人 千万记清楚 不可穿了帮 高一夜听闭 小脸微红 天尊的大夫人 这个女的何能 三十二级 你脸红个啥 能不能抓住重点 我让你扮李夫人 不是让你扮天尊的夫人 此间的李老爷 将会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根本就不存在的 高一夜 那也是天尊的化身呀 三十二 这句话 他可不敢吐槽 只好哭笑不得地道 一夜姑娘 总之你多看少说话 场面交给我来应付便是 天尊若有什么指示 你小声说出来 我灵机应变 高一夜正不知道该不该答应 这事儿为得天尊恩准 会不会太不要脸了 脸刷的一下 又红了 正在这时候 他听到天上 响起了天尊温和的声音 挺有趣的 去试试看吧 啊 高一夜猛地一下抬头 天尊 这这种 真的音韵 李道玄的声音飘了下来 晕了 高一夜的脸 刷的一下 红得可以滴血 滴下头 小声道 小女子遵命 李道玄刷的一下 盖上造景箱的盖子 让高一夜也看不到自己 然后乐得不行 小妮子还害羞了 好玩 太好玩了 三十二听到天尊恩准了 也精神一振 其实上次程序问了高家宝的来历之后 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么大的家宝 九米高墙 比许多县城的城墙还高 不可能不引起官府注意 要如何解释他的来历 还真是得飞些脑子的 不解释 谁来都一巴掌拍死 那肯定不行 那是在修魔道 不是在修天道 天尊定然不云 他最近也花了不少时间 想好了一套完整的说辞 现在就是考验这套说辞 能不能过关的问题了 赶紧让高一夜 换上那套三夫人送他的 全村最好的衣服 画上全村最漂亮的妆 摆出全村最端庄的模样 别说 这么一搞 他只要不说话 就还真有一点点大夫人的模样 梁氏嫌一行人 很快就来到了高家宝前 那十个衙役和三十个帮贤 都是心境上任的 倒还没有养成飞扬跋扈的性格 暂时还算得上规矩 也没什么恶行恶状 老老实实地跟在梁氏嫌身边 梁氏嫌的眼睛 不停地东看西看 此村的老百姓 居然没有一个面黄肌瘦的 每一个看起来都中气十足的模样 甚至有几个人看起来 还有点微微发胖 这是什么鬼情况 本官刚刚还在声泪俱下的写奏章 哭诉成呈献的老百姓有多惨 结果此村居然有胖子 师爷在旁边低声道 此村疾富 梁氏嫌点了点头 这道也好 本官就更有信心 在这里寻得些帮助 正说到这里 高家宝的门开了 三十二穿着一身长衫大褂 摆着一脸装逼的笑容 底气十足地迎了出来 献尊大人大驾光临 咱们家真是蓬毙生辉啊 梁氏嫌身上穿着官服 被人一眼认出来是新任献令 倒也不觉得奇怪 拱了拱手 阁下这里是 三十二笑道 此地名叫高家村 而这桩大宅子嘛 是高家村的李老爷家的宅子 在下是这里家的管事 姓三名十二 梁氏嫌才走马上任没几天 搞不清楚 城城县有哪些乡身富户 所以倒也没有怀疑 只是 他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三丈高的宝墙 不禁压低声道 你们这里家的底子 有点厚啊 嘿嘿嘿 李家在此地 已传承了一千年 三十二嘿嘿一笑 脸上尽是骄傲之色 那是自然 我家李老爷 那可不是普通人 梁氏嫌看到这宅子 就已经有心理预期了 对方后台必大 肯定是大得不得了的那种 现在听到传承一千余年 还是吓了一大跳 一千年 向前推一千年 那就是唐朝 唐朝发家的大事家 姓李 再加上此地为陕西 把这几个关键词连在一起 惊得梁氏嫌心里一个哆嗦 这他喵得何方神圣 不会是唐朝宗室之后吧 三十二抱全道 县尊老爷 我家老爷出门先游去了 县不在家中 只好有我这个管室的来营 怠慢之处 还请见谅 梁氏嫌已经被唬住 当然就见谅了 不过 要就这样回去 他可不甘心 府中还有 做得了主的人吗 三十二道 我家大夫人留守于府中 为随老爷前去先游 梁氏嫌心想 很好 从他夫人手里弄点救灾营出来 也未尝不可 便道 那就烦劳三管室 引荐引荐 三十二 县尊大人请随我来 他在前面带路 梁氏嫌一行人 便跟了进来 他们走的 正是上次郑雁夫和种光道 攻进高家宝时走的路 狭窄的通道 两边都是光滑的墙壁 加上刚下过雨 高家村有一种清冷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 走在这种通道里 还真有一点小小的压迫感 梁氏嫌还好 他身后的牙医和帮贤们 吓得大气 都不敢喘一口 在这样的富家大院里溜达 生怕说错一句话 就被人给斩了 转过几厅几警 一行人走到了望楼前 望楼的三楼 住的是高一夜 二楼全是物资仓库 而一楼骂 则是家族祠堂 这里本应摆家族长辈的灵位 但高家宝并不是地主家的宅子 根本没有辉煌的家族长辈可以供奉 三十二就让雕塑师 重新做了一个天尊雕像 摆在了祠堂之中 PS第66章 讲到偷棉花时 三师爷说过 要在祠堂里摆上天尊圣像 忘了的朋友 可以去翻一下 梁氏嫌一行人走到这里 便看到了祠堂里端坐着的 李道玄雕像 旁边一幅对联 尚书 千年香火乾坤酒 夏连万代明烟日月长 中间摆着一个牌子 尚书 供奉吴祖师道玄天尊之神位 梁氏嫌一眼就看明白了 这地方明明是祠堂 理应供奉李家先祖 但他们却供奉了一个神位 也就是说 这是一位家神 这位家神的名字 名叫道玄 姓李 连在一起 就是李道玄 得好好想想 学父五车的梁氏嫌 立即在脑海中 开启了资料搜索模式 平生学过的知识 看过的史书 画为无数大字 像走马灯一样划过脑海 然后盯的一声定格在了一页资料上 李道玄 唐朝宗室 席位 北周八驻国之一 唐高祖李渊的唐侄 梁氏嫌心里惊呼一声 哎呦我的妈 好大的来头 三十二见他表情 就知道唬住了 心中暗笑 县尊大人 请随我上楼 大夫人住在三楼 梁氏嫌被三十二设计的一通见面里 唬得不要不要的 经此一下 顿时感觉自己 这身七品县令的皮 有点配不上见这家的老爷了 身份地位 就不一个档次上 如果不是他身负重任 那就打个退堂鼓 不要继续往里面走了 但是想想自己一路上看到的灾民 生活在水深苦难之中 又强行撑起了自己的骨气 寺院之名 望尘如苦海啊 现在只有我能救得了他们 不能退缩 上 扶正自己的官帽 拍顺官服上的皱褶 整理了一下腰带 走路的步伐也方正起来 回头对师爷 牙医和帮贤们道 你们在此等候 不得妄动 然后跟着三十二 设计而上 来到了望楼最高层 进了厅堂 便见到一位仪态端庄的年轻女子 穿着一身华丽的白色长裙 端坐在椅子上 一脸的端肃模样 其实高一叶现在心里慌得一痞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村姑而已 县令老爷对她来说 那简直就是大到眉边的官 想都不敢 自己有一天会面对着县令老爷 而且还端然坐着不动 幸亏她练过 我的模样越端庄 大家对天尊越尊敬 她只能不停地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句话 才能保持端庄 强撑着表情不崩 梁士贤一看这女人 心里就暗想 这女人对我这身观浮浮 都不正眼看的 七品县令对她来说 果然太低了是吧 她这种千年世家的大夫人 见过的达官贵人 只怕是多如牛毛 心里有点慌 我得稳住 不能弱了气势 否则事情必定谈不成 两人就这么互相绷着一股气势 在大厅里远远地对坐了下来 三十二装模作样地介绍道 这位便是咱们家老爷的大夫人 这位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城城县令 梁士贤梁大人 高一夜不敢说话 只是微微点头 嗯 梁士贤心想 好大的架子 嗯 我一生就了事 三十二 县尊大人 不知您远道而来 有何见教 梁士贤也没心情说什么废话 直言道 本官出道城城县 便听说 此县才闹了匪患 信德巡检程序 奋力苦战 终于斩了王二首级 平定了乱贼 但经此一役 城城县元气大伤 四野皆是灾 才本官一路走来 只见时事久空 名声凋敝 老百姓苦不堪言 本官心中实在是 实在是爱说到最后 他眼角居然挂起了泪花 李道玄用一个超清摄像头 穿过窗户锁定着他 将画面在手机屏上放大 拉近 看到他眼角泪痕 心里不禁暗响 这家伙 究竟是个在演戏的贪官 还是个真正未明 流泪的好官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 梁士贤叹了口气 话锋一转 本官这次贸然拜访 也实属无奈之举 城城县今年的税营 还未较轻 却又被王二等人 劫走了官库存粮 本官就算是巧妇 也难为五米之吹 左思右想 若要就这权献灾民 唯有向本地相声求助 他这话一说 酒混衙门的三十二 马上就明白了 摊派 摊派这事 自古便有 但都是为了让有钱人少交税 便把税摊派到穷人头上 没想到这个梁士贤 居然反过来搞 想把穷人交不上来的税 摊派到有钱人头上 这就叫 倒行逆施 咦 不对 这应该叫做 拨乱反正 三十二 瞬间风中凌乱 箱子外面的李道玄 也不禁冷了冷 实在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种 反向操作的官员 梁士贤见到三十二金额的表情 就知道自己又一次吓到人了 好吧 他经常都会吓到人 就因为他经常都不和自己人站在同一边 他来陕西为官 也正是因为在官场得罪了燕党的官员 才会被发配到这个几乎是死局的地方做宪令 燕党要他死 要借皇帝之手弄死他 可是他还想挣扎一下 梁士贤挥了挥手 指了指窗外 夫人 你们李家如此富裕 有钱见这么豪华的家宝 就连你们家的店户 也吃得肥头大耳 连老天爷也偏帮你们 为你这小小一片地降了雨 如此得天之眷顾 便更应该扛起耕种的责任才是 如今呈呈献百姓皆苦 名不聊生 此时还要他们交税 无异于要他们的性命 你们李家不妨拿些许的银钱出来 代名交税 助他们渡此难关 行此大善举 为子孙后代积点福 如何 三十二猛逼中 平时多机灵一个人 碰上梁士贤这种反套路的家伙 也一样要猛逼 李道玄却开口了 拒绝他 高一夜看向三十二 缓缓地摇了摇头 三十二猛的一醒 天尊的只是来了 不过 他这次却有点不懂了 天尊平时仁慈大度 不断赐下各种物资救人 简直是有求必应 但这一次 居然不愿意代名交税 实在是奇怪 连续碰上两个反向操作 把三十二都给整不会了 他表情僵硬地对着梁士贤道 梁大人 你这个要求 请恕咱们李家不能答应 被拒绝了 梁士贤却不觉得意外 讨钱哪有这么容易的 三十二的反应 在他意料之中 他立即补充道 本官知道 这是确实没那么容易 但李家也不妨想想 老百姓若是活不下去 必定造反 他们一旦反了 成群结队 烧杀抢掠 你们李家 真的不怕被乱民淹没吗 本官这一路行来 已经见了好几个富家大院被烧毁 说到这里 他的语气变得有点阴沉 你们李家如此富裕 很容易成为乱民攻击的目标 真的不怕自己变成下一个被烧毁的家族吗 只此多事之秋 不如拿些银钱出来安抚百姓 就当拿钱消灾 其实他说这番话 三十二觉得很有道理 不久前 他也曾力劝张药彩 不要催睡呢 但是刚才天尊却 三十二开始彷徨了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又开了口 告诉他 待交税不行 我们的钱连一个铜板都不能肚子里 交到贪官污吏的手里 但我们愿意拿粮食出来救济灾民 每一粒粮食 都要落到灾民的肚子里 高一叶微微侧身 凑到三十二边 将天尊刚才说的话 一字不差地讲给了三十二听 这动作看在梁士贤的眼中 便是这女人不愿意 直接和我一个七品县令说话 所以要管家传话 真是好大的架子 三十二刚才还在彷徨呢 现在听到天尊是这个意思 瞬间精神一震 哎呀 还以为天尊不愿意 就贫苦老百姓了 原来是我想多了 天尊还是那个人善的天尊 我这次可没跟错人 哦 不对 跟错神 这一下 三十二的精神大震 县尊大人 咱们家大夫人刚才说了 李家可以出粮 但是李家出的粮 每一粒都要落进灾民的肚子里 至于税赢吗 嘿嘿 想必梁大人也知道 咱们交上去的税赢 最后大多落到贪官污吏的腰包里去了 所以抱歉了 一个铜板也不会有 梁士贤 三十二这番话 倒也出乎了梁士贤的意料之外 刷地一下站起身来 即道 本官不是贪官 你们若是愿意代名交税 本官保证 那些税赢全数上交朝廷 三十二露出古怪表情 上交之后呢 落到谁手里了 你确定 税赢能全部进得了国库 就算进了国库 最后能用之于名 梁士贤 一时无言 梁士贤的脑袋搭拉了下去 底气也没刚才足了 讲了好几秒 才艰难地道 若是不交税赢 这一 过不了高一夜听了听天上的声音 凑到三十二耳边 低声说了两句 三十二精神再次大震 县尊大人 你在这个结果眼上 来到城城县这么一个破地方做县令 应该是得罪了人吧 梁士贤身子一僵 随即探道 燕党恨不得杀本官后快 三十二 哦 燕党要杀你 那你是东陵党的人罗 梁士贤腰板一挺 脸上带起了怒容 本官才不是什么东陵党 唯有小人才做捧党之争 本官只是在东陵书院听了几节课 与几位讲学者志同道合而已 三十二 李道玄 扑 东陵党人从来不以党自称 在他们眼里 自己属于群而不党的清流 目标就变了 忘了初心 曾经的理想也被埋葬 嗯 一开始的东陵党人 可能真的是清流 可惜斗倒燕党之后 东陵党势力大增 这就叫屠龙少年 忠诚恶龙 三十二见梁士贤生气 倒是不好再说东陵党三个字了 委婉地道 既然县尊大人在东陵书院里有朋友 那你也未必过不了这一关 梁士贤 哦 此话何解 三十二听了听高一夜的细语 道 县尊大人 可以将自己的城城县建文 写成奏章 交予你东陵书院的朋友们 让他们看探此处的惨状 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 见到你的奏章之后 必定疼惜此地百姓 然后就纠结一大堆东陵党 召集一大堆东陵书院的朋友 一起上书朝廷 这城城县的税营 便可以免了 就算免不了 至少也能向后拖延许久 梁士贤听了这话 陷入了沉思 过了好几秒 突然抬起头 本关那群东陵书院的朋友 有这个力量 三十二只是一个小小县城师爷 对东陵党 还真是不太了解 但是天尊马上就通过高一夜 传来了讯息 他又挺直了腰板 很认真地道 有 他们的力量大得很呢 梁士贤实在没觉得自己那群朋友 有多大的力量 他们中大多数都被阉党视为掌中钉 肉中刺 被阉党排挤打压 生活艰辛 怎么这个李家却觉得他们 很厉害似的 得好好想想 学富五车的梁士贤立即在脑海中 开启了回忆模式 平生见过的画面 经历过的场景 认识过的朋友 在脑海里交错纵横 仿佛走马灯一样旋转起来 转着转着 突然盯的一声 定格在了一幅画面上 那是东陵书院里 各位讲学者的合影 顾献成 高攀龙 前一本一个一个 去回想他们的身份 猛然一惊 这伙人 好像不仅仅是学者 还个个都是朝中重臣啊 这群朋友们 如果能群策群力 帮城城县的老百姓 说几句话 搞不好真的能成 好 梁士贤道 那本官便修书树风 寄给那些东陵书院的朋友 让他们想想办法 上书朝廷 争取将这城城县的税赢免了 礼道玄乐了 这个东陵党的官有意思 他还真愿意这样去做 很好 只要你真的肯这样做 我就暂且把你当成一个 可以合作的对象 一页 告诉三十二 和县林商量一下 救济灾民的具体方案 勿要保证我们的粮食 而不会被牙役小利贪污 箱子里的三十二和梁士贤 开始讨论起救灾民的细节来 那就是很琐碎的事情了 李道玄听了几分钟 听得头大 什么在哪几个地方设立失州点 谁来煮州 每天煮多少州 怎么保证没有人贪污 怎么保证十里八乡的百姓 都得到消息 全是些破事 但这些破事 正是三十二拿手绝活 他可是前任县令张耀彩的师爷 对城城县的名声了如指掌 远比梁士贤这个新上任的县令 要了解得多 一番定计出来 说得梁士贤都头晕脑胀 到后来甚至有点听不懂 梁士贤赶紧把自己的绍兴师爷叫了上来 第二场开始 两个师爷各自拿出评声所学 呱啦呱啦聊的昏天黑地 全是具体的食物 要多细有多细 要多琐碎就有多琐碎 李道玄也不听了 他才管不了那么碎的事 先去看看自己的抖音账号吧 昨天他传了一个新视频上去 录制的高家村长 用双手编制竹篓的视频 配了别角的文案 村长已经老了 现在他唯一能干的活 就是编制小竹篓 小竹篮 小竹 那视频从高家宝上空慢慢俯视下去 最后锁定在老村长身上 再用静景镜头看他编竹篓 然后再拉开俯视整个高家宝 也不知道 观众老爷们喜欢不喜欢 刚打开手机 就发现 这视频下面居然刷了无数条回复 小人国的俯视视频真不错 哈哈 这个高家宝 完全就是个模型嘛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是啊 一点也不掩饰的模型 复合材料 压制板做的屋顶 我还看到没埋得好的轮子 笑死我 真正的村铺 怎么可能有轮子 我看出来了 这个模型是崇林世家的模型啊 博主太恶搞了 居然在崇林世家的模型下面 安装了轮子 看来应该还有电机什么的吧 估计可以遥控 这样的模型 完全没有收藏价值 纯纯恶搞了 不不不 你们抓错了重点 这视频从高空俯视下来 镜头一穿 穿进了村子 然后锁定在了老人身上 这视频的转接做得很棒啊 一进拉到底 中间居然没有转接的痕迹 怎么做到的 对啊 老人应该是真人演员 但视频一进到底 却得老人坐在一个 模型里面编竹篓 这视频的水平 真的是一如既往的高 这就是我一直追他的视频的原因啊 人家就不是五毛特效 后面这一段老人编竹篓 也是真功夫 这老人不是在演 他是真的在编竹篓 这竹篓变得真不错啊 想买 竹篓哪里买不到 我想买的不是普通的竹篓 是小人国的竹篓啊 李道玄看着这些聊天 突然心念一动 有意思 我给雕塑师找了工作 让他们发了财 村子里的铁匠 木匠 纸匠什么的 也因为给村子里别的村民提供了劳动 而得到了额外的奖励 现在也是时候关怀一下老村长了吗 他对着箱子里道 一夜 去村长那里拿几个竹篓 竹篮 和竹椅子 什么的竹制品过来 我要拿给别的朋友玩玩 高一夜赶紧去了 和村长说明来意 老人家顿时大喜 没想到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居然能得天尊青睐 还要拿给别的神仙玩 那还不赶紧送上吗 于是 很快 李道玄伸手进箱子 非常小心地从村长身边 抓起一堆供奉品 村长本人才0.8厘米高 他编出来的竹篮子 直径才2毫米 竹篓也差不多大小 竹凳子也只有3毫米长 只有竹椅子稍稍大点 差不多一厘米 这一大堆小小的竹制品 摆在他的手掌手里 秀真的可爱 李道玄剪辑了一下视频 把刚才自己伸手 抓出竹制品的视频 传上了抖音 挂上小黄车 从小人国里抓出来的竹制品 小人国村长亲手打造 迷你工艺 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视频一传上去 瞬间又火了 哇 这视频 我擦呀 一只大手 把小人国里的小人做的东西抢走了 特效太棒了 这东西真卖啊 到底有多大 你没看到视频最后一个镜头吗 这些小东西 摊在作者的手掌心上 就那么一丢丢打 做工好戏 这么小 居然还真的是一片片竹子编的吗 太可爱了 想买 看看价格 我操 1288888块钱一套 买不起 李道玄没敢把价格挂太高 抖音上卖东西 卖到这个价 已经是逆天 真想卖高价 除非有专门走艺术品的渠道 或者上拍卖渠道 但这可不是简单事 先随便挂一单试试水吧 果然 价格太高了 把抖音观众们震惊得不要不要的 过了一天都无人问津 小黄车倒是被人点开了无数次 但是付款的是一个也没有 反倒是小黄车里 宁阳玩具有限公司的那些几十块钱的塑料房子 塑料小家具什么的 卖得飞起 李道玄想了想 两毫米大小的竹篮子和竹篓子就算了 挂个高价不管它 把那一厘米大的竹椅子单独拿出来卖 挂个88888元 这次对了 15个多小时之后 一厘米大的竹椅子售出 到 一夜 告诉村长 他编的竹椅子 我这里的朋友非常喜欢 特意赏他 李道玄给楼下菜鸟一店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上门来取货 然后转头对着箱子里 他正准备说 赏他什么米面油盐 突然转念一想 老村长是最初的管理层 所以经常得到他额外赏的东西 已经相当富裕了 米面油盐什么的 他家里堆积如山 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吧 那赏他点什么好呢 要让他有幸福感和满足感的东西 眼光扫过自己的桌面 突然双眼一亮 巧克力 丝滑牛奶口味的 嘿 就这个了 从巧克力上 切下来小小的一小块 用指尖拖着 轻轻地放到了老村长的面前 老村长只看到黑乎乎的 巨大的一坨奇怪的雾式 从天而降 落到了自己的面前 比他人还大了一圈 不由得一脸猛 天尊 这是什么东西 李道玄 吃吃看 老村长拿了凿子来 从巨大的巧克力块上 凿下一小块 放进嘴里 一瞬间 老人家的表情极为精彩 哇 太好吃了 就和所有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的孩子一样 村长那老迈的脸上 露出了快乐破表的笑容 小人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果然是天上的神仙吃的东西 真的太好吃了 还不费牙 我这老家伙也能吃 李道玄 这一大块 都是你的了 你可以随意分配 自由处置 嗯 那个竹椅子 有空了再多坐几个 村长 多谢天尊 这么一闹腾 没过多久 整个高家村的人 都知道村长做的东西 得到了天上神仙的喜爱 特意赏了他一块神仙 才能吃到的好东西 高家村民们 很快便围了过来 郑大牛最嘴馋 村长爷爷 您这神仙东西 能不能给我也尝尝啊 村长黑黑直笑 哪能让你白尝 你给老夫捏捏腿 老夫才可以给你一小块尝尝 郑大牛马上就化身孝子模式 给村长捏起腿来 不一会儿 村长被服饰得爽歪歪了 这才给了郑大牛小小的一块 郑大牛往嘴里一扔 脸上的表情也瞬间炸裂 哎呀呀 这个比肥宅快乐水还要好吃 村长大为得意 哈哈哈哈 好吃吧 没了 再也不给你了 郑大牛 我换 我用家里所有的吃的东西来换 村长 不换不换 换换吗 郑大牛 我那里还有好大一块腊肉 我把它都给你 你再给我一小块 只要一小块就好 别的村民也恍然大悟 赶紧回家找自己多出来的东西 纷纷跑到村长这里想换 搞得村长的家像菜市场一样的热闹 高家宝的大门口热闹起来了 从县城过来的大车队 络绎不绝 梁世贤亲口许诺了 绝不让人贪污一粒粮食 因此 他对这件事的关注度也极高 今天是来运梁的第一天 他亲自骑着马 带着师爷和牙医 与运梁队一同到来 就站在高家宝的门口 看着一辆又一辆的梁车净宝 装满了面粉 又一辆一辆的屎出来 这里家的实力 简直深不可测 师爷在他身边低声道 这已经是第三市车面粉了 太可怕了 梁世贤点了点头 心想 唐朝宗室之后 千年世家 能没实力吗 我能得到这样的大世家相助 也算是走了狗屎运 否则 真的是一脚踏进了死局 必定被烟党给害死 足足四十车面粉出去之后 才看到三十二从宝里出来 对着梁世贤拱了拱手 笑道 县尊大人 咱们李家向你许诺的四十车面粉 今天已经全数发送 接下来 就看县尊大人的记名手段了 梁世贤抱了抱拳 一脸端肃 本官会亲眼盯着这些粮食 若有任何人贪污 定斩不饶 三十二微笑 师承县无数老百姓的眼睛 大人若是清官自然得百姓之爱戴 若是 嘿 梁世贤骄傲地道 本官若是在这些救灾粮食里贪了一口 便叫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三十二抱拳 那就有劳了 梁世贤骄傲地乐了乐马 跟着运粮对去了 而这个时候的李道玄 正在研究秋小麦 因为高家村马上就要播种秋小麦了 他这种五谷不分的城市小孩 对于播种什么的 那是贼有兴趣 箱子的视野 已经被他调整到了小麦田的上空 一堆摄像头长枪短炮地 隔着玻璃对着麦田 打开电脑 搜索播种秋小麦的注意视像 然后逐字逐句地在那里看 哦 首先要深耕土地呀 转头去看箱子里的小人们 就见到高初五正在帮他父母离田 这家伙牛进贼大 把泥土耕得直翻飞 看来深耕这种基本知识 农民们比我懂一百倍 我不需要去教他们 李道玄拍了自己的脑瓜子一下 笑着道 这就叫 班门弄斧 我擦 我被三十二传染了 不活了 再来看电脑上的资料 那些传统知识 李道玄就直接掠过了 反正他肯定没农民们懂 直到看到化肥这一栏 他才再次认真看了起来 土壤酸碱度 pH值要在6.5左右 我擦 这个东西 我要怎么才能知道 赶紧又查资料 还真给他查到了 原来在花卉用品店 有出售测试土壤酸碱度的仪器 而想要改变土壤酸碱度 则需要用硫酸钾 硝酸二氢钾 羊分 生物菌等等 各种乱七八糟的化肥 这一下 真是把他整个人都看梦了 我擦 糟糕了 上次村民们许愿 说想今年多收几斗米 我还觉得 买点化肥给他们 轻轻松松就能搞定 现在看来 用作化肥 就是一个死字啊 答应别人的是做不到的话 根本不是男人 李道玄的纯爷们 之心熊熊燃烧起来 老子今天必不可能失信于人 阅读资料 看视频 给农村老家的亲戚打电话 在历史军事论坛提问 我擦 这条不用 反正也是些没名堂的回复 折腾了许久之后 还是农村亲戚给的建议最靠谱 毕竟 只有劳动人民 才是战斗在劳动第一线的勇士 他们的经验最有用 李道玄拿着从花卉市场 买来的酸碱探测针 对着箱子里的土地 插了下 这时候 高初五一家人 正在拼命地离着田呢 突然 一根巨粗巨长的银色棍子 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 插入他们家的田地 高初五一家人起起猛逼 哎 还好他们是高家村人 习惯了天上莫名其妙地 突然降落一些奇怪的东西下来 不然就这么一下 就得吓掉半条命 高初五仰起头 天尊 您这是在玩什么啊 这个巨大的棍子 是您从孙悟空那里借来的如意荆棘棒吗 他的父母赶紧捂住他的嘴 蠢货 怎么和天尊说话的 一点礼貌都没有 李道玄也不解释 高一也不在这里 解释也没用 他们又听不到自己说话 他的眼睛看着碳针上面的一块液晶瓶 这里显示着 pH值7.5 赶紧给自己的农村亲戚 把这个树枝发了过去 又说了一番这块田地的情况 周围的环境 水源等等各种细节 农村亲戚想了想 Badabai说了一通 列出了解决方案 化肥用量等等 李道玄计算了一下 高初五家的田地的大小 算好用量 这才把高一叶叫了过来 这里有一些肥料 你让高初五一家人 在这些肥料里撑出两斤 不可多也不可少 化于水中浇灌到土地里去 今年秋小麦必定丰收 高一叶大喜 赶紧对着高初五家跑了过去 初五 初五 天尊刺你家先肥了 说是保你家今年丰收 高初五的父亲大喜 多谢天尊 在这位中年农民看来 自家田地里能丰收 比什么事都更让他有底气 好 一家的田地搞定 换第二家 李道玄刷的一下拔出探针 于是高初五一家人 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如意金箍棒飞了起来 又轰的一声 插入到了另一家人的田地里 不一会儿 高一叶又跑到了那家人面前 天尊有令 这些鲜肥 你们取用三斤 用水化开 均匀浇灌到田地之中 明白了吗 那家人也大喜过望 赶紧谢过天尊深恩 高家村所有人的田地 都在进行着土壤酸减度改造 那些从郑家村 王家村 种家村 以及周边别的村庄过来的村民 则眼巴巴地看着那根神奇的大棍子 一会儿飞到这边 一会儿飞到那边 眼中露出了羡慕的光芒 高家村的村民们 真是好啊 有田可种 咱们的村庄 现在 还没下雨呢 哎 听到他们的议论 李道玄手上的动作 也不经意将 心中暗叹 可惜了 视野还没有开到你们的村庄 去他刚想到这里 突然发现 箱子外面的那个拯救指数 刷刷刷地跳动起来 一转眼的功夫 居然连长了五个点 李道玄一下子就反应过来 梁士贤开始失周救命了 梁士贤开始失周救命了 首先从他的眼皮子底下 县城开始 城城县衙门口 摆出了一个紧明台 用李道玄给的面粉 煮成浓浓的面糊汤 装在数个大桶之中 梁士贤亲自压阵 坐在寄明台旁边 用他的眼睛 瞪着负责派梁的衙艺 而他的绍兴师爷 则忙前忙后 不断地在厨房和寄明台之间 来回跑此时的城城县 已是苦海 本来早灾就很难活 贼军闹起来之后 不愿意从贼的百姓就更难活 大量的老百姓 离开了自己的家园 舍弃了自家的田地 跑到县城来乞讨求生 导致县城里乞丐遍地 一片糜烂 官府要失周的消息 由衙艺寻成喊话 听到的难民们 便全都往着紧明台的方向跑 没过多久 灾民就堆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这要是换个普通的附家大户 再派粮食 搞不好难民会一涌而上 全部乱抢 掀了整个几名台 但县陵老爷亲自坐镇 大量衙艺和帮贤维持着秩序 难民们就不敢乱来了 乖乖排队 拿着破碗来接面糊糊 有人接了一碗面糊糊 赶紧快步走到街角 扶起一个瘦骨如财 奄奄一息的家人 缓缓地 将面糊糊灌进家人的嘴里 嘴里还喃喃地道 弟 你总算有救了 喝了这个 你就不会饿死了你 就会活下来了 哥你也 我也喝 两人你一口 我一口地喝下一碗面糊糊 平躺在地 摸着肚子 正在担忧明天怎么办呢 就听到牙医们气声大吼 不要多拿 喝饱了就行了 不必存着明天喝 明天现尊大人还会在这里试周 听清楚了吗 天天都会有 天天都有呢 咱们城城县 总算来了的好官 哥 我们总算活下来了 呜呜呜 两兄弟抱头痛哭 身上两个淡淡的光点飞了起来 刷的一下越过长空 飞过三十余里路 飞到了高家村 注入到了箱子之中 李道玄看到 拯救指数长得好快 早饭时间那么一小话 居然就长了十几点 照这样算来 本该饿死 却被这一餐救活的人 起码有好几百人 箱子的战争迷雾 肯定又打开了不少 李道玄伸手到箱子的东南西北 四个按钮上 啪啪啪一阵乱暗 已经可以翻过那座 长满了枯树的小山 看到山后面的一片枯树林 一片乱石滩 果然 视野一下子又扩开了许多 向南可以越过竹林 看到远处又一个荒坡 向北移 李道玄突然发现 东北方向的视野边角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荒村 嘿 居然可以看到第二个村庄了 这可真是太让人开心了 可惜的是 村子里一片破败的茅草屋 看起来是一个活人也没有 这个村子里的人 早就已全部迁移了 一夜 一夜 在高家村东北方向 大约五六里的位置 有一个小小的村子 那是什么想到这里 李道玄移了一声 赶紧点了一下钟 将视角切回了村子里 找到高一村 高一夜 那不就是郑家村吗 郑大牛的村子 李道玄听到郑家村的那一瞬间 箱子刷的一下 又散发出了大量的金光 这金光高一夜看不到 眼都没眨 但被道玄又被闪得眨了眨眼 等他眨完一看 箱子侧面 那个东南西北中的按钮旁边 居然出现了两行半透明的字 一 高家村二 郑家村他心中暗想 这两行字 不会又是我想象的那个作用吧 伸手在郑家村上一点 箱子里的视野刷的一下 跳到了郑家村的上空 再点一下高家村 视野刷的一下 又跳回了高家村的正上空 嘿 果然是我想的作用 快速切换按钮 这他喵的 就贼方便了 李道玄道 一夜 去把郑家村的人都叫过来集合 不一会儿 郑家村的人集合完毕 人数并不多 只有二十来个 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的良民 当初郑彦夫随同王二造反时 动员了郑家村的村民 大多数村民跟着郑彦夫走了 但这二十余名村民 不愿意加入叛军 留在了村里 再后来被三十二用面粉拐来高家村 便在这里住下来了 到现在已经住了一个多月 这里面 李道玄最熟悉的 就是郑大牛了 这家伙是郑家村最大的闲眼包 哪哪都有他 郑大牛现在也成了全村人的代言人 仰起头 天尊有什么吩咐呀 大牛保证给您完成 然后 嘿嘿嘿 拿着赏赐去找村长换巧克力 闭嘴 你这个笨蛋 郑家村的村长在人群里骂道 说话没大没小的 李道玄 你们刚才 看到高家村的人在耕田准备播种秋小麦 好像是有点想法吧 众人 安静 几秒之后 才听到郑大牛低声嘟咙道 羡慕的都要快哭了 但是这里没有我们的田 没错 高家村周围田地有限 而且都是有主的 那可不能随便去占用 所以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 除了羡慕之外也就只能羡慕了 你们的田地都在郑家村 是的 郑大牛大声应道 我家有两亩地呢 李道玄 嗯 你们有想过回郑家村吗 一时之间 郑家村的人全都沉默了 有点不敢回答 生怕答错了 被天尊嫌弃 倒是郑大牛胆子最大 抬头道 我不想回去 我在这里帮天尊做事 非常开心 但是我爹想回去种田 他除了种田 没有别的本事 帮不上天尊的忙 李道玄 只有种田 他才会快乐 是吧 郑大牛大声道 是的 我爹种田是最快乐了 比我喝肥宅快乐水的时候 还要快乐 好吧 李道玄 大牛 你叫上高初五 立即驾驶太阳车二号 把乡亲们运回郑家村去看一眼吧 郑大牛 他一脸猛逼 不知道天尊是什么意思 李道玄 你们去看了便知道 太阳车二号 是李道玄吸收了太阳车一号的制作经验之后 重新设计了动力系统和装载系统做出来的优秀产品 其长度为五厘米 放到明末就变成了十米长 与现实中的公交汽车差不多大小 车上有一个像公交车一样的车厢 太阳能面板则放在车顶上 用来遮挡太阳能面板的遮阳帘 用两根长长的滑杆来控制 让车厢里的正大牛可以使用这两根滑杆 来随时开关遮阳帘 控制车子的动力 由于二号车比一号车大了许多 改造也方便了许多 车子还增加了刹车功能 就是一个塑料小卡子 高出五只要用脚一踩 就能卡住轮胎 高出五和正大牛又重新花了几天时间来学习 才能熟练地驾驶这辆大车 二十余名正家村民 登上了太阳车二号 其中就有正大牛的爹娘 一车人都不知道 天尊为什么要他们去看正家村 但是天尊有令 莫敢不从 反正去就对了 高出五 大牛 我准备好了 你可以拉开遮阳帘了 正大牛 咱们上次撞死了人 这次开慢点啊 两个憨憨 自从撞死了一次人 也算是上了一堂交通安全课 开车的风格稳健多了 再也不敢在关道上狂飙 缓缓地发动了太阳车二号 向着正家村的方向驶去 李道学目送公交车出发了 便在箱子外面点了一下正家村的标签 箱子里的视野刷的一下 就跳转到了正家村的上空 拿出一用雾化器 对着正家村上空 打开开关 高家村与正家村之间 直线距离九里多 也就是四点几公里 高出五和正大牛 将车速控制在四十公里左右 稳稳当当地 在这二十余名正家村村民 驶向自己的家园 隔得还老远 一名站在窗边的村民就大叫起来 啊 大家快看 看咱们的村子 村民们赶紧靠着窗户向外看 熟悉的家啊 一个多月前 他们离开了这个 生他们养他们的小小村落 如今再次回来 隔得远远地看着他 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画面遥远 恍惚细雨绵绵 不对 不是恍惚 是真的细雨绵绵 正家村居然笼罩一片白茫茫的细雨之中 一瞬间 村民们泪流满面 看天上 不知道是谁叫了一声 所有人抬头向天空看 正家村上空出现了一团熟悉的矮云 正是天尊每一次显灵时 会同时出现云朵 中间探出一个龙头 正对着下方喷出雨雾 原来 细雨绵绵 就是这样来的呀 天尊把龙王爷请到正家村来了 天尊仁慈 我家的田地 也可以种了 村民们狂喜 停车 快停车 正大牛拉上了遮阳帘 公交车停了下来 一群村民跳下车去 对着前方雨雾中的村庄狂奔 一边狂奔 一边狂笑 高出五 哎呀 天天说我们是笨蛋 结果他们自己才是笨蛋嘛 有车不成 非要跑过去 正大牛碰得一个暴力 敲在了高出五的头上 痛得他双手抱头蹲防 好半想才只起身子 大牛 你干嘛打我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正大牛 你刚才骂我爹娘是笨蛋 虽然是好朋友 我也得揍你一拳 高出五 好吧 认打 确实是自己不对 他可以骂正大牛是笨蛋 好朋友之间互相骂没有问题 但是骂人家爹娘 活该挨揍 两人握手言和 还是好朋友 只见正家村的村民们 一路飞奔 跑了骑马一里 回到自家的田地里 扑通一声跪下 用手抓起 已经有点微微湿润的泥土 仰天大笑 他们在高家村时 虽然也很快乐 但是现在这一刻 毫无疑问更加快乐 星星点点的光 从他们身上升起 融入了箱子之中 当初救他们生命时 一个人顶多提供 零点零几的拯救指数 但这一次 仅仅二十个鱼人 就刷刷地给箱子 增加了八点 李道玄看着箱子上 已经快达到 四百点的拯救指数 陷入了沉思 这个指数 未明之处还有很多 但字已已经慢慢地 摸清它的意义了 二十余名村民 狂写了一番之后 又回到了太阳车二号上面 初五 大牛 快运我们回高家村 我们要回去恳求天尊 允许我们回到 郑家村里来生活 不行 我不允许 当他们回到高家村 围着高一夜 七嘴八舌地表示 想搬回郑家村时 却被李道玄一口否决了 我允许你们 白天回去种田 但干完活之后 必须返回高家村里 来休息 长时间 留在郑家村里 太危险了 李道玄这句话 让二十余名 郑家村民 抓不着头脑 启禀天尊 王二叛乱已经结束了 别的叛军也全部消散了 新来的县令老爷 正在施州救命 现在城城县已经安全了呀 不 离安全还早得很呢 李道玄 长长地叹了口气 后面的话 就不想再细说了 村民们面面相去 高一夜压低了声音 现在要说的 是我自己和你们说的 不是天尊的话哦 你们看不到天尊 我却能看到 他老人家刚才说话的时候 脸上 带着很伤感的神色 似乎是在为天下苍生叹息 村民们 高一夜低声道 他老人家肯定知道些什么 但是那是天道 不能与咱们这些凡人说 泄露天道给我们知道的话 恐怕我们这些凡人承受不起 这句话吓了村民们一跳 再仔细一想 圣女说的有道理啊 天尊是神仙啊 前治五百年 后治五百年 中间还知道五百年 他既然说正家村危险 那就一定很危险 我们应该乖乖听天尊的吩咐才是 所有人赶紧诉讼 我们听天尊的话 不搬回去了 白天过去干活 干完活 马上返回高家村来 高处和郑大牛咧开嘴笑 每天日出之后 我们两人开车 送你们往返呗 村民们仔细一想 这倒也是 大清早起来 让两个后生开车 送我们到郑家村 大家一起种田干活 互相也有个照应 种完田再一起坐车回来 也没必要非要搬回郑家村嘛 接下来的几天 郑家村民们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每天大清早日出之时 在高家堡门口集合 等着太阳起床了 就搭乘太阳车二号 前往郑家村 当然 这只是李道玄看到的情况 他们内心的想法 李道玄看不到 每天早上 某日新关叫醒太阳 我们搭乘着天尊 从某日新关那里借来的仙车 回家去种田 每一天都是如此嚣张地展开 就算皇帝老儿去种田的路上 也没有仙车 可成啊 其实 新上任的崇祯皇帝 是个年轻小伙 根本不是老儿 这就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了 李道玄观察了一天 就发现了一件事 郑家村的农田利用率 仅有四分之一 原来 郑家村本来的人口 远比高家村多 农田的面积 也是高家村的两倍 郑彦夫跟随王二造反时 将郑家村的人口 裹挟了大部分 这些人在数次战斗中 要么死 要么现在 在高家村当劳改犯 而这失去的部分村民家里的农田 全部空着 没有人去播种 现在的二十余村民 规规矩矩的 也不去占用别人家的农田 只耕种自己家的 因此 农田的利用率 就相当的差了 不能这样浪费 李道玄叫来高一夜和三十二 让两人去处理农田闲置问题 这事三十二 做师爷时也处理过 挺拿手 首先清点郑家村 现在剩下的人口和 他们手上的地气 然后去劳改犯理清点一下 劳改犯理 还有哪些是郑家村的人 他们手里还有多少地气 这样就能查出哪些人死掉了 他们家的田地 自然成为了无主之地 这种无主之地 一般理由朝廷定期 丈量田地查出来 重新出售或者分配 但现在的高家村 腰板已经硬气 不需要等朝廷 来搞这种事了 三十二派出师爷谭李文 率人去郑家村丈量田母 将这些无主之地 免租出戒给郑家村的二十余口人 劳改犯当然没分 这样一分 郑家村民们 相当于凭空得到了两倍多的田地可用 简直欣喜若狂 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 卖力耕种 这一下 也把劳改犯们看得眼红无比 原本已经打算躺平 当一辈子劳改犯的村民们 心中暗暗发誓 我得好好表现 早日劳改结束 恢复白身 下一次有免租借田这种好事 就能轮得到我了 这时候的李道玄 却在琢磨另一件事了 太阳车跑关道 还是太颠簸了 严重影响了通行效率 今后 如果事业开出更多的村庄 这些破破烂烂的官道 严重影响我的小人国发展 看来 有一句老话 该提上日程了 要致富 先修路 李道玄下了楼 横跨过两条街道 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施工地 这里的人行道 正在挖掉重修 他也不懂为什么 这里的人行道一直在修 修好了挖掉 挖掉又修 修好了再挖掉 已经反复多年了 厚着脸皮凑过去 递了一瓶饮料 给工地上坐着的老工人 笑道 大叔 我家里墙面坏了 需要一点点水泥修补 但我去建筑市场买一大包 又太多了浪费 我能在你们工地上 拿一点点吗 只要一点点就行了 老工人笑呵呵地道 一点点没关系 赶紧拿 趁着工头没看见 李道玄谢过老工人 拿了两个小塑料带出来 装了小小的一包水泥 再装一包沙子 赶紧开溜 这羊毛毫得舒服 回到家里 正想把水泥放进箱子 让小人来坐 突然想到 修路是个大工程 高家村人口太少 根本没多少人力来做这事 修一条五六里长的路 给多久 罢了 第一条路 还是我自己来动手吧 反正早就想做一次 这方面的活了 感觉蛮有趣的 拿了个不用的塑料盒子出来 再往上查了水泥的使用方法 按比例 将水泥和沙子兑了水 在盒子里拼命搅拌 不一会儿 小小一盒子水泥 就搅拌好了 然后伸手到箱子里 点了几下东 北 按钮 将视角 调得离村子远一点 拿个小金属刮片 在地上刷刷刮了两下 将枯树 杂草 乱石什么的刮开 在关道旁边 刮出了一条新的路来 网上能查到的农村 修建水泥路攻略 写得超级复杂 一大堆奇怪步骤 李道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喷点水 保持路面湿润 然后做好分隔缝 这一条 别的都懒得管了 倒水泥 用塑料薄片抹平 他亲自动手 在箱子里修建一条长六里 三千米 宽五丈 十五米 的公路 其实只相当于在现实世界里 修了一条宽度七点五厘米 长十五米的细细水泥条 根本用不了多少时间 刷刷刷的就搞完了 而这工程 要是交给小人们做 不知道得搞多久 保姆天尊 在线刷水泥 感觉还挺开心的 啊 你们看 天尊又在施仙法 就在李道玄做水泥工的时候 一群村民跑来看西齐来了 他们站在远处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巨大的金属板 在地面上轰得一刮 开山猎石 神威无穷 硬生生地在关道旁边 开辟出了一条新路 接着 天空中留下灰色的泥浆 将那条路填满 粘稠古怪的灰色泥浆 浮出树里之远 那奇怪的金属板 又在这些灰色泥浆上面 刷刷刷地刮来刮去 将它刮得光滑如水面 村民们看得目瞪口呆 天尊这个仙法 我们看不懂啊 这究竟是在做什么 他们议论了许久 才见到高一叶走了过来 天尊赐给我们一条 连接高家村和正家村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七天之内 沿进任何人靠近 七天之后才可以使用 大伙明白了吗 若是有谁违反天尊法旨 哼 他撅起小嘴 哼了一声 其实一点也不凶 怪可爱的 但是这句话没有说完 后面的惩罚没有说出来 这才是最可怕的 让他明明很可爱的表情 都变得吓人起来 村民们赶紧道 不敢不敢 天尊的法旨 哪有人敢违背 高一叶伸手指了指劳改犯 来一队劳改犯 拿块木板把路面刮平 然后在仙路旁边来回巡逻 别说人了 七日之内 连老鼠和兔子都不准 放到路上去一只 逮住就往死里打 村民们大汗 圣女大人 汗了几年了 老鼠兔子都快死光了 放心吧